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文侯外出游玩,看见 有个人,反求而复出,反穿着皮袄被柴草,就 好奇地问,为什么让毛朝里而皮朝外呢? 被柴草的人回答,我这是因为爱惜毛 喂 文侯说,你难道不知道,如果皮膜破了毛? 也就无处依附了吗?成语,爱毛返求,由 此故事引申而来 家家爱毛返求仅号比喻本末倒置,贪小师大 爱屋即屋 周武王在功克商朝都城朝歌,建立周朝后 问军师江太公,怎样处置商咒王遗留下来的人 江太公说,我听说,如果爱一个人,就应 奸爱屋上之屋,连带爱他屋上的乌鸦,如果 恨一个人,同时也应憎恨他的随从家丁 咒王 作恶多端,你可以把他的那些部下斩尽杀绝 武王否定了江太公的主张,而根据周公的建议 让那些人回家种田,自谋深路 称语,爱屋即屋,由,兼爱屋上之屋,发展而来 家家爱屋即屋锦号比喻因喜爱某人而连带喜爱 与他有关的人或物 安部当车 战国时,齐国的齐宣王召见尹氏严处 宣 王坐在殿堂上,叫严处上前来 但严处却叫宣 王走到自己身前来,并说,我上前是羡慕权 是,而大王上前是李贤下是 宣王改变态度 说要拜他为师,并让他也和自己一样吃肉成 车 严处谢绝说,我情愿回乡过闲事的隐居 生活,把蔬菜当肉吃,安部已当车,把安 闲得散步当作乘车,洁身自豪,说完就 回去了 安部当车,由此而来 家家安部当车,警号只把缓慢的步行当作坐车 按兵不动 春秋时,靖国执政大夫赵剑子准备攻打 国,先派史莫去国了解情况 史莫去了半年 后才回来 赵剑子问他为什么去这么久 史 莫说,为了谋求利益反而得到害处,这样的 事不如不干 现在国国军很开明 辅佐他的 贤才又很多,国家治理的很好 我们不能轻举 妄动 赵剑子一听,觉得有理,便按兵而 不动,止住军队,暂步行动,等待时机 按,止住 家家按兵不动警号原来只掌握力量而暂步行动 以等待时机 现在也比喻接受任务后不肯行动 按图所记 春秋时,秦国的伯乐很善于鉴别马匹 他 把自己使马的知识和经验写成一本书,叫《香》 马经 书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类马匹 他 儿子熟读这本书后,以为学到了父亲的本领 便拿着《香马经》到处去,按图所记 有次 他见到一只赖哈马,前额刚好与《香马经》上 的好马特征相符,便以为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马上跑去告诉父亲 伯乐知道儿子愚蠢,戏虐 的回答说,这匹马太会跳,不好驾驭 记,好马 家家 家家案图所记警号比喻机械的照班书本质是,不 了解事物的本质 案件商人 春秋时,郑国联合鲁,其两国共同讨伐许 国 在攻打许国都城时,老将尹考书手执大旗 登上城头 青年副将公孙子都眼看尹考书就要 立大公,心怀忌妒,对他暗放一箭,正中背心 尹考书顿时一个跟斗栽下城来 另一副将侠书 尹还以为他是被敌人射死的,马上拾起大旗 继续指挥战斗 最后,政军终于攻破了许国都 城 人们称公孙子都向尹考书放箭是案件商人 家家案件商人警号比喻用阴险的手段暗中攻击 或陷害别人 暗中摸索 唐朝有个叫许敬宗的人,曾官居中书令 他姓秦孤傲,不大看得起别人 虽然结识过许 多人,但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他所敬佩的,所以 转眼间又会把他们给忘了 有人说他记性太坏 许敬宗回答,像你这样的人我当然记不住 但如果碰上何逊留校错沈约蟹跳这类人 我即便是在,暗中摸索,也能把他们分辨清 处,何逊留校错沈约蟹跳军为南朝 著名学者 家家案中摸索警号比喻摸索门禁,探求势力 八仙过海 传说旅动兵等八位神仙去赴西王母的盘桃 会,途经东海,只见巨浪汹涌 旅动兵提一个 自投一样东西到海里,然后各显神通过海 鱼 是铁拐李把拐杖投到水里,自己立在上南过海 寒香子以花篮投水而渡,旅动兵兰彩和张 过老汉中黎曹国舅和仙姑也分别把自己 的销拍板指驴古玉板竹罩投到海里 站在上南竹浪而过 八位神仙都靠自己的神通 渡过了东海 八仙过海,根据这个传说而来 家家八仙过海警号比喻各自有一套办法或本领 去完成任务 跋山举顶 项羽年轻时和叔父项梁一起住在屋中 帝明,他身材魁梧,体力过人,能一下就把痕 众帝顶举过头顶,为众人所探服 后来,项羽 绿楚军与刘邦的汉军联合推翻秦朝统治,开始 楚汉之真 当楚军被汉军团团围困在该下,的 明,十,项羽在营帐中对自己的爱切鱼姬作歌 感叹 歌中第一句就是,立跋山吸气盖世 描绘自己当初的雄威 跋山举顶,根据项羽 的故事概括而来 跋山,跋山跋起 家家跋山举顶锦号形容力大无比 白居过戏 宋太祖赵匡应一次宴请十首信等功臣 当,酒喝到差不多时,赵匡应诉说自己做皇帝后晚 上睡觉都不安稳 十首信等人一听赶紧表示字 己的忠心 宋太祖又说,你们虽然没有异心 但你们的部下会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你们做皇 地的 将领们下得赶紧扣头请罪,要求指点 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人生如,白居过戏 人生短促的就像白色骏马在缝隙前飞跃而过 一样,你们不如多积些钱,到地方上想浮去 于是十首信等都要求解除兵权 加加白居过戏警号比喻时间迅速流逝 白龙渔福 相传,天上有条白龙 一次,他化妆成 于,下凡来到清澈的水中,被一个叫玉且的打 于人射中了眼睛 白龙赶紧逃回天上,向天帝 诉说玉且的罪行 天帝问他,你是在怎样的 情形下被他射伤的 白龙回答,自己化妆成 于在水中游时被射中眼睛的 天帝于是说 于本来就是人们要射杀的 作为打于人,于 且并没有罪 他没有想射杀白龙 并责怪白 龙自己要化妆成于,是就游自取 佳佳白龙于福景号比玉贵人为福出行 白首同归 西境的孙秀曾向富豪十重讨过他的爱妾律 朱,遭拒绝后怀恨在心 十重的好友潘月也很 看不起孙秀,曾当面讥笑过他 孙秀当上中书 令,观明,后,就诬陷十重和潘月谋反作乱 抓来处死 刑场上,潘月想到自己曾赠过十重 一首诗,诗中有一句是,白首同所归,年老 后同时死,想不到现在居然应验了,就对十 重说,我们现在真可以说是,白首同所归 了,白首,白头 佳佳白首同归锦号比玉友谊很深,到老不便 也表示,也表示年老后同时命中 白衣苍狗 唐朝诗人王继友虽然贫穷,但为人正派 劝奋好学 他妻子嫌他没出席,离他而去 鱼 是许多人指指点点,把王继友说的一钱不值 诗人杜甫很为他鸣不平,写了一首题为,可叹 诗 诗中有二句是,天上浮云似白衣 诗须便换位苍狗 意思是说,天上的浮云像 见洁白的衣裳,可是一会儿就变成灰毛狗的样 诗 感叹王继有这样一个好人,被说成那样低 烈 白衣苍狗,由诗中简化而来 家家白衣苍狗仅好比喻世事变幻无常 白鱼入周 商朝末年,周文王积极扩军练兵,又联络 其他诸侯,准备攻伐残忍暴虐的咒王 可是还 没聚兵,周文王就死了 他儿子周武王继位后 律大军伐咒,在黄河梦京渡口过河 当船行至 黄河中央的激流湍急处时 白鱼入王州中 一条白鱼跳入武王乘坐的船里 武王俯身 失去白鱼,用以祭天,认为这是伐灭咒王的吉 照 白鱼入周,由此而来 家家白鱼入周仅好比喻战士必胜的吉祥真照 白鱼轻舍 白鱼轻舍 敌人杰是唐朝人 年轻时曾做过并周法曹 参军,官民 当时他的父母远在河阳,地名 一次敌人节登上太行山,向河阳方向远跳 只见一片白云在天上孤零零的飘浮 他对随行 的人说,吴轻舍其下 意味,他的双清酒 住在那片白云下面 他惆怅的忘了好久,直 到那片白云散去才离开 成语,白云青舍,根 据该故事而来 青,双清 舍,房屋,这里 未居住的意思 家家白云青舍仅好比喻客居他乡,思念父母 百发百众 春秋时,楚国有个建设的很准的人,叫养 游击 一次,他在一百步远的距离射柳树上的叶子,百发百众,围观者连伸叫好 这时 有个过路人说,现在可以教他怎样射箭了 养游击感到奇怪,说,人们都说我射的好 你怎么反而说要教我射箭 过路人说,虽 然你现在百发百众,但是如果不善于休息,呆 悔而疲倦了,就会工之不振,见发不值,一见 都射不忠 所以你还硬 所以你还硬学会善于休息 混战 后来匈奴贵族刘聪攻陷洛阳长安,福 或禁敏帝 消灭了西境 四年,禁皇族司马瑞 在建康重建禁朝,史称东境 北方人未必战乱 分分南迁 圆西境 太子喜马,观明 戒在南 渡长江时,沮丧忧伤的对左右的人说 见到 这茫茫的江水,不经使人,百端交集,谁愿离 开自己的家乡呢? 百端交集,献多做,百 赶交集 家家百赶交集仅耗指各种感触交织在一起 百闻不如一见 西汉时,羌人入侵 汉宣帝召集大臣们商 亮对策,问谁能领兵去抵御 76岁的老将 赵冲国自告奋勇,愿意承担这个任务 当宣帝 向他询问用兵方案时,赵冲国说,百闻不 如一见,听一百次还不如亲自去看一次,等 我去实地调查后再说 于是他通过侦查帝是 和敌秦,定下了派兵囤守,对羌人进行分化 并加以各个急迫的方案,然后向宣帝汇报 这 各方案实施后,羌人就再也猖狂不起来了 家家百闻不如一见 但警号指多闻还不如亲自见到 更可靠 百折不挠 东汉官员乔玄品行端庄,极恶如愁 有次 一伙强盗绑住他十岁的儿子 带进他家,要振 在病中的乔玄立即拿钱赎去 遭到乔玄的怒斥 不多时 官兵包围了乔家 因怕强盗会杀乔玄 的儿子 迟迟不敢动手 这时 乔玄愤怒的喊 道 我难道能因为儿子的生命而放了这火坏 人吗? 催促官兵们赶快动手 人们称赞乔玄 百折不挠 始终保持节操 折,挫折 挖 弯曲 家家百折不挠 警号形容不管经受多少挫折 绝 不屈服退缩 百族之虫 死而不僵 三国中的为国一建立 魏王就广泛征求制 国方案 已巩固其统治 有个叫曹炯的官员权 告慰王要多多招用人才 培植势力 这样才可 已在突然的变故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曹炯 曹炯海比 欲说 百族之虫 致死不僵 以拂之者众也 意思是说 有一百只脚的虫子 死了以后很 长时间不会倒下 这是由于支撑他的脚很多 所以魏王也应取得众多的支持者 百族之虫 致死不僵 现用作 百族之虫 死而不僵 僵 这里指倒下 家家百族之虫 死而不僵 警号比喻有权式的人 或集团即使垮了 也仍然留有势力和影响 败军之将 楚汉之真实 汉军大将韩信打垮魏王报后 继续向东宫打头 靠储君的赵王歇 但他们必须 经过一个较紧行的狭窄山口 赵王的谋臣李左 车向赵王献记说 紧行道路狭窄 汉军的资 重一定拉在后面 我如果带一部分军队 抄小 路去截断他们的资重 就会使他们应失去不给 而败走 可是赵王没采纳李左车的计策 寒 信公克赵后 向作为俘虏的李左车请教一些问 提 李左车谦虚的推辞说 作为 拜军之将 我怎么可以教导你呢 家家败军之将警号指打了败仗的将军 班经道顾 春秋时 楚国的武参与蔡国的子朝是好友 他们的儿子武举和申子也从小结下友谊 后来 武举娶了王子墓的女儿为妻 当王子墓获罪逃 王后 有人诬告是武举帮助岳父逃走的 面对 官兵的追捕 武举只好离开楚国 准备投奔进 国 在镇国郊野 他偶然碰见了生子 两人喜 出望外 班经相遇时 而言覆顾 坐在铺 开的金条上 一边吃东西一边商谈武举回国的 是 后来金生子的帮助 武举回到了楚国 班经道顾 距此而来 班 铺开 家家班经道顾锦浩比喻朋友在异地重逢 共序 旧情 班门弄斧 唐代大诗人李白死后被埋在采石基的 名 以后 无数文人默刻前去平调 在他目 上提闷了诗句 明朝竟是没知幻见到这一情形 后 感到这些提诗的人太不自量力 于是就在 这些诗句后免提诗讽刺说 彩石江边一堆土 李白诗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 鲁班门前 弄大福 意思是说 人们在大诗人李白的墓 前提诗 真好比在著名工匠鲁班门前卖弄大福 一样 家家班门弄府警号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 半部论语至天下 宋朝大臣赵敬学问较浅任宰相后 每天 回家都关门读论语 第二天处理正式应付 自如 人们说他是靠了半部论语的学问 宋太宗赵匡义就此事问赵敬 赵敬直言不讳的 说 就我现在的学识程度来讲 确实没能超 初 论语 以前我靠半部论语辅佐太祖 平定天下 今天我想用半部论语辅佐陛下 来治理天下 因为 论语中的话是天下的智 李明言 他死后 人们在他的箱子里找到了 二十篇 论语 家家半部论语至天下 警号意味掌握半部论语 就能治理国家 放人门户 宋代的苏氏曾写过这样一则预言 有户人 家一俗在门上悬挂 陶福 在陶木板上写上 神明 又在大门的横幕上挂起 爱人 用 爱薅扎成人形 以压邪驱毒 一天 陶福抬头 对爱人破口大骂 你这种草包 居然敢在我 的上头 爱人回敬道 你一半截入土了 还真什么高下 双方争吵不休 这时一旁的 门神调解说 我们没用 才 放人门户 衣附在别人门户上 还有什么空闲来 争这口 气呢 家家傍人门户 警号比喻依赖他人 不能自立 暴残首缺 西汉的流星在教勘群书中 发现了春秋 佐世传等古文经书 他很高兴 建议汉哀底 设立古文经学学馆 却遭到一些博士的反对 刘兴为此向主管博士的太长 官民写了封信 指出 历代以来 由于朝廷禁止私人藏书 使学术濒临绝境 也使得博士们 抱残首缺 墨首残缺不全的一点古籍 不能探求真正 的学问 流星的意见引起了博士们的怨恨 他 只能到外地去做官 家家暴残首缺警号形容思想保守 不愿接受心事 五 暴心救火 战国后期 日益强大的秦国接连攻打魏国 魏王采取退让求和的政策 给秦国占去了许多 土地 当秦国 当秦国再次向魏国出兵 直逼魏都大梁 十 魏江断干子劝魏王把南阳 帝明 也割让 给秦国 以求取和平 魏江断 谋士苏代劝阻说 把地 割让给秦国 就好比 暴心救火 拿着柴草 去灭火 柴不烧完 火也不会灭 魏国的的 不割完 秦国的进犯就不会停止 只有联合别 国抗秦才是真正的出路 但魏王还是割让了男 杨 几十年后 秦国消灭了魏国 家家暴心救火警号比喻用错误的方法消除灾害 反而使灾害扩大 暴死流皮 王燕章为五代后梁的招讨使 关明 他 骁勇有力 善使铁枪 被人称作 王铁枪 当后唐军队进攻衍周时 后梁皇帝朱天派王燕 张前去迎战 结果因兵少战败 他绿部下羽塘 军奋力死战 激战中 王燕章被朔刺中 受伤 被扶 后唐皇帝李存续见他勇猛顽强 想让他 为自己效力 王燕章宁死不屈的说 俗话说 暴死流皮 忍死流明 我如果早上喂良儿 晚上喂糖 还有什么脸见天下人 家家 家家暴死刘皮锦浩指暴死了 皮刘在世上 饼 欲人死后刘美鸣于世 暴虎平和 春秋时的孔子有个叫子鹿的学生 身强体 壮为人鲁莽 他见孔子不大赏识自己 而喜 欢聪明肯学的言回 心中有些不服气 一次 子鹿问孔子 如果让你统帅三军 你会选谁 做助手呢 孔子知道子鹿想表现自己的勇武 就回答说 我不会选用那种喜欢 抱虎平和 空手搏虎徒步过河 的冒险者 我要的 是玉是谨慎善于思考能保证成功的人 后来子鹿果然因茂实 在国丧了命 抱虎 空手搏虎 风 舍 家家抱虎平和锦号比喻有勇无谋 冒险行事 杯公舍影 近代的乐广 有一次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 酒 这位朋友端起酒杯正要喝时 隐隐约约看 到酒中有蛇 他一阵恶心 还是勉强把酒喝了 下去 但回家就病倒了 乐广听说后 想到家 里墙壁上挂有一张图七的脚弓 估计所谓杯中 蛇 一定是脚弓的影子 于是 乐广再请那位 朋友来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请他吃酒 朋友 果然又见到蛇影 乐广指着脚弓给他看 朋友 如是重负 并也马上好了 可 家家被公蛇影警号比喻 因疑虑而引起惊恐担忧 被臣戒一 春秋时 禁鲁三国联军在禁军主将 细克的率领下 将前来进攻的齐军打得大败儿 逃 齐请公派大臣国左前去禁军求和 当细克 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时 国左言辞回绝说 禁国如果成兴想和谈 齐国愿意进献保育并 归还所侵占的鲁徒弟 如果你们趁机无礼 要挟 我们就只好被臣戒一 被向本国 都臣以仗最后一仗来决胜负 了 在路 两国将领孙行妇和孙良夫的劝解下 细克罪 后同意按齐国的要求签订合约 家家被臣戒一警号 现在犯指与敌人做最后决 战 逼上梁山 古典小说 《水虎》描写了宋朝末年的一次 农民起义 里面许多起义军头都是被官撫逼的 走投无路才投奔梁山这个起义军根据的的 有 各教领的人 武艺高强 为人正直 原在关 辅任八十万进军教头 但当权的高求父子为了 霸占他的妻子 三番几次的陷害他 派人暗杀 他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林莎死了前来杀 他的人 这时他又得知自己的妻子已自杀了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被迫上了梁山 家家逼上梁山警号比喻被迫进行反抗或做某事 必走千金 三国时 魏国的曹丕对文坛提出了自己读 道的见地 他在 典论论文 中说 自古 以来文人之间就相互轻视 如东汉的班固和 覆益水平差不多 但班固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却 说 傅义凭着写文章 当上蓝台令时 实际 上他的文章冗长拖沓 曹丕还指出 文人们 不顾文章的风格体材多样的事实 总认为自己 所写的才是好的 就像俗话说的 家有必走 想知千金 即使自己家里的扫帚是破的 也 把他看作千金想用 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家有必走 想知千金 现简化为 必走千金 家家必走千金 仅好比喻对自己的作品极为珍惜 亦比喻将自己不好的东西视为珍宝 碧露蓝旅 春秋时 楚庄王帅军攻打正国 正相攻击 盲派代辅黄须去向晋国求援 黄树对晋军将领 说 说 现在的储军 因为打了几次胜仗 骄傲 敌 如果禁军出击 一定可以打败储军 中 军副帅先胡同意攻打储军 下军副帅鸾书反对 说 楚庄王天天用内忧外患告诫人民 又用 楚国先军们 碧露蓝旅 以起山林 坐柴车 穿破衣去开辟山林 的精神去激励百姓奋发 突强 所以他们并没骄傲自大 结果禁军在 与储军交战中 果然被储军击败 碧露 柴车 蓝旅 破衣服 佳佳碧露蓝旅 警号比喻创业艰辛 碧露蓝旅 东汉末年的刘备被曹操击败后 依附荆周 刘表一住旧事数年 一天上厕所时 他发现 自己的碧肉 大腿里侧的肉 又长得丰满起来 了不禁感叹刘泪 回客厅后 刘表惊奇的问 其原因 刘备说 以前我身体不离马鞍 比肉都已消退 现在长久不骑马 致使这些肉有 重新尝出来了 光阴似箭 我渐渐老去 而攻 夜无尘 叫我怎能不伤心呢 碧肉附身 距此而来 佳佳壁肉附身景号 比喻久除安逸 壮志未愁 想有所作为 鞭长莫及 春秋时 楚国大夫 身无谓出使其国 途经 宋国时 因没事先戒道 被宋人杀了 楚庄王 听到这个消息很气愤 马上率军攻打宋国 宋 国相晋国求援 晋景公决定出兵就宋 大夫 官民 博宗认为 不行 他劝晋景公说 楚国阵 在强盛时期 我们不能与他争战 俗话说 虽鞭之长 不及马腹 鞭子虽然长 但不硬 该打在马腹上 因为马腹不是鞭子可打的 地方 楚国也不是可以攻打的对象 静景公于 市庭指出兵 鞭长莫吉 由 随鞭之长 不 及马腹 演化而来 家家鞭长莫吉 仅耗指力量达不到 便申走业 东汉末年的刘备 娶了东吴孙权的妹妹魏妻 孙夫人敏捷刚猛 身边有百余鸣碧女职刀户 使刘备常怀戒备之心 身怕 身便于走业之下 在走业这样静的地方 发生变乱 后来刘备 听从法阵的劝说 占取蜀的 于是任命法阵位 蜀郡太守 有 当法阵滥用权势 骄恨四行时 有 人劝诸葛亮上奏刘备 抑制一下法阵的权势 诸葛亮说 刘备能有今天这样的新局面 权 亏了法阵 怎么抑制得了他呢 身便于走 夜之下 后简化位 便申走业 走业 割之 窝 家家变身走业警号 比喻变乱发生在内部或身边 标新立异 东晋时 人们都认为庄子 逍遥游 中的 思想内容是难以琢磨的 许多有时知识明思苦 想 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超出郭向向秀的见解 有个教之道灵的和尚在白马寺和人谈起 逍遥 由 居然能 标新里于二家之表 利益异于 仲贤之外 他的见解和郭向向秀及仲贤人 的见解不一样 是人们所没有体会到的 于 是大家都引用他的见解了 标新立异 由 标新里于二家之表 利益异于仲贤之外 简 化而来 家家标新立异仅号原来只读创新意 利论与人 不同 现在常常只提出新其主张 或创造初心 其是样 别开神面 唐太宗为表彰二十四位开国功臣 命人在 林烟阁内画上他们的肖像 八九十年后 到唐 玄宗里隆基时 这些原来栩栩如生的画像以色 则暗淡 李隆基听说曹操的后裔曹霸擅长画人 物和马匹 李隆基 就命他让这些画复原 经过曹霸的 精心创作描摹 肖像画果然重放光彩 李隆基 因此封他为佐武将军 杜甫后来赠给曹霸一 首诗 其中有两句是 林烟功臣少颜色 将军 下笔开生面 成语 别开生面 据此发展 而来 家家别开生面 仅好比喻令创新的风格和局面 别无常物 东晋时的王公虽然做过前将军次力等大 官 但生活简朴 一次 他从盛产竹子的会基 回到国都健康 朋友王晨去看望他 见他做的 大主席非常美观舒适 就说 你从盛产竹子 的地方回来 这样的主席一定不少 送给我一 令吧 王公点点头 派人把那领唯一的主席 送去 而自己只好坐在草席上读书吃饭 王晨 知道实情后 非常惊讶和抱歉 王公回答说 你还不了解我 工作人无常物 我王公 在生活上没有多余的东西 常 多余 家家别无常物仅好形容生活穷困 一无所有 冰至如归 春秋时 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出史晋国 被 留在简陋的宾馆里 得不到晋平宫的接见 此 产见宾馆的门太矮小 就吩咐随从 把墙门拆掉 让自己满载礼物的马车进去 晋国大夫是文博 见状则怪子产 子产首先解释 拆墙门是为了宝 藏这些献给晋平宫的礼物 然后提到以前 晋文 工对宾客的态度 宾馆豪华宽敞 服务很周到 使宾客们有 冰至如归的感觉 来宾总是很 快能受到接见 是文博霸子产的话 回报给晋平 工和执政大臣赵文子 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 并马上以隆重的礼节 接待子产 家家兵至如归 仅好一位客人 到了这里 就向回 到自己家中 形容代客殷勤 周到 兵不写任 东径屯齐校尉 官名郭墨英个人恩怨 诬陷并杀害了平南将军刘印 将领陶侃文训上 书朝廷 要求讨伐郭墨 占据江州的郭墨听说 英勇善战的陶侃正帅 军前来荒作一团 打算 撤离 可是江州已被团团围住 盼江宋侯看到 大士已去 就抓住郭墨 打开城门 向陶侃头 降 结果 陶侃 兵不写任 兵器上没有沾 写 就结束了这场战斗 家家兵不写任 警号只为金交锋就取得胜利 兵不厌诈 东汉时 驻守五兜的于许带了几千人马到 甘肃境内去跟枪人作战 行军路上 他命令是 兵们每天增修炉灶 足足修了数万个 有人问 他为什么这样做 允许说 兵不厌全 用兵打仗要善师计谋 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迷 或敌人 以为我们天天增加兵源 这样虽然 他们的军队比我们多 也不敢来追击我们 枪人果然中计 允许取得了胜利 兵不厌全 多用作 兵不厌诈 家家兵不厌诈 警号只用兵打仗时不以欺骗为过 要尽可能的采用计谋迷惑敌人 兵贵神速 五代十国时的后唐打败了来犯的后梁军队 并俘获将领王燕章 战斗一结束 后唐皇帝里 存续就召集大臣们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 有人 主张成圣攻打后梁都城开封 也有人认为后梁 主将断宁的军队还在黄河以北 不应轻易发兵 大将李四元认为 兵贵神速 如果迅速攻 打开封 断宁会来不及度黄河前去援救的 李存旭根据这个意见 带领军队迅速攻占开封 俘获后梁的朝廷官员 断宁也因此率军投降 后唐之用五天时间就一举消灭了后梁 家家冰柜神速警号只用冰柜在行动特别迅速 病入膏肓 春秋时 静井公得病 在秦国明医缓道来 以前 井公梦见两个小人在谈话 一个说 明医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另一个说 我们躲到横隔膜上两心脏下面的那个部位 去 他就对我们没办法了 明医缓探了病后 说 病根已在 荒之上高之下 真久和 药力都急不到了 井公一听 很佩服他的高 明 不久 静井公便死去 病入膏肓 由此 故事概括而来 家家病入膏肓 井号形容病是严重无法医治 一比喻事态严重 无法挽救 波云赌日 冠位晋朝的上书令 一次 他见太子舍 人 官名 乐广在与一些民事交谈中 出言部 凡 美妙高超 感到很惊喜 于是称赞乐广说 自从那些闲人死后 我常担心高妙的言论会 因此绝机 想不到今天又从你的嘴里听到了 他还让本家子弟多去拜访乐广 听听他的教会 因为乐广像一面洁净的镜子 看问题清明 使 人有 披云雾而赌青天 拨开云雾看到青天 知感 拨云赌日 由此演化而来 家家拨云赌日 井号指拨开云雾见到太阳 比喻 冲破障碍见到光明 柏乐相马 春秋时的孙杨应有一副识别千里马的好眼 力 被人们称为 伯乐 神话中掌管天马的 行明 一次 他在路上遇见一匹套在车上的 马 累得浑身冒汗 趴在地上喘气 踏实出这 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 十分心痛 赶快脱下字 挤的衣裳披在马背上 这马像是懂得伯乐的心 秦一样 伸伸腿打个响鼻 然后移纵身站立起 来 仰天长思 后来唐代文学家寒玉感叹道 是有伯乐 而后有千里马 意思是说虽然 千里马常有 但只有伯乐见别出了 人们才会 知道这是千里马 家家伯乐乡马 仅号比喻善于识别人才 爱惜人才 博而不惊 东汉的郑重 从小跟父亲学习儒家经典 竹 剑队 佐世春秋 等书有一定的研究 他在座 官后 利用空余时间写了一本 佐世春秋著 和另一位精学家贾奎的 佐世春秋著 一起授 道学者们的好评 精学大师马荣也曾想为 佐 是春秋做著 但他在读了贾奎郑重的著作 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评价说 贾奎的注精 而不薄 正重的注 薄而不精 如果他们能 做到既精又薄 我就无法超过他们了 家家薄而不精 仅号只学识广 薄而不精通 博士买驴 从前 有位熟读经书的博士 自以为学问 高深 喜欢到处卖弄 一天他去集市上买驴 按当时习惯 买主印写一张劝句给博士 但那 驴质 各驴贩子不识字 这正给了博士一个卖弄的鸡 会 他铺开纸 占宝墨 摇头晃脑地边写边念 起来 谁知一连写了三大章 还没写到一个 驴字 竟是废话 驴贩子不耐烦地说 你只要简简单单的把我卖驴子的时间地点 和价钱写上不就行了吗 根据这个故事 人 们概括了成语 博士买驴 佳佳博士买驴锦号比喻写文章废话连篇 不得 要令 补咒补业 春秋时 陈国公子敬重未必或逃到齐国 齐桓公很敬重他 封他为管理工匠的大臣 一 四 桓公到敬重家喝酒聊天 越喝越高兴 眼 看天黑了 桓公让敬重点起灯来继续喝 敬重 晚颜劝指道 晨补齐咒 未补齐夜 不敢 意味 对齐桓公白天喝酒 他已占补过了 是 吉利的 但夜晚喝酒没占补 恐怕不吉利 所 已还是别喝了 补咒补业 据此简化而来 补 占补 家家补咒补业 仅好形容 艳乐无度 晝夜相继 补天玉日 古代神话传说 远古时代 水神贡公被火 神助戎战败后 一头把晴天大柱布周山撞断了 于是天塌了一大块 大地也裂开来 女神女蛙 捡了些五色石头融化后补天 又结下大鳖的寺 调退把天之撑住 又有神话传说 太阳女神兮 和和十个儿子每天轮流在天空值班 西和常待 儿子们到甘冤去洗澡 让明镜的甘冤水把这些 太阳闷喜得明明亮亮 补天玉日 由这两个 神话传说而来 家家补天玉日 仅好比喻极大的功勋 不变书卖 春秋时 尽力功宠信大臣虚同 让他执掌 了朝政大权 晋国贵族鸾书中 行演经过策划 派人杀了虚同和晋力功 按规定 他们应立孙 周子的哥哥为国君 但他愚笨无知 不能辩 书卖分不清农作物 当不了国君 所以 鸾书等人盈利了十四岁的孙周子继位 沉浸到宫 贵族大夫们见孙周子年纪虽小 却很有见识 都很幸福 书 逗类 家家不辩书卖锦号形容愚昧无知 不称之徒 春秋时 郑国大臣子四杀死国君西公 隐 起一些贵族的仇恨 想起兵讨伐子四 子四发 决对方的意图 先下手把他们杀了 从而掌握 郑国大权 后来子四再重新划分大夫们的封地 十 又倾夺了司氏 赌氏侯氏子施氏等贵 族的田地 和他们结下冤仇 这些贵族们就 聚群不逞之人 聚集了一伙心怀不满的人 又联合以前被子四杀死的贵族与党闯进 宫中杀死了子四 不逞之徒与不逞之人 同 家家不逞之徒仅耗指心怀不满的人 不耻下问 春秋时 魏国大夫孔宇死后得到了一个 文的称号 孔子的学生子贡对此有疑问 就去问孔子说 孔宇为什么会被称为文 呢? 孔子回答 他资质聪明 又好学上 静 不耻下问 向学问地位比自己低的 人请教也并不感到可耻 所以被称作文 家家不耻下问 警号指不一向地位学识较低的人 请教位耻辱 不得要领 西汉朝廷德西西北方的乐士族对匈奴有强 烈的仇恨情绪便派张迁去联合乐士一起攻打 匈奴 张迁在旅途上被匈奴人捉住 扣留了十 多年 他时时不忘朝廷交给他的使命 终于设 法逃了出来 继续往西走 途经大碗康居 最后到达乐士 但这时的乐士族四经在大下国 安居下来 没有报复匈奴的念头了 张迁迁兴 万苦找到乐士族 最后还是 不得乐士要领 家家不得要领 警号指没有掌握要点和关键 不敢越雷池一步 东晋明帝时 皇后的兄弟羽亮是个朝廷中 的实权人物 他曾派一个叫温乔的将军去驻守 江州 当苏郡和祖约起兵反叛朝廷时 温乔想 带兵离开江州去保京都 羽亮得知这一消息 后马上写信给温乔说 我担心的是西边防 县 所以请你不要越过雷池一步 鼓雷水 流至安徽望江县东面 积水沉池 称雷池 家家不敢越雷池一步 警号比喻不于越一定的范围 或界县 不寒而栗 西汉五帝时有个教义众的官员 凶狠残暴 手段毒辣 后来 他调任做定乡太守 上任地 一天就对监狱中二百多犯人加重处罚 同时 他还把前来看监的二百多名犯人的亲友也全部 抓起来审讯 给他们按上 替犯人解脱刑拒 的罪名 关进监牢 然后 又把这四百多人一 同杀死 消息传来 全郡百姓听了 不寒而栗 身上并不寒冷也发起陡来 人人自为 佳佳不寒而栗井浩形容极其恐惧 不禁而走 东汉末年 孔荣的好友盛孝章住在江东 不为孙策所喜 孔荣怕他被杀害便写信给曹 曹 劝他招用盛孝章 信中提醒曹操 如果要 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就需广泛招揽贤 诸 欲没有敬也会来到人们手里 是因为人们喜爱 他们 而贤财是有敬的 如果尊重他们 他们 更会来了 敬小腿 家家不敬而走 警号比喻不带张扬就迅速流传 不堪回首 五代南唐皇帝李玉 是称李后主 陈勉 于奢侈祥乐 当宋太祖赵匡应的军队南下包围 南唐都城精灵时 李玉还陶醉在歌舞声色中 结果自己也作为俘虏 被押送至开封 受到百 般侮辱 一个初春的夜晚 他看到明月当空 哀愁痛苦顿时涌上心头 第二天写了手 于美 人 表达了他对雇国及家庭生活的怀念 其中有两句是 小楼昨夜又东风 雇国不堪 回首月明中 堪 可以忍受 回首 回顾 家家不堪回首 仅好意味回忆往事 使人痛苦难忍 不可多的 东汉末年的迷痕性秦刚直 文才很好 孔 荣相汉县帝推荐迷痕 称赞他天资聪明才能 超群 是不可多的的人才 执掌朝廷大权 的曹操因此召见迷痕 但迷痕很灭是曹操 谈 画间多有讥讽 曹操怀恨在心 用戒刀杀人之 即把迷痕送到性情暴烈的江夏太守皇祖处 一次 黄祖在大船上宴请宾客 迷痕和黄祖顶 撞了起来 被黄祖拉下船处死 十年二十六岁 家家不可不多 警号形容稀少 难得 不可救药 西周初期 周立王残暴无道 引起百姓的 咒骂 连一些大臣也对他很不满意 为此 周 立王派亲信去监视 凡见有议论他的人 都抓 来杀死 有个叫凡驳的大臣 写了守教版 的诗向立王敬见 诗中写道 周立王坏事做的 太多了 就如同形成炽热的火势 不可救药 无法挽救 周立王一意孤行 民众忍无可 忍,起来反抗他 迫使他逃往外地 家家不可救药 警号形容无法挽救 不可同日而语 战国后期 日渐强大的秦国 对齐赵等六 国构成了威胁 纵横加苏秦到赵国游说赵王连 和其他国家共同抗秦 苏秦说 六国的土地比 秦国大五倍 军队比秦国多十倍 联合起来玩 全可以击败秦国 为什么要向秦国求和称臣呢? 打败别人与被别人打败 别人向自己称臣和字 己向别人称臣 岂可同日而言之灾 难道 可以放在同一天里相提并论吗? 意味着是截然 不同的两回事 赵王同意了苏秦的主张 岂可同日而言 现在写位 不可同日而语 家家不可同日而语 警号形容无法相提并论 一样 看待 不明以前 西汉文帝刘环做了个梦 一个头戴黄帽的 人在自己脚下一推 使自己登入天堂 第二天 他看到船夫邓通和梦中推他的人一模一样 九 封之为尚大夫 并把一座铜山赏给他 准他自 挤柱前使用 邓通感激不尽 他看到文帝背部 尝了个独庸 就用自己的嘴去瞬息浓血 后来 太子刘起即位成汉井帝 撤了邓通的官职 并 以偷住 钱币之罪 超没了邓通的全部家产 邓通 四处流亡 不明以前 一个钱也没有 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 明、战友 家家不明以前 警号形容极其穷困 不宁为事 春秋时 楚国公子为同郑国一位女子定了 亲 迎亲时 为带了许多兵前往 想沉积偷袭 郑国 郑国人见此情形 不让他们进城 叫他 门在城外举行婚礼 为的随从强词夺礼说 不 让禁城是侮辱他们楚国 不宁为事 又是为 蒙其先君 意思是 不只是如此 还使为妻 骗了他的祖先 因为为来前世纪了祖宗的 郑国人一针见血的说 你们带兵入城 不安 好心 最后让楚国人空手禁城举行婚礼 家家不宁为是锦号意味不仅如此 不求圣解 东静文学家陶渊明自小家静清平全家靠 一点微薄的天产维持生计 陈年后 他几次外 出座官 又应不满于官场的黑暗腐败而几次辞 官回家 他不贪求荣华富贵 乐于过清净贤士 的田园生活 根作之余 勤奋读书 陶渊明读 书 重点在于把握文章要指 不刻意于咬文嚼 字 自称为好读书 不求圣解 每当读到 会心处 他会高兴得把吃饭都忘了 他的人品 和诗文为后人所传颂 家家不求圣解 尽好只读书只领会精神 不再字句 尚多花功夫 一形容只求懂个大概 不求深入 理解 不屈不挠 西汉城第十 京城长安遥传洪水将要袭来 官兵们争相逃命 城里一片混乱 陈帝的舅父 大将军王奉下得赶紧劝陈帝躲到船上去 并 叫其他人也上城楼避水 陈向王商竭力劝阻 认为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 忙于逃命 指 会使人心更加慌乱 后来经过查时 所谓洪水 纯属谣传 陈帝因此称赞王商 批评王奉 王 奉对王商怀恨在心 多次在陈帝面前污产 时 陈帝罢免了王商的成像职务 使学家班固在 汉书 上评论王商是因为 不饶 弯曲 不驱 屈服 而丢的关 不饶不驱 现用作 不驱不挠 家家不驱不挠 警号指在困难或恶势力面前不驱 扶 不低头 不入狐穴 烟的胡子 东汉时的班超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域 先到 善善国商定邦交 这时 匈奴国也派密使来到 善善对此进行破坏 班超察觉到这个情况后 认为 认为 必须消灭掉这些人 并比方说 不入狐 血 不得胡子 不进老虎洞 就得不到小 老虎 当夜他就带了一些壮士 攻入匈奴行 赢 杀死匈奴密使和随从 第二天 他再去与 善善国王谈判 终于完成了使命 不入狐穴 不得胡子 常用作 不入狐穴 焉得胡子 家家不入狐穴 焉得胡子 仅好比喻只有赢着困 难 才能获得成功 不胜了了 东汉末年的孔荣相传是孔子的二十世孙 他十几岁时以亲戚名义去求见河南太守李园李 李园李见孔荣后问他与自己有什么亲戚关系 孔荣回答说 我的祖先孔秋 孔子 曾请教 过你的祖先李儿 老子 因此我们两家还是 世交呢 在场的人都为这小孩能说出这样的 话来感到惊奇 中大夫 官名 陈伟静来听说 此事后 随口说 小时寥寥 大魏必佳 义未 小时候聪明 长大了不一定怎么样 孔荣马上反驳说 你小时候一定很聪明吧 寥寥 清楚 明白 家家不慎寥寥 警号义未不太了解 不很明白 不识实物 东汉末年 明是孔荣是财奥物 经常讥讽 反对曹操 他写信嘲笑曹操公打乌环平定 编证之乱 写文反对曹操提出的禁酒上捡得深 活作风 曹操很恼火 又因为孔荣名气较大 不便下手处罚他 后来曹操当上了汉宪帝的大 将军及丞相 实际上操红了中央政权 孔荣不 满于曹操的篡位 又百般反对 曹操终于借故 将孔荣满门抄斩 东汉的巡悦在编著 汉祭 石称孔荣的行为 不识时务 家家不识时务 警号指认不清形式和时代潮流 不识之无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给诗人圆整的信中曾讲 到自己小时候的事 信中说他还只有六、七 各月时 如母常抱着他在书屏前玩 有人指着 书屏上的 知、无、两字交他认 幼小的 白居易虽然嘴上还不会说话 但心中已记住了 这两个字 当人们在问他 知、何、无、时 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指出来 根据白居易幼小 旧时、知、无、的故事 人们创造了成语 不识之无 家家不识之无 警号形容一字不识或识字不多 不贪未宝 春秋时 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宝玉 拿来 献给正清、官民、子汉、子汉谢绝了 献玉者 说 玉公看过这块玉 实为是宝玉 所以我 才敢拿来献给你 子汉回答 你把这块玉 当成宝物 而我 以不贪未宝 把连结不贪 当成自己的宝物 如果你把宝玉送我 那大 家都丧失了自己的宝物 献玉者又怕自己收 藏宝玉会带来灾祸 子汉就把他安置在自己家 离 让玉公把宝玉加工雕琢后卖出去 使献玉 者富有了 再让他回家 家家不贪未宝警号表示作风连结 不贪取财物 不为五豆米折腰 东晋诗人陶渊明生前曾几次做官 因为对 官场的腐败看不惯而几次辞官 他四十一岁时 在江西彭泽当县令 任职才几十天 郡里派了 各都游 官明 来视察 县里的小官室告诉陶 冤明 要穿上官服 公公静静的去迎接都游 陶 冤明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愤愤的说 无不能为五豆米折腰 全全是乡里小人邪 意味 我不能为了这县令的五豆米官奉 九 去弯腰侍奉这种无名小辈 然后辞官回家 到乡里隐居去了 家家不为五豆米折腰 警号比喻清高 有骨气 不学无术 宋代的寇准当上宰相以后 张勇曾经评论 他说 寇宫是个人才 可惜在学术方面还浅 缺一些 后来两人相会 寇准说 你总 该向我提点意见吧 张勇呆了一下 然后说 霍光传 不可不独 寇准不懂他的意思 等他走后 取 汉书 或光传 来读 读到或 光 不学无术 时 哈哈大笑说 张勇批评 我的原来是这个 两个人 一个善于提意见 一个勇于接受意见 寇准终于成为一代名臣 家家不学无数警号 只缺乏学问和本领 不遗余力 战国时 秦国公兆 花了三年时间 才把 长平 地名 攻下 要继续进攻就没有力量了 只好撤兵回国 但要照国宪出六座臣 作为将 和条件 有个叫楼缓的人从秦国来见赵王 说 秦国如何如何强大 劝赵王哥臣求和 而赵国 大臣于清则劝阻赵王说 秦国公打赵国 以 不遗余力 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力量 是 在打的精疲力竭之后才回去的 所以不应把秦 国全力进攻都没能攻下的六座臣送给他 家家不遗余力竭号只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 一点都不保留 不翼而非 战国时 秦将旺姬为公赵国都城邯郸一 连十七个月都没能攻下来 这时 有个叫庄的 人劝王姬多奖励不下 王姬傲慢的说 我执 行大王的命令 不用你插嘴 庄生气的说 要知道 众人的力量是很大的 众口所疑 无翼而非 意思是说 如果大家嘴里都传播 一个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没有翅膀也会到处飞 行 传得很快 但王姬还是不听劝告 后来 兵士们由于生活越来越困苦 起来作乱 晴昭 王了解情况后 把王姬杀了 家家不易而非 警号比喻言论消息传播迅速或 东西突然丢失 不应人热 汉朝有个叫梁红的人 性格清高孤僻 喜 欢独来独网 从不和别人一块吃饭 他年轻时 在太学念书 同学生火做完饭后 看看火还旺 锅子正热着 就招呼他赶快趁热做饭 谁知凉 红说 我凉红 不应人热 意思是说 我不是一个依靠别人热锅的人 家家不应人热 警号比喻不依赖别人 不远千里 战国时 思想家孟子到处推行自己的 人 正 思想 呼吁各国统治者施行 人正 以 获得民心来统一天下 他听说梁慧王在招纳贤 是 就长途跋涉 从邹国赶往梁国 慧王对梁 子说老人家 你 不远千里 不以千里 未远 而来 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好办法吗 孟子答道 大王何必奖励呢 只要奖人一旧 可以了 家家不远千里 警号形容不怕路途遥远 不知所云 三国中的蜀主刘备在临终之际 把儿子刘 蝉托给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全力辅佐刘蝉 他 通过对外与东吴恢复联盟 对内发展深产训 练军队等策略 使蜀国重新振作起来 然后南 真一族酋长孟霍 七情七纵 使孟霍甘心称臣 接着 诸葛亮又决定亲自率军拔尾 临行前 他给流缠上了一道 出师表 对智数提出许 多忠告 同时也表明自己的忠心 他在最后写 道 我因为要远行 所以流着眼泪写了这份 奏表 不知所云 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时 摩 家家不知所云 仅好原来未自签词 后来只语无 轮次令人难懂 不自量力 春秋时 弱小的习国与较大的正国相邻 依次两国发生争执 当时习国国军不仅不承认自己 的错误 反而出兵侵略正国 结果被正国军队 打得大败 当时 有箭矢的人就认为习国不仅 无力 而且还 不量力 不能正确估量自己 的力量 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 果然 没有 多久 习国就被楚国灭亡了 家家不自量力 警号 只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不翻无恙 靖朝的英仲勘任荆州赐使时 属下官员 顾凯之请驾东归 想借一条帆船 英仲勘破例 借给他一条官船 帆船行至华绒陷境内的破种 周十 狂风大作 顾凯之等人死里逃生 顾凯 之为此写信给英仲勘说 我们在破种这个的 方 破种而出 逃出坟墓 现都已脱险 不翻无恙 翻船无损伤 旅客平安 家家不翻无恙 警号指船行无事 旅途平安 才高八斗 南朝宋时的谢灵运出身于东晋大士族 身 活豪华 性情狂放 他做官时不爱理政物 长 纵情于山水之间 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山水诗 宋文帝时他被召至京城任秘书间 官名 成为宋文帝的文学侍从 谢灵运自负的说 如 我天下的才共有一时的话 那么 曹子健 为 时的曹子 独得八斗 我得一斗 天下共分一 斗 谢灵运后来由于狂放任性 以谋逆罪被 冲军广州最后被处死 家家才高八斗锦号比喻人的文才极高 沧海桑田 传说东汉仙人王芳萍在门徒蔡经家见到了 仙女麻姑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妹妹 她早年在 姑于山修行得道千百年过去了 长得仁如石 八九岁的姑娘 头顶盘着法际 与法锤制妖际 身上的衣服光彩夺目 大家举杯欢宴 麻姑说 我自从得到天命以来 已经三次见到东海边 为桑田 这次去仙山蓬来 见海水比以前浅了 许多 大概又快要变成陆地丘陵了吧 王芳 平笑着说 难怪圣人说海中行陆都会扬起灰 成 加加加沧海 桑田仅号指大海变成桑田 桑田变成大 海 比喻世事变化很大 沧海疑速 北宗 北宗的苏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 被贬至黄 周当团练副使 关明 黄周靠近赤壁 不是 赤壁之战的赤壁 苏世在第一次有赏赤壁后 写了篇有名的前赤壁附 附中 苏世表达 了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思考 他认为 人生活 在永恒的天地间 渺小的如同 沧海疑速 大海中的一粒小米 生命短促的如同只能活 几小时的浮游 所以 一切功名都是空的 一代豪杰曹操也不免落的死亡的 结局 家家沧海疑速警号比喻非常渺小 藏购那屋 春秋时 宋国杀死了过路的楚国使者 楚 君因此前去攻打宋国 宋国急忙向晋国求救 晋晋公认为有求不应是耻辱 打算出兵援救 但他的大臣伯宗却认为 楚国正在强盛时期 晋 国不应与他对抗 他对晋晋公说 既然 穿则 那屋 山手藏籍 将何湖泊能容那屋浊的 东西 山林草则可以隐藏独虫 当国君的也 就应该容忍一时的屈辱 不该一步就送未迟 晋晋公于是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藏购那屋 由 川泽那屋 山手藏籍 演变而来 家家藏购那屋 警号比喻包容坏人坏事 草间人命 秦朝的赵高在做胡亥的老师时 教他如何 用酷刑杀人灭族 胡亥即位臣秦二世后 滥杀 五姑 他杀戮其他公子公主 处死将领蒙田 蒙义 腰斩成像李斯 活埋修秦始皇墓的名 公 是杀人若爱草间 把杀人看得如鸽 草一样 结果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 西汉 的甲义在 治安策 一文中分析了胡亥的所作 所为后执出 滥用酷刑 有害无益 以此劝谏 汉文帝谨慎从事 草间人命 由 是杀人若 爱草间 演化而来 草间 野草 家家草间人命 仅好意味把人命看作野草一般 只轻视人命 任意杀戮 差强人意 东汉的吴汉曾因兵客犯法而逃亡至于阳 帝明 以犯马为业 后来投奔光武帝留秀 屡立战功 被任命为大司马 一次他率军出征 打了败仗 许多将领都惶惶不安 失去常态 刘秀派人去观察吴汉的动静 使者回来禀告说 吴汉斗志昂扬 正在整修武器 激励士气 刘秀感叹说 吴功差强人意 意思是说 吴汉的所作所为很能振奋人心 吴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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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志 强 振奋 家家 吴汉 义井浩 指上能使人满意 柴狮 豺狗当道 吴汉 使张刚到了洛阳城外 就拆毁自己乘坐的车子 卸下车轮埋在地下 不走了 别人问他原因 他气愤的说 豺狼当路 安问狐狸 豺狼都 挡在道路中间 何必去查问狐狸 意思是 说 梁济这样的大恶都还在掌权 何必去承办 地方上的小恶 于是上书顺帝 揭发梁济的罪 行 家家豺狼当道 警号比喻坏人当权 长安居打不易 唐代诗人白居易 为太原下归 地名人 二十岁时还没什么名气 一次他上京城长安游 玩 拿着自己的诗去拜见有名的顾矿 顾矿看 到他的名字叫白居易 就开玩笑说 长安城里 东西很贵 居大不易 居住下去很不容易 等他看到白居易的诗 梨梨园上草 一岁 一枯戎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深 石 不惊 赞叹道 有这样的好诗 不要说居长安 居 天下也不难 天下也不难 我老头子刚才只是跟你开玩笑 家家长安居大不易 警号比喻某地生活费用很高 不容易居住 长驱直入 东汉末年 刘备手下的关羽 趁秋水猛涨 迎水淹曹操不将曹人退守的凡城 曹操急忙派 大将徐晃前去解救 徐晃首先率军攻打四种 帝鸣 大败关羽 然后一路追杀 直冲进敌 军队曹人的层层包围圈中 把敌军打得溃败 解救了凡城 曹操文讯写信为老徐晃说 古往今来 还没有一人能像你这样 长驱进入 敌人包围圈 杀敌获胜的 长驱进入 现用作 长驱直入 家家长驱直入 警号指军队已不可阻挡之势快速 前进 畅酬亮沙 南朝宋的大臣 谈到继率兵攻打北魏军队 接连打了三十多仗 捷报平传 部队到达历程 时 粮食已尽 不得不后撤 北魏军队听俘虏 说宋军因缺粮而人心恐惧斗志低落时 马上 前来追杀 入夜 谈到继位迷惑敌人 唱愁 量沙 以沙充米 量沙时唱数计愁 并把 部队剩下的一点米撒在路上 北魏军队已为送 军存粮充足 就不敢追了 并以谎报军情罪杀 了俘虏 家家唱酬量沙 锦号比喻制造假象 把没有的装成有 的 车水马龙 东汉张帝时 福波将军马园的小女儿被尊 封位皇太后 汉张帝还准备对太后的兄弟们封 官家爵 遭到太后的坚决反对 第二年大汉 又有人提出这是因为没给太后的外妻 娘家人 风爵远故 对于这秉承拍马的论调 太后下 照直出 他娘家的人只知享乐和权利 几天前 他路过娘家时 看到前去那里请安问好的很多 车如流水 马如游龙 车子向流水 马连 陈游龙状 管是人衣着华丽 打扮的比他的 车夫还好 所以一旦给他们封绝 只会危害国 家 家家车水马龙 警号形容车马来往不绝 非常热闹 繁华 车在斗梁 三国时 属主流被未替官宇报仇 律几时 万大军前来攻打东吴 孙权听到这一消息 即 盲派中大夫 官名 赵兹出使魏国 向魏文帝曹 批求援 赵兹见到曹丕后 不卑不亢 应付字 如 称赞了孙权的才能 维护了吴国的荣誉 曹丕听后 暗暗清风 不禁问道 像你这样的 人吴国有多少 赵兹回答说 吴国聪明觉 顶的人就有八九十个 如成之笔 车在斗梁 不可胜数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用车来载 斗来辆 也数不胜数 家家车在斗梁 警号形容数量很多 沉沉相应 从秦末农民起义 到楚汉之争 长期战乱史 德国库空虚 民不聊生 刘邦统一天下后 种 是发展经济 下令减轻农民的租税 汉文帝流 恒河汉景帝流起即位 后继续减少租税 鼓励百 性耕作 经过几十年的修养 升习 到汉武帝时 国库堆满了钱币 以至串钱的线都没烂了 粮 仓里的粮食 沉沉相应 沉粮压着沉粮 甚至因沉放不下而只好露天堆放 人民过着附 族的生活 家家陈 沉湘应景号比喻 应寻守旧 毫无创新 臣也萧和 败也萧和 西汉的萧和 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 他 曾向刘邦推荐了善于用兵打仗的韩信做大将军 使之为汉朝的建立立下很大功劳 后来有人向刘邦的妻子吕后告发韩信谋反 吕后想把韩信 照进攻来 又怕他不肯就范 就同萧和商议 萧和设计以庆贺平叛胜利为理由 骗韩信进攻 韩信一进攻 就被吕后以谋反罪名杀于常乐宫 中士 民间因此有 臣也萧和 韩信成为大将 君是萧和推荐上去的 败也萧和 韩信被杀 是萧和出的计谋 的说法 家家臣也萧和 败也萧和 仅好比喻事情的成败 好坏都由一人造成 城湖设数 东晋司马家族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很尖锐 当大将王敦在统都将阳京香交广流 周军事后 对长江下游的东晋朝廷构成很大威 邪 靖元帝司马瑞为应付不测事便发生 任命 刘奎为郑北将军防范王敦 王敦决定打 这清除刘奎这个君王身边的坏人的名义 反叛 朝廷 进攻都城 常使 官名 谢坤劝组说 刘奎确实是个祸根 但他是 城湖设数 要捕杀城墙中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 会会 坏城墙和神庙的 设 土地庙 家家城湖设数 仅好比喻有所倚仗的坏人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古代宋国的一座城门突然失火 百姓们见 道熊熊的火光 都提着渗水的气聚赶来 真香 从护城河中挤水去浇灭城门大火 当火被扑灭 时 护城河里的水也被咬干了 无辜的鱼都干 死 根据这个故事 人们概括出成语 城门失 火 殃及驰鱼 殃 灾祸 驰 护城河 家家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仅好比喻无端遭受千累 何祸害 城下之盟 春秋时 楚国派兵攻打角国 军队驻扎在 角国都城的南门外 角军顽强守城 楚江 楚江驱区 根据角国人容易轻举妄动的特点 故意不去保 护楚国的砍柴人 以引诱角国军队上山去追捕 角国人果然中计 楚军 楚军趁此机会悄悄开到都城 北门 阻断了角军的归路 同时还在山下设下 埋伏 楚军两面夹击 把角国人打得大败 破 使他们定立 城下之盟 在城下向楚国定立 屈辱的盟约 成为楚国的附庸 家家城下之盟 警号旨在敌人 濒临城下的情况下 被迫和敌人签订的屈辱盟约 乘风破浪 南北潮流送时 有位叫宗雀的少年 志向远 大 胆量过人 还有一身好武艺 十四岁那年 他哥哥结婚 家里人忙着办喜事 一帮强盗衬 机前来抢劫 松雀发掘后 独自挺身而出 粉 力搏斗 把强盗赶走 叔父看到他志勇过人 问其他的志向 松雀回答说 我愿陈长风 破万里浪 创出一番伟大事业来 他长 大后果然为国南 争北战 成了身微卓著的江 军 陈峰破浪 由陈长风 破万里浪 简化而来 家家陈峰破浪 警号比喻志向远大 不畏艰险 奋勇前进 诚信而来 东径的王辉之 王熙之之子 自自由 主 在山音 地名 时 夜里下起了大雪 他吩咐 仆人取来酒 独自着引用诗 雪停后 他环顾 四周白矮矮景色 忽然想念起朋友 戴奎来 可 是戴奎远在善险 王辉之心 至上来 连夜坐船 前去拜访 天亮到达戴奎 门口 他却不进去 就 返回了 别人问起时 王辉之回答 我本来 就是 诚信而来 趁着一时高兴就来了 心致敬了就回返 为何一定要见到戴奎呢 家家 陈信而来 井浩常指高高兴兴的来到 陈门立雪 宋戴的杨时考取静世后不愿做官 专心言 究学问 他起先在尹昌 地名 拜理学家陈浩 为师 学到了不少知识 陈浩死后 四十多岁 得杨时又和同学游坐一起到洛阳请教另一位有 名的理学家陈宜 陈浩的弟弟 他们到陈宜 家时 陈宜正在打瞌睡 两人不敢惊动他 就 视力在门口 陈宜醒来后 发现门外的雪以下 了一尺多深 陈门立雪 由此而来 家家陈门立雪 仅好比喻尊师重道 陈根吹击 诗人屈原在任楚国官员时 面对日益强盛 的秦国 主张联合其国共同抗秦 但他的主张 遭到统治者反对 楚怀王听信谗言 罢免了屈 员的官职 后来请湘王又把屈原流放到外地 屈原在悲愤之余 写了许多诗篇 其中 九章 习诵 中有 陈鱼根而吹击西 何不辨词 智野的诗句 意思是说 喝热根时被烫过的 人 心怀戒心 见了冷菜肉时也要吹一下 而 自己吃了那么多苦头 为什么对楚国和楚王还 那么忠诚 鸡 细切的冷食肉菜 家家陈根吹鸡 仅好比喻见于以往的教训 遇试 过于小心 陈前毕后 周朝的武王死后 儿子陈王继位 由于他 年纪很小 叔父周公带行正事 陈王的另外两 各叔父 管书和菜书 先是散步流言 说周公 要谋害陈王 篡夺王位 使陈王对周公产生了 怀疑 接着又发动叛乱 想夺周陈王的权 陈 王看清了两个叔父的真面目以后 命令周公领 兵平息了叛乱 事后 陈王说 与其陈而比 后患 意味 我要把以前盲目听信两个书 父的流言仪式作为审痛的教训 今后一定要紧 盛行事 陈前毕后 由此变化而来 陈 警戒 必 谨慎 加加陈前毕后 警号只把过去的错误引谓教训 以后谨慎行事 避免重犯 痴人说梦 唐朝时 有个教僧家的和尚 修行很高 言语行动与众不同 一次 他到长江淮河一 带游历 由于谈吐举止都很奇特 引起了人们 的好奇 有人问他 你姓何 他回答说 我姓何 这人又问 何国人 他又答 何国人 森家死后 李庸为他做碑文 跟 据他当年的回答 写道 大师姓何 何国人 这事被后人当成笑话 认为 森家原来好比是 对痴人说梦 而竟有人会信以为真 家家痴人说梦 警号用来形容愚昧的人 说荒诞的 话 痴妹王良 东周定王名义上 为统治全国的天子 实际 权力却很小 一次 楚庄王绿军队路过周王朝 所在的洛阳郊外时 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是 周 定王很害怕 赶忙派大臣王孙满前去慰问 除 庄王不怀好意的向王孙满质问起代表国家政权 的周朝的顶的形状 的周朝的顶的形状规格和分量 王孙满毫补 视苏 视若的回答 顶上住着 顶上住着 痴妹王良 传说中 害人的鬼怪的图像 目的是百姓能认识这些 害人的鬼怪免遭其害 家家痴妹王良 警号后用来比喻各种各样的坏人 尺不抖速 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 大量封赏刘家子 帝 他的小儿子刘长又小就被封为淮南立王 当刘恒登为成汉文帝后 刘长仗着自己是他的 帝帝娇恨放肆 不注意君臣之礼 再受到刘 横得训斥后 刘长阴谋叛乱 结果被贬为庶人 平民 刘放 押送外地图中 刘长在封闭的 车上绝食自杀 民间因此做了这样一首歌谣 一尺步尚可逢 一斗速尚可冲 兄弟 二人不能相容 成语尺步斗速由此歌谣 概括而来 家家尺步斗速仅好比喻兄弟不合或不相容 扯短寸长 爱国诗人屈原曾多次向楚王提忠告 淡婚 雍的楚王不但不接受 反而听信禅言 把他留 放到外地 屈原心烦意乱 请人不挂 他对战 捕人说 对君王应该是真诚直言呢 还是须 假应抽 应为真理正义牺牲一切呢 还是奴言 必吸狗且偷生 应与天鹅比翼高飞呢 还是 和鸡鸭去真实吃 占卜人被屈原的问题 难住了 拱拱手说 对不起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尺会有短的时候 寸会有多余的 时候 神也有不灵的时候 你的问题我没法 不 扯短寸长 由此简化而来 家家扯短寸长 仅号比喻事物都有其长处和短处 尺王蛇存 到家十足老子 听说老长疮病重 急忙前 去探看 老子对老师说 你病情很重 有时 摩要对我们嘱咐的吗 长疮张开嘴巴给老子 看 然后问道 我的舌头和牙齿都还在吗 老子回答 蛇头还在 牙齿已没了 长疮 又问 你知道 齿王蛇存的道理吗 老子回 答 蛇头所以生存下来 是因为柔软 而刚硬 的牙齿却全失落了 长疮满意的笑了 认为天 下的势力都包含在其中了 家家齿王蛇存锦号比喻刚硬者一遭摧折而柔弱 这偿获保全 叱咋风云 唐朝武则天曾废唐中宗李显位庐陵王李 李诞卫帝自己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后来 又自己称帝改国号魏州 他的行为引起很多 人不满 开国功臣礼记的孙子李敬叶和杜求仁 唐知其等发兵讨伐武则天 并请文学家洛宾 王写了一篇习文 洛宾王在习文里隶属武则天 的罪状 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他 其中在形容讨 罚队五的雄壮时写道 叱咋则风云变色 是 兵们的怒喝声能使风云改变颜色 家家叱咋风云锦号形容威力巨大 赤壁敖兵 东汉时曹操律几十万大军南下进驻长江 北岸的鸟林 地名 与驻扎在长江南岸赤壁 的孙权流被联军隔江相置 孙流联军利用 曹操军队远来疲惫不惜水战的弱点 设计用 火弓 庞统假装投降 献连环祭 把曹操的战 船用铁链连成一体 周瑜又安排老将黄盖假将 曹操 将二十多条船装上流黄消油等一燃 物品 接近曹操战船 然后放火引燃 封住火 是 火借封微 烧得曹军死伤过半 指得退回 北方 赤壁熬兵 指这次赤壁之战 熬 激战 加加赤壁熬兵 警号比喻战斗激烈 赤博上阵 去 三国演义 记载 东汉末年 梁州 的马超 为了替父亲马藤报仇 率军攻打曹操 两军在胃口 地名 对阵 曹操的猛将许主拍 马武刀 与挺枪纵马的马超展开激战 两人抖 了一百多个回合 不见胜负 兴急的许主跑回 阵中 卸下盔甲 赤博上马 继续与马超二战 直至后来两军混战 才各自收兵 马超回迎后 说 我还没见过像许主这样不要命的 真是个 虎痴 赤博上阵 由这个故事概括而来 加加赤博上阵警号比喻毫无掩护的进行战斗 重蹈覆彻 东汉环帝和宦官合谋 杀死了篡夺朝廷大 全的外妻良妓 但妓之而来的是宦官把持朝政 他们欺上压下搜刮钱财 激起太学生和一些官员的抨击 这些反对者被诬陷 为党人 遭 逮捕 皇后的父亲斗武尚书还帝 要求赦免 党人 斗武写道 奸臣执政会丢失天下 你如果不吸取以往的教训 就会 复寻复车之 鬼 又走上翻车的老路 像秦二世那样灭 亡 一年后 汉环帝才释放了这些党人 家家重蹈覆彻警号 比喻不吸取以往教训 重犯 过去的错误 重足而立 汉武帝时 主管修订法令的庭位 官名 张汤主张实行酷刑科法 遭到官员急案的反对 急案认为 法令应侧重于安国复明 不能动步 动就把人抓起来 但张汤却变本加力在法律条 文中加重科刑 急案大怒 骂张汤这个刀比小 立太缺德 并说 如果按照这些科虐的法令去 执行 只会使天下百姓 众足而立 不敢走 路 众足 两脚并拢而立 家家众足而立 为警号 形容非常恐惧的样子 崇辱不惊 唐朝大臣卢成庆主持 选拔人才 审查考 合众官员 他看到有个运良官犯过运良传沉默 得过错 就给他评了个中下 当卢成庆把这考 评结果告诉运良官时 对方毫无怨恨 卢成庆 想 传沉默不是靠那个运良官的力量所能挽 就得 于是改评他为忠忠 那个运良官也并没 因此而高兴 卢成庆赞赏他这种 宠辱不惊 对得宠或受辱都不动心 的品格决定给他 众评为忠上 家家宠辱不惊仅 只把得失智之度外 出尔反尔 战国时 邹国与鲁国交战失败 邹木公项 孟子发牢骚说 我的官员在这次战斗中死了 33人 老百姓却见死不救 实在太可恶 孟子回答说 当遭受饥荒时 你的百姓饿死 逃荒 而你的官吏看着仓库里堆满了粮食 财务也不去救济他们 你们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百姓怎么会来关心你们呢 出乎尔者 反 乎尔者也 你怎么对待别人 别人就怎么对 逮你 出尔反尔 由此简化而来 佳佳出尔反尔 仅好比喻前后言行自相矛盾 反复 无常 出类拔萃 孟子继承孔子的学说 成为战国中其儒家 的代表人物 一次 他的学生公孙丑问他 先生 你已经是为圣人了吧 孟子回答 连孔子都不敢以圣人自居 我怎么能是呢 于是 公孙丑就问 孔子与古代的圣人有什么 不同 孟子说 麒麟和一般走兽凤凰和其他 非鸟都是同类 圣人和一般老百姓也是同类 但出于其类 拔呼其翠 意思是说 圣人 都远远超出同类中的其他人 出于其类 拔呼其翠 后来简化为出类拔萃 家家出类拔萃锦号形容超出众人 出其至圣 战国时 燕国大将越一律军队占领了其国 绝大部分地区 只剩下举城和吉墨两个地方还 没攻下 不久 吉墨大夫战死 田丹被推选位 守城将领 他率领全城军民奋力守城 使燕军 三年都没能攻克 接着 田丹又用反箭计 使 新继位的燕会王册换了善于用兵的乐意 当燕 军事气低落麻痹大一时 田丹趁黑夜发起反 攻 用火牛阵大破燕冰 很快收复师弟 司马 千在 史记 中叙述填丹的用兵时 认为是靠 出其 来取胜的 其 其兵 奇迹 家家出其至圣锦号比喻用对方意想不到的策略 来取胜 出人 出人头的 北宋的苏是从小跟母亲学文到二十来集 以博学多才 在参加 在参加礼部考试时 他以一篇 欣赏中后论 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 揭 这又在 春秋 精益的策问中名列前茅 在殿 是中中一颗 欧阳修感到发现了一个少有的人 才 就在给梅瑶辰的信中赞扬苏是 并说 我应当让 出人头的 苏是后来在杭州 等地做官 宋哲宗十位和林苑学士 家家出人头的锦号形容高人一等或超出别人 出出茅庐 东汉末年 诸葛亮隐居南洋 地名 刘 贝各三次到他所居的茅庐去 邀请他出山相助 诸葛亮答应了 他刚成为刘备的谋士 就碰上 曹操的大将夏侯敦律十万兵马前来攻打 当时 刘备只有几千人马 敌我力量悬殊 诸葛亮社 既在伯望颇射下埋伏 结果 一场火攻 把石 万曹军打得损伤惨重 大败而逃 人们因此称 诸葛亮是 初出茅庐第一攻 家家初出茅庐警号比喻初出来工作 缺乏经验 出身之独不怕虎 东汉末年 自称汉中王的刘备听说曹操要 联合东吴 进军荆州 就命令震守荆州的关羽 绿部将料化官平出击襄阳 曹军将领曹仁鼎 抗不住 只好败守凡臣 曹操 曹操派将领于静庞 德领兵增援凡臣 庞德在与关羽交战中 刀法 熟练 双方不相上下 但官平认为庞德是 初 身之独不巨虎 虽大胆勇敢 却缺乏战斗精 燕 后来关羽趁秋天汗水猛涨 用水攻战树销 灭灭了庞德于静的军队 家家出身之独不怕虎警号 比喻青年人虽然大胆 勇敢但缺乏经验 除恶物静 春秋时 吴王夫差击败月望勾剑 月国大 敷文总以重金美女 贿赂吴国太宰 冠明 匹 让匹说服吴王 以月国向吴国称臣为条件赦免 月望勾剑 吴国大夫 冠明 吴子虚劝剑夫差 说 你不能那样做 我听说培养道德要向培 植树木一样 让他滋长 而去吉莫如静 除掉疾病一定要彻底 月国是我们的心腹之 幻应把他彻底消灭 但吴王仍放月望回国 吴子虚不禁感叹 二十年后吴国将会被月国 灭亡 去吉莫如静 后来隐身为除恶物静 家家除恶物静 警号指消除恶势力必须彻底干 警 除旧交 公沙木为东汉交东人 博学多才 疑似他 去京城的太学游学 因声无分文 不得不改变 庄树去替人家做故宫 主人吴又在公沙木冲 米时与他谈话 不禁为公沙木的才学所惊讶 于是两人在 楚旧充米用的木棒和石旧 旁结为好友 楚旧交 根据这个故事而来 家家楚旧交警号比喻交友不论身份地位 楚才尽用 春秋时 蔡国大夫生子到晋国办完事后来 到楚国 见到楚相国子慕 子慕再向申子了解 晋国的情况时问道 晋国大夫和楚国的相比 那国的才能强 申子答道 晋国有许多疾 有才能的大夫 不过他们多半是从楚国去的 虽楚有才 净实用之 楚国虽有人才 却 为晋国所使用 子慕听后 决心改变楚国 不善于使用人才的状况 首先命人去接回逃亡 在晋国的大夫五局 楚才尽用 有 虽楚有 才 净实用之 简化而来 家家楚才净用警号比喻人才外流 楚公楚的 春秋时的楚共王很喜欢打猎 一次他外出 打猎时 不小心把一张心爱的弓给丢失了 随 从的大夫们很着急 马上要分头去寻找 但被 贡王阻止了 贡王说 算了吧 我这个楚人 我这个楚人 遗失的功 最后还是会被楚人捡的 不会落在 外人手里的 所以有什么必要非要把它找到不 可呢 根据他的话 人们创造了成语 楚公 楚的 家家楚公 楚的警号比喻 虽有所失而利益 不会被 外人所得 创业为奸 守成不义 随朝末年爆发了农民起义 李渊李世民 父子也乘机起兵返随 后来建立了唐朝 唐太 宗李世民继位后 常与大臣们谈论治国之道 一天 李世民问大臣们创业与首业那个更艰难 曾跟随李世民无数次出生入死的大臣房玄陵 见创业之难 感到创业艰难 另一大臣 未争则 见守成之不畏意 感到守业很困难 家家创业为奸 守成不义仅号形容创业不容易 巩固发展胜利成果也很困难 从而激励人们愤 发努力 垂头丧气 唐朝末年 割据河南的朱温未操纵朝政大 权 率军袭及京城长安 宦官韩全会慌忙带着 唐朝宗逃到陕西奉祥李茂贞处 朱温又攻打力 茂贞连连得胜 将奉祥成团团围住 眼看成 忠良草已尽 李茂贞被迫同意讲和 这时 韩 全会等人见大事已去 垂头丧气垂着头 意气推丧 最后李茂贞交出昭宗 又把韩全 会等人斩首 朱温带了昭宗回长安 家家垂头丧气 警号形容失意傲丧的样子 春树暮云 杜甫和李白都是唐代大师人 当三十二岁 的杜甫第一次在洛阳遇到四十四岁的李白时 两人相见恨晚 一起饮酒赋施 抒发对现实的 不满 第二年 他们再次相会于衍州 不久里 白南下游历江东的区 而杜甫则西去京城长安 杜甫虽有满腹文才 在京城并没受到重用 他 在寂寞中 思念远在江东的李白 写了首 春日益李白 诗中写道 为北春天树江东 日暮云 和十一尊九 相语系论文 把字 几笔座 春天树 李白卫 日暮云 春 树暮云 由此而来 家家春树暮云警号 表示思念远方的朋友 春王齿寒 春秋时 晋国的南半有两个小国 余国和 国 国国 晋国想进攻 国国就必须经过余国 为此 晋献公专门派人给余国国军送去了宝马和玉璧 向余国借路 这时 余国官员公之旗劝阻国军 说 国和鱼就好像嘴唇和牙齿一样相互依附 陈王齿寒 如果国国灭亡了 余国必定会 随之灭亡 所以不应该借到 但糊涂贪财的余 国国军竟答应了晋国的要求 结果禁军通过余 国灭了国国 又回过头来一举消灭余国 佳佳淳王齿寒景浩比喻双方关系密切 利害与共 团卢之司 晋朝时 齐王司马炯阴谋反叛朝廷 部下 有个叫张汉的官员 魏吾的人 他见司马炯的 做法太危险 就想找个机会脱离他 一天 他 见都城洛阳瓜起秋风 便思念起家乡的孤彩 团根和鲁鱼快来 说 人生最宝贵的在于过 的书是 我何必大老远跑到几千里外的洛阳来 做官 博取名望地位呢 于是此官回吾 后 来齐王某反失败 被诛杀 人们都认为张汉苗 头看得准 团炉之司 由该故事概括而来 家家团炉之司警号表示 因为思乡 此官归隐 此地无银三百两 传说古代一个人有三百两银子 他觉得放 在家里不保险 容易被贼偷去 就把银子买到 的里 买好后 他又怕别人知道这里买有银子 就在上面插了块木牌 牌上写着 此地无银 三百两 有个叫阿二的邻居看到牌子后 偷去了银子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是他偷的 他 也在牌上写上 隔壁阿二不曾偷 家家此地无银三百两 警号比喻本想掩饰 结果 适得其反 从容不破 战国时 到家代表人物庄子去梁国看望镇 任相国的名家代表人物惠子 他们同去好水边 游玩 庄子对惠子说 你看这些游鱼出游 从容在水里游的很舒缓自在 这是鱼的 快乐哪 惠子说 你又不是鱼 怎么知道 鱼的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 怎么知 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 惠子说 我不是你 当然不知道你的内心 可是你也不是鱼 所以 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的 从容 后发展为 陈宇 从容不破 家家从容不破 井浩子不慌不忙 正静沉着 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 东周末年 王子朝叛乱 周靖王被赶出兜 陈洛邑 逃至陈州 帝名 随同周靖王逃亡的 大臣们建议 靖王在陈州驻成建都 靖国执政者 魏书表示支持 但国大夫标系反对 标系说 俗话说 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 说明像 上发展很艰难 而走向败王却很快 商朝从玄 王开始 经过十四代的努力 才正式建成 传道 帝甲师开始败落 只期待就灭亡了 现在的周 朝从幽王开始 已走了十四代下坡路 离垮台海 会远吗? 家家从善如登 井浩从恶如崩 意味要学好向登 山那样难 而学坏却像高山崩他一样迅速 从善如流 春秋时 楚国攻打正国 禁军元帅鸾疏 军前去救援 楚军一见禁军 就撤回去了 鸾 疏于是转而攻打依附 楚国的蔡国 楚国集盲派 出两个县的兵力 前来救援 这时禁军上下 斗志高昂 准备迎战楚军 只有之庄子泛文 子寒县子三人 劝鸾书退兵 避开楚军的锋芒 鸾书采纳了他们意见 后来禁军趁楚军回国支 即出兵攻克了沈国 人们在评价这一事件时 说 鸾书能 从善如流 像流水那样迅速的 听从之庄子等人的正确意见 做得很对 家家从善如流 仅好比喻乐于接受别人正确意见 崔枯拉朽 有 东晋时 江州次使王敦阴谋起兵反叛朝廷 派人前去联合梁州次使甘卓一起行动 甘卓举 其不定 部将们有的劝他与王敦一同举兵 有 得让他讨伐王敦 也有的提出见机行事 这时 香州次使马斯臣派来的邓千对甘卓说 王敦 在武昌的兵马不多 你如果前去讨伐 就如 催枯拉朽 一般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 甘 卓于是起兵讨伐王敦 王敦派甘卓的侄儿甘养 前来说情 甘卓又同意习兵了 最后甘卓自己 也被望敦派来的人暗杀 枯,枯草 朽,烂树 佳佳催枯拉朽 有警号比喻及容易将敌人或事物摧 毁 错火积心 西汉文第十 太傅,官名,贾义针对有的 官员认为天下太平的观点 写了一篇,治安册 给皇帝 文中说,和高祖时封下的大量同性 诸侯王已严重威胁中央政权 虽然既北王流星 居和淮南立王流长的谋反都已被平息制止了 但其他诸侯王又会蠢蠢欲动 那种认为天下安 定的人就好像,抱火错之鸡心之下,而请其上 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下,而自己在柴草上睡 绝,自以为安稳,实际上危险之极 错火 鸡心,由,抱火错之鸡心之下,简化而来 错 放置 加加错火鸡心仅好比喻潜伏着极大的危险 打草惊蛇 南唐时,有个叫王鲁的县令,贪赃王法 到处搜刮钱财 一次,有人控告他手下的主部 官民,贪污受贿 他看了状子,吓得浑身发 抖,静不住说道,你虽然打草,我已经惊蛇 也就是说,控告主部的状子正接到了他的窗 八,好比是有人打草,使得躲在草里的蛇受到 了惊害 打草惊蛇,句词而来 家家打草惊蛇警号原来只打击这人,却使那人 受到惊动 后来常常比喻形势不周密,使对方 有所警觉 大笔如传 王寻味东径的文臣,历任上书又蒲舍等官 指 一天,他梦见有人,以大笔如传语之 把一根船子那么大的笔送给他 醒来后,他 对别人说起这事,并认为一定有需要写重要文 张的事发生 果然,不久禁原帝司马瑞去世 王寻奉命写了所有的哀策和示意 家家大笔如传警号原来比喻记载大事之手笔 显 在比喻比利雄剑或红篇巨著的文词 大才小用 南宋杰出的爱国英雄和慈人兴契极有余主 张抵抗精兵入侵,遭到排挤而罢官 在经过长 其隐退之后,他又被任命为这东安府时间绍兴 知府,与同住绍兴的诗人陆游结成好朋友 后 来,送您宗照扩照星期集到京城陵安去,谈谈 对北伐抗精的意见 路由听到这消息,为星期 即能实现自己的报复而高兴,特地写了首长诗 相送 诗中写到,星期集现在只做个这东安 辅使实在是,大才小用,大材料做小材料 使用,令人未知叹息 家家大才小用仅好原来比喻才高者居下位 现在,饭只使用不当,造成浪费 大富便便 东汉的编勺,自孝仙,以文章出名,有很 多学生 一次,他在大白天打瞌睡,学生们编 顺口溜开他玩笑,编孝仙,富便便,懒读书 但欲眠 编勺听了后,立即说,编世性 孝氏字,富便便,五经四 但欲眠,思经氏 便便,形容肚子大 四,香字 编勺氏 说,我编孝仙的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学问,连 睡觉也在想着做学问的事 佳佳大富便便井浩形容肚子肥大突出的样子 大谬不然 汉朝的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 家 他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 当时有个教理 林的将军投降匈奴,汉武帝极为恼火 司马迁 为李林辩护了几句,被汉武帝处以极其残酷的 辅行 在这种惨无人道的侮辱和摧残下 司马迁及其苦恼愤恨 他在写给仁少卿的信中 说,自己本想鞠躬尽瘁的报答汉武帝的知欲知 恩,但万万没料到过分的忠诚却遭到如此不幸 天底下竟有这种事,真是,大谬不然,大错 特错,是完全没料到的绝大荒谬 家家大谬不然仅好指绝大的荒谬,大错特错 大器晚成 三国时,为国有个叫催灵的人,年轻时计 没成就又没名望,被亲朋好友看不起,只有他 的堂兄催眼狠气重他 催眼常对人说,此所 为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 意思是说,有 大才能的人需要长时间才能成才,催灵以后依 定会成大才的 后来催灵果然做了为文帝曹丕 的司空,官民,并被封为安阳相侯 家家大器晚成仅好比喻有大才能的人要经过长期 磨练,往往成名叫晚 大声疾呼 唐朝的韩玉考中进士后,迟迟未被录用 他在交集中等了三年,还是没消息,就给宰相 赵景等人去信,希望得到任用 信发出十九天 未见父信 韩玉又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 当一个人遭受水火之灾时,不仅他的亲属 就是一般旁人,只要不是希望他死掉的,也会 为他,大齐声疾呼,大声呼喊求援,的 险 在我的处境也和那遭灾的人一样,既危险又急 破,希望你能救援 但第二封信发出后人没 回音,于是韩玉又写第三封信 佳佳大声疾呼警号指大声呼喊,唤起人们注意 大事不糊涂 吕端是宋太宗召匡一时的大臣 他做事很 时大体,看到自己钦佩的寇准被提拔上来担任 和自己一样的参之正式,观明,时,就主动要 求位居寇准之下 后来,宋太宗想免去吕蒙镇 的宰相职务,让吕端来担任 有人对太宗说 吕端为人糊涂,不适合做宰相 宋太宗 却认为,吕端在一些小事情上是有些糊涂 但,大事不糊涂,在一些大事大非问题上偷 脑清醒 于是任命吕端当了宰相 佳佳大事不糊涂,仅在大事大非问题上头脑清 行,立场坚定 大庭广众 战国时的齐敏王一次对名家尹文说 我,喜欢世人,但是齐国却没有世人,这是为什么 呢?尹文反问道,什么样的人才是你所说 的世人呢? 齐敏王答不上来 尹文于是说 讲忠孝信义的人,能算是人吗? 尹 王认为是的 尹文问,如果这种人在,广庭 大众,人很多的公开场合,中,受到欺误而 不敢搏斗,你会用他做成吗? 尹王摇摇头说 不会 广庭大众,现在协位,大庭广众 庭,庭堂 家家大庭广众警号形容人很多的公开场合 大乡敬庭 传说,楚国有个叫接鱼的狂人一天对监吴 说,在遥远的孤舍山上住着位神仙 他不吃 五穀杂粮,只吸清风,喝露水,整天成龙驾雾 在四海之外遨游 他还能使宇宙万物一切暗规 律阵长发展,使农作物得以丰收,兼无刃 为他说的这些狂妄不可信,就回来告诉朋友莲 书,并说,接鱼的话越说越离奇,就向天 上的银河一样没有边际,与人之常情,大有敬 庭,向门外小路和庭院之间相去很远一样 大湘敬庭,由,大有敬庭,演化而来 井 小路 庭,庭院 家家大湘敬庭仅好比喻二者之间相差极大,区 别明显 大义灭清 春秋时,国的周玉与时候合谋杀害还 公,周玉篡位成了国君 他们对内欺压百姓 对外无故用兵,引起百姓愤恨 时候的父亲时 西是各正职的大臣 他为了为民除害,就设计 骗周玉何时后去陈国请陈桓公带向周天子讨风 同时又私下联络好陈桓公,等周玉等人移到陈 国,就把他们抓了起来 国于是派人去杀了 周玉,石西也派管家前去杀了时候 人们纷纷 赞扬实习这种,大义灭清,的崇高举动 家家大义灭清警号只为了维护国家人民的利 一,对犯罪的亲属不逊私情,使之受到法律制 才 呆若木鸡 有个教际审子的人为周宣王训养斗鸡 十,天后,宣王问他,鸡训养成了吗? 纪圣子 回答,没有 他现在娇气正盛,须有其表 又过了十天,宣王再来询问,纪圣子说,鸡 对外界的动静还沉不住气 再过十天,纪圣 子认为鸡的心绳还不够稳定 直到最后,这只 鸡听到别的鸡鸣叫时,镇定自若,望之四目 鸡,看上去跟木头雕成的鸡一样,纪圣子 才认为训练的差不多了 果然,其他的斗鸡剑 了他都掉头逃走 成语,呆若木鸡由此而来 家家呆若木鸡仅好比喻呆笨或因恐惧惊讶而发 人的样子 带人捉刀 东汉末年的曹操一次要接见匈奴使者 他 感到自己形象不佳,就让手下的崔眼做替身 当眉目书朗须长四尺的崔眼威严地坐在堂上 时,曹操自己则办做事,捉刀,握刀 站在一边 会见结束,曹操派人探问匈奴使者 你看曹操怎么样 对方回答,曹操的容 貌似不一般,但旁边那个捉刀人却是真正的鹰 熊,曹操一听,赶紧派人追杀匈奴使者 带人捉刀,由此故事而来 家家带人捉刀仅好比喻带别人做事,多指写文 张 代驾而沽 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 但常常碰壁,得不到重用 一次,学生子共问 他,假如这里有一块美玉,是应该把他放在 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求善甲儿姑,求得 一个好价钱把他卖掉 孔子回答,姑之 哉 姑之哉 我呆甲者也 意思是说,卖掉 他 他 卖掉他 我正在等待一个好价钱卖呢 代驾而沽,据此演化而来 姑,卖 家家代驾而沽仅好意味等待高价出售 比喻怀 才者等待有人赏识重用才肯出来做官效力 丹四湖江 战国时的齐和燕都是大国,都有万辆用鱼 作战的兵车 但由于燕国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 燕国百姓对统治者充满仇恨 一次,齐国出兵 攻打燕国,燕国百姓反而,单四湖江,用竹 篮子装着吃的,用湖装着喝的,来为劳齐国军 对 齐军由于百姓支持,只用了短短的五十天 就打败了燕军 佳佳丹四湖江景号形容人民群众对军队的热烈 欢迎何接待 当局者迷 李济,经过西汉的代圣整理后,一直做 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中间又经过许多学者的 修订注释,变得冗长繁杂,甚至有许多矛盾 知处 唐初的魏征为此对,礼祭,重新进行修 定整理,使之简洁精妙 到唐玄宗时,大臣魏 光臣提议用魏征的本子,遭到丞相张说反对 学者原形充因此在,是以,一文中评价章说九 好比世下其实,当局称谜 当局称谜 献血位,当局者谜 夹家家当局者谜 仅好比喻当事者反而糊涂 当头棒喝 唐朝时,佛教的灵济宗以棒喝作为传道的 法门 相传禅师马祖在弟子百丈参见的时候 就对他大喝一声,震得百丈三天之内还耳聋眼 花 后来的黄伯在向弟子灵济传道时,举棒就 打 灵济连问三次,什么是佛法大义 黄伯 就连打三次 灵济只好自己进行苦心研究,中 于弄清了佛法的奥秘 以后,有些好佛的人来 向黄伯请教,黄伯仁是举棒就打,而灵济也在 一边邀和助威 陈宇,当头棒喝,距此而来 佳佳当头棒喝警号比喻促人醒悟的警告 党同伐义 和武帝刘彻采纳董仲书,霸触百家,独尊 儒术,的主张,把儒家学说提到很高的地位 使之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儒生们根据字 既掌握的儒家经典,对,五经,提出了各字部 同的解释 汉宣帝流寻因此专门在藏书讲经的 十曲阁召集儒生们讨论,五经,评论,春 秋公阳传,春秋古梁传,等书的一童 如 学界从此展开长期论真 这种论真被人们称为 是,党同伐义,把和自己观点一致的人看 做同一派别,攻击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家家党同伐义警号意味偏袒同党,攻击一己 到崩海儿 宋帝的苗正想考管职,直接在使馆等处任 职 他去拜见丞相艳书,艳书说,你长期 在官场中做事,文笔肯定有些荒书,现在又要 参加管职考试,应稍稍温习一下 苗正问不 在乎的回答,那有做了三十年的接生婆会 到崩海儿,把婴孩包扎到了,的 考试节 术后,苗正果然落榜 艳书听到这消息说,苗正还真的把婴孩给包扎到了 崩,包扎 家家到崩海儿警号比育富有经验的老手也会疏忽 失误 到喜相迎 东汉末年的左中郎江,官名,蔡雍博学多 能,名声显赫,家里常常宾客营门,客人的车 马把住所前的巷子都堵塞住了 有个叫王灿的 青年文才出众,友善写诗 蔡雍很清风他的才 华 一次听说王灿前来拜访,蔡雍急忙出门 到喜迎之,匆忙中穿到了鞋去迎接王灿 其他客人见进来的王灿年纪既轻身才也 短笑,都奇怪蔡雍怎么会对他如此热情 蔡雍 介绍说,他才华出众,比我强 道喜 迎之,现在协位,道喜相迎 家家道喜相迎警号形容热情迎客 道行逆施 春秋时的楚平王杀了五子虚的父亲和兄弟 五子虚孤身一人逃出楚国,千辛万苦来到吴国 十年后,他带领吴国军队去打楚国,攻下了楚 国都城 这时,楚平王已经死去,但五子虚为 了暴杀父杀兄之仇,令人绝开楚平王的墓,在 他的尸体上鞭打了三百下 正在山中的朋友身 包须派人来责备他 五子虚回答说,我仿佛 是一个行路的人,天已经晚了,而路途还远 所以只好,道行而逆施之,做些违背常理的 是了,家家道行逆施仅好只做事违反常理,后多指为 被社会正义与时代进步的罪恶行径 道不时宜 春秋时,郑国镇至家子产由于平定贵族就 势力的叛乱有功,成了郑国的政卿、官民 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政国经济发展,同时 还主张依法治国,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来处置犯 罪行为 因此,国内没有盗贼,盗不时宜 路上丢失东西别人不会来捡去,街上的逃 数早数常问了果实,也没人爬上去斋 由于 自产把国家治理得很好,郑国富强起来了,虽 然连续三年受灾,老百姓也没受动挨饿的 家家道不时以警号形容社会风气良好 道听途说 齐国有个叫毛空的人,告诉艾子说,有 人养了一只鸭子,一次能生一百个蛋,有 说,上个月天上掉下一大块肉来,有三十丈 长,十丈宽 艾子说,那有这样的事 毛空改口说,那么就是二十丈长 看艾子 还不相信,毛空又改口说,那就是十丈长 艾子反问他,你说的那块肉到底掉在那里 还有那鸭子是那一家地 毛空无言以对,指 得承认,我也是在路上听别人说的 艾子 批评了他道听途说不负责任的行为 家家道听途说警号指不可靠的传闻 得过且过 传说五台山上有一种叫韩号虫的鸟 每当 夏天来临,他的羽毛就变得绚丽斑斓 这时他 就展开翅膀,自明得意地叫道 我真美丽 我真美丽 秋天,其他鸟都忙着做窝壁寒食 韩号虫人满不在乎的跳着唱着 到深冬季节 他的羽毛脱落了,美丽的外表顿时消失 晚上,只好缩在石缝里,浑身多缩 但当早上太阳出 来,他又会自我安慰说,得过且过,得过且 过 家家得过且过警号形容过一天算一天的混日子 也常常形容工作马马虎虎,敷衍了事 得龙望鼠 汉光五帝刘秀有位叫陈鹏的大将,曾做过 新莽政权的县官,归附刘秀后,打了不少圣仗 东汉初年,奎骁和公孙树分别割据龙鼠两地 陈鹏跟随刘秀打下龙的天水后,把奎骁围困在 西城,并把公孙树的增援部队包围在上规,的 明 这时刘秀因是要回洛阳,行前给陈鹏写 了封信 信中说,人总是不会知足的,我也 是,纪平龙,附望鼠 你们在攻下龙的西城 和尚归后,就可以去攻打鼠的了 家家得龙望鼠锦号比喻贪得无厌 得意望行 未尽时的名是阮吉,是著名的竹林七贤 之一 他学问广播,尤其喜欢老庄哲学,为人 豪放不羁,爱谈情,好喝酒,常常一醉方休 面对人与人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压残杀的陷 时,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态度,有时在家 读书,数月不出门,有时外出游玩,数日不回 家 当其得意,忽望行孩,当合乎自己心 一自以为欢乐的时候,他就尽情享受,高兴 得连自己是个什么样子都忘记了 家家得意望行警号比喻高兴的失去常态 典时成经 传说,晋朝的京阳县曾有过一个道数高深 的县令,叫许训 他能师父做法,替人驱鬼制 并,百姓们见他像仙人一样高明,就称他为 许真君 一次,由于这年收成不好,农民 脚步起覆水 许训便叫大家把石头挑来,然后 施展法术,用手指一点,使石头都变成金子 这些金子补足了百姓们拖欠的赋税 成语,点 石城经,距此而来 加加点石城经,仅号比喻将文字稍加改动,使其 成为上臣之作 叠叠不休 汉文帝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当匈奴 激州继位陈禅于,匈奴人对君王的称呼,后 文帝就把一名公主嫁给他,并让官员中行说护 送 中行说一道匈奴就投降,成为激州的谋臣 他经常带匈奴与汉朝使者谈判 一次,汉朝使 这嘲笑匈奴人全家老少挤在一个帐篷里,有失 提统 中行说马上反驳说,匈奴是个游牧民 租,所以映住便于拆卸的帐篷 这比汉人的泥,土房子要好 他同时还嘲笑汉人说话,叠叠 不休 叠叠,形容说话多 家家叠叠不休,井浩一位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东窗事发 民间传说,宋代大奸臣秦桧为投降经朝 在谋害民族英雄岳飞时,曾和老婆王室在东窗 下密谋定计 后来秦桧死了,没多久他儿子兮 也死去 王室请来道士为他们招魂 道士做法 时,看见西和秦桧带着枷锁,在地狱里受苦 秦桧还叫道士带信给王室说,东窗事发矣 当初在东窗下密谋陷害岳飞仪式败露了 家家东窗事发警号比喻密谋败露 东道主 春秋时,晋国公子仲耳逃亡到郑国,被拒 绝入城 后来他成了晋国国军,就联合秦国共 同伐阵 郑国派大臣逐之武前去劝说秦国退兵 逐之武对秦穆公说,郑国在晋国的东面,秦国 在晋国的西面,郑国灭亡,只会增强晋国的力量,从而威胁秦国 如果秦国能放弃对郑国的进攻 郑国就可以成为以后秦国向东进军路上 的,东道主,东面道路上的主人,共应一 切所需物资 秦穆公认为有理,便同郑国定立 合约,派三位将军领兵保护郑国,自己率军回 国 家家东道主警号泛指招待客人的主人 东山再起 东进人谢安,年轻时曾做过官,后来辞去 官职,跑到惠基东山隐居去了,整天游山玩水 吟诗作画 朝廷屡次要他出山,他都不去 道 了四十岁时,谢安终于应召入朝,再度做官 直做到宰相 他曾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八万军队 抗击八十万前秦军的肥水之战的指挥者之一 陈宇,东山再起,根据谢安的故事而来 佳佳东山再起警号原来比喻隐退后再任要职 现在常常比喻失事后重新得适 东施孝平 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因为心痛,便按住 胸口,皱着眉头走路 邻居有个长得很丑的女 人,名叫东施 他看见西施这副样子很好看 便也就学着按住胸口皱起眉头走路,以为着 让一来自己一定也很好看了,实际上反而显得 更丑,使得人们一见他就逃 根据这故事,便 产生了成语,东施孝平 平,皱眉 佳佳东施孝平警号比喻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膜 仿,反而出丑 东施孝 古代齐国有个美女,尚未婚配 他家东面 住着一户财主,财主的儿子虽然有钱但长得很 难看 西面住着一户穷苦人家,他家的儿子很 英俊 一天,东西两家都来提亲 父母针求女 儿的意见,看他喜欢那家儿子 女儿一言不发 父母以为他害羞,就叫他喜欢东家举左手喜欢 西家举右手 谁知女儿却举起了左右手 父母 很奇怪,问他怎么回事 女儿回答说,他要 东家石西家素 急在财主家吃饭,而道穷 人家睡觉 家家东石西素锦号比喻气图间的相排斥的双方 东图西末 唐朝时,有个叫薛逢的人,晚年在官场很 不得意 一次,他骑着兽马去上朝,路上碰到 一群新考取的近视 他们见薛逢老人骑兽马 行装也很简陋,就叫他让路 薛逢府经追席 感慨万千,不禁苦笑一下,对他们说,报道 莫平香 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图西抹来 意思是说,你们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我年轻的 时候,也曾凭文章取得过功名 家家东图西抹井号形容乱话乱写 冬日可爱 春秋时,晋国谋士赵衰忠心耿耿的伴随陶 王国外的公子仲儿 当仲儿回国城进文宫后 赵衰又全力辅佐 后来,赵衰的儿子赵顿辅佐 进湘宫主持朝政 湘宫死后,赵顿立年幼的宫 紫衣高位静陵宫 当骄恨残暴的静陵宫被人杀 死后,赵顿又另立竞成功 自己继续辅正 有 人问大夫 贾记,赵衰和赵顿那个更好些 贾记回答,赵衰好比 冬日之日,像冬天 的太阳,使人感到温暖亲切 赵顿则想 夏日之日,令人生畏 冬日可爱,句词 而来 家家冬日可爱,仅好比喻为人和矮可亲 冬哲的酒 唐朝的韩玉在任监察玉使期间,看到宫廷 派出的宦官在街上买东西时很少付钱,就上书 唐德宗,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结果反被贬到外 D 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韩玉又屡遭贬赤将 直 他在激愤之余,写了篇,静学姐,自嘲 文中说道,自己虽,动哲的救,动不动就受 道罪则,但毕竟还能坐车吃饭,所以已经是 很幸运的了 家家动哲的救警号意味做事往往或罪或受道指 则 动见真结 战国时,青年秦悦人在一家旅店做工时 看到宾客长桑军有一手高超的医术,就对他很 敬重,悉心照料 两人结交十多年后,长桑军 看秦悦人人品好,便把自己的全部秘方都传授 给他,并从怀中取出一包药,让他连服三十天 据说秦悦人服完药后,发现给人看病时,自己 的双眼,静见五脏真结,清楚地看到病人度 自立结快地病造,于是要到病除 人们因此 把秦悦人比作皇帝时的神衣扁阙 动见真结 由,静见五脏真结,变化而来 动,透彻 家家动见真结仅号比喻看清了问题的关键 独当一面 刘邦趁项羽北上攻打齐王田荣之际,绿汉 军攻占了项羽的老窝捧臣 项羽闻讯急忙回旧 把汉军打得大败,死伤无数 刘邦逃至下意 帝明,辛勤沉郁的对张良说,谁能和我依 其打败楚军,我就把韩谷关以东的土地让给他 张良建议刘邦派人去和秦部及彭越联系,共 同攻打项羽 张良还认为,汉军中只有韩姓可 当一面,担当一方面的重任 刘邦于世 联合秦部彭越,又对韩姓为以重任 独当 一面,由,当一面,发展而来 家家独当一面仅好只单独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 渡口果族 战国时,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权力很大 他兄弟然后也身居向国,把持朝政 投靠秦国 得为国人的犯虽禁见昭王时,劝说昭王收回权 力 他还说,我这样说了,很可能惹来杀身 知祸 但是人们如果看到我因为忠心而被杀掉 就会,渡口果族,闭住嘴不发表意见,停住 脚步往前走,再也不愿为秦国出力了 招 王听从范衰的劝告,收回仰侯的相应,令拜范 虽为相国,并不许太后再干预朝政 太后的旗 他几个兄弟儿子也被调离朝廷 家家渡口果族景号形容十分恐惧 短兵相接 华 楚汉相争中,刘邦绿汉军攻占了项羽的棚 臣,项羽马上绿楚军回救 两军激战,刘邦大 败,弃臣而逃 楚江丁弓紧追不舍,追到捧城 以西不远就和刘邦的人马交上手 由于双方 相距太近,不能用长兵器,大家只能,短兵接 用刀剑等短兵器相互厮杀 刘邦渐渐力步 从心,眼看死在临头,就向丁弓求情,希望放 一条深路 丁弓出于意气,答应了刘邦的请求 使刘邦脱身 短兵接,现在写作,短兵箱 接 家家短兵箱接景号指肉搏战,也比喻针锋相对 的斗争 断边残箱 北宋欧阳修喜欢研究古文 他把古代流传 下来的中顶名文和卑杰克文以及断边残 箱,一一加以收集整理,编成一本,及古录 他撰写的,新五代史,由于词语简链说理 清楚,被苏式誉为,论大道四含裕,论世四路 至,济世四司马迁,师父四礼白 鞭,穿简 的绳子 简,竹简 古代把文字刻在竹简上 再用绳子穿连成书 佳佳断边残简锦号指残缺不全的书籍或文章 断烂朝堡 宋代王安石实行辩法,要破除儒家学说 他把儒家前人流传下来的传和柱都废处不用 连一向被儒家尊奉为天经地义的,春秋,香 传为孔子所编定,也被贬斥为,断烂朝堡 指,春秋,的内容成复杂乱,就像朝廷上传抄 的文件一样毫无价值 王安石还用自己的官 典讯试,诗,书,周理,称为,心 义,并把它们规定为学校的必修科目 科举 考试时,是人们只得按这种讯试打卷,不得有 自己的见解 主考官也以这种讯试录取考生 家家断烂朝报警号指成复杂乱缺少价值的力 史记载 断头将军 东汉末年,刘备率兵进入一周后,开始攻 打一周目刘张 原来镇守荆州的诸葛亮张飞 等人也速长江而上,攻占刘张的地盘 他们在 江州打败并活捉了刘张部将八少太守炎炎 张飞呵斥道,你为什么不肯投降 炎炎回 答,一周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 张飞大怒,命人砍下炎炎的头 炎炎面不改 色的说,砍头就砍头,何必发怒 张飞轻 配他的英雄气概,放了他,把他带位上兵 家家断头将军警号比喻坚决抵抗,宁死不屈的 将领 断章取义 春秋时,齐国的崔柱和庆丰和谋杀死齐庄 公 是卢蒲贵为了给庄公报仇,千方百计皆 竟庆丰和他的儿子庆舍 当庆舍把女儿庆江架 给他时,有人问卢蒲贵,卢氏和庆氏都是江 姓厚义,童宗不能结婚 你为什么要娶庆江呢? 卢蒲贵回答,就像人们对诗经,指示 断章,截取一章,迎诵一样,只要是我所求 的,就不管是不是童宗了 最后卢蒲贵终于 杀死庆舍,又赶走了庆丰 断章取一,由 断章,发展而来 家家断章取一,仅好形容影证文章或谈话时只截取 片断而不顾原意全文 对牛弹琴 东汉有个对佛教教义很有研究的学者,叫 慕容 他引用儒家的诗书向儒者宣讲佛经,寿 到了一些儒者的责难,指示他为什么不直接依 据佛经来回答问题 于是慕容讲了音乐家功名 宜的故事,功名宜对着一头正在吃草的牛弹了 一首高声的曲子,牛毫不理会,只顾自己吃草 后来功名以改弹向蚊子牛银和小牛叫唤的声 因,牛就摇着尾巴竖起耳朵来听了 他最后 说,所以,对没有读过佛经的人直接谈佛经 等于白讲 成语,对牛弹琴,距此而来 家家对牛弹琴仅好比喻说话不看对象,或对愚蠢 的人讲深奥的道理 对阵下药 三国时,官员尼循李延都因头痛发烧去 请明医华陀治病 华陀在诊断了两人的病情后 给尼循开了卸药的处方,而给李延开的是发汗 的药 两人感到奇怪,问华陀为什么同样的病 不用同样的药 华陀说,尼循身体外部没病 病由内部伤食引起,李延身体内部没有病,病 因是外部感冒 病因不一样,治疗方法也就不 能一样 结果两人按方服药,第二天病都好了 人们称华陀是,对阵下药 家家对阵下药锦号常用来比喻针对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 多多一闪 汉高祖刘邦做皇帝以后,不但解除了大将 韩信的兵权,还把他的风爵 从王将为侯 刘邦与他谈论各个将领的本领 问他,问他,像我 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不过十万 人,刘邦又问,那么你呢? 韩信说 我带兵是,多多一扇,越多越好 刘 邦笑着说,既然你本领比我大,怎么被我治? 服了 韩信只好说,你不会带兵,但善于 统帅将领 家家多多一扇警号意味越多越好 多难兴邦 春秋时,楚灵王为了称霸,想与诸侯会盟 派交举前去邀请敬平公参加 敬平公想拒绝 司马侯劝他去 敬平公说,敬国帝是险要 战马多,而楚国又多灾多难 我们完全用不着 怕他 司马侯举例说道,从古至今,以仗的 是险要和马多的国家都先后灭亡过 而,多难 以顾齐国,由于多难反而全国上下团结奋斗 使国家更加巩固,的例子到不少 他劝敬平公 把眼光放远点,同意楚灵王的邀请 多难以 顾齐国,后多做,多难兴邦 邦,国家 家家多难兴邦警号只多经困难,反而可以促使上 下团结奋斗,使国家强盛起来 多行不义必自闭 春秋时的镇武公死后,长子庄公继位 他 弟弟贡书段阴谋篡位,在自己的封地上招兵买 马 大臣们对此声感不安 大夫记重劝见郑庄 公印及早除掉贡书段,以绝后患 庄公回答说 他多行不易必自闭,坏事做多的人一定 会自取灭王的,你等着瞧吧 果然,贡书 断欲掩欲裂,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后,准备 进攻国都 镇庄公看到时机已成熟,就出兵宫 打贡书段,把他赶跑 家家多行不易必自闭,锦号比喻坏事做多了必然字 取灭王 多多怪事 东晋的英号,曾任扬州次使,后来又未见 武将军,指挥扬玉许演亲武州的军队 进军中援,但常吃败仗 朝廷中权势很胜的环 温臣姬在皇帝面前重伤他,使他因此被撤职 罢官后,他整天用手向空中写字 别人暗中 观察他,发现他写来写去,只是,多多怪事 四个字而已,可见他对自己被罢官的惊讶何不 满 家家多多怪事锦号形容令人惊讶的怪事 多赞不顾 东汉时,巨鹿,地名,仁孟敏克居太原 一次他到街上买了一只赞,古代一种陶制吹起 心冲冲地带回家 谁知一步小心,正掉在地上摔破了 孟敏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好 无惋惜之意 有个叫郭太的人目睹这一幕,问 孟敏,赞摔破,你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 孟敏答道,他已破了,看看又有什么用 成语,多赞不顾,由该故事而来 家家多赞不顾锦号比喻是已过去,惋惜无意 俄首称请 北宋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到洛 洋 他在洛洋十五年,深得百姓的爱戴,被尊 称为,司马相公,连妇女儿童也知道这个称 呼 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前往宫廷吊宴 是 门见了他都,以手加额,把手放在额上,表 是敬重,互相告知,这就是司马相公 司马光所到之处,百姓们聚集在路上挡住他的 马车,请求说,你不要回洛洋了,就留在黄 上身边做宰相,为我们百姓谋福利吧 宋哲 宗时,他认宰相 家家额首称庆 警号一位手放在额上,表示庆幸 恶贯满盈 从前,有户人家看到邻居粗暴凶狠,就想 我惹不起,但还躲得起 于是决定把房子卖掉 令千别处居住 有人劝他说,那个人的,管 江满,作恶快要到头了,你就等着瞧吧 这人回答说,我就怕他拿我来,满罐,哪 终于卖掉房子搬走了 满罐,这里只作恶太多 犹如穿钱一般,已穿满一罐,末日也到了 管 穿钱的绳子 银,满 家家恶贯满盈警号比喻最大恶极 恶事行千里 五代后境的和宁年轻时喜欢做曲子词 一 众礼俗艳词 这些词流传在汴京,地名 洛阳一代 当他成为后境宰相后,专门派人去 收集焚毁自己原先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曲子 词,以维护自己的名誉 虽然他为官很有政绩 但还是被那些厌词玷污了名声 契丹族入侵后 就称何宁位,曲子宰相 宋孙光献在,北梦 所言,终称此世为,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希望君子们能引以为戒 家家恶事行千里锦号形容丑事很容易传开 尔虞我诈 春秋时,楚庄王率领军队攻打宋国,在九 攻不下后,决定撤军 这时,替庄王驾车的身 书时建议说,我们如果在宋国的土地上建防 仲天,表示要长久驻扎下去 宋国终会屈服 得,宋国得知楚君的动态后 派大臣华元前 去告诉楚君主将子返,虽然我们已到了痴海 子冲击拿人骨头荡柴烧的地步,但绝不会听 命于你们的 最后,两国签订了盟约 盟约 中写道,楚君后退三十里,两国和平相处 我无尔诈,尔无我鱼,两国保证互不欺骗 尔鱼我诈,由此演化而来 诈于,欺 骗 家家尔鱼我诈仅号形容互相欺骗 尔是目听 去,列子,仲尼,说,春秋时的抗仓子败 道家祖师老子为师,修炼得道,试听可以由精 神主宰,不受感觉器官的限制 鲁国国君听说 抗仓子能,尔是尔目听,用耳朵看东西眼 精听声音,大魏惊讶,派人用隆重的礼节来 请他 抗仓子一道宫廷,鲁国国君就恭恭敬敬 的问他是否真的能耳试目听 抗仓子回答 不,这是人们的误传 我可以不用耳目去试 听,但不能调换耳朵和眼睛的功能 家家尔是木听锦号用以形容善于察言 观色的人 二逃杀三世 春秋时,齐国齐锦公手下有三个勇士 公 孙皆田开江古质子 由于他们勇力过人 武艺超群 向国宴应怕他们一旦叛乱,就无人 可敌,会危害国家,因此想除掉他们 他用了 各计策,请齐锦公送两个桃子给这三个壮士 叫他们论功吃桃 结果,这三壮士先是真香味 自己平宫摆好,抢这二桃,后来又应感到耻辱 而都弃桃自杀 燕音便这样轻松地用二桃杀了 三,是 家家二逃杀三世锦号比喻使用阴谋手段借刀杀人 二者必居其一 战国时的陈真一次问老师孟子,以前在 齐国时,齐王送你一百亿,一亿等于二十两 金子,你拒绝了,后来再送国,送王送你七十 一金子,你却接受了,在薛的也收受了五十亿 金子 或者拒绝是错的,或者接受是错的,而 这之间你,必居易于此亿,总会占居一种的 孟子回答说都是对的,因为在送国侍卫 了远行,在薛帝是为了买武器防身,所以他接 受了馈送的钱,而齐国无缘无故送钱给他,等 于是收买他,所以他没接受 加加二者必居其一 警号比喻两种选择中必定战一 总 发愤旺时 春秋时,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来到 储国也 县 县官沈朱梁问子路,孔子是个怎样的人 子路回答不上来 后来子路把沈朱梁的问题 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回答 呢,孔子的生活态度是,发愤旺时,发愤求 学,连吃饭也会忘记,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会 高兴的忘记忧愁,而不知自己渐渐衰老了 加加发愤旺时警号形容情分好学,旺我工作 发奸制服 汉宣帝时,官员照广汉办案很高明,使得 许多坏人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阴谋,就已述 守旧情 一次,几个人刚在一所空房里谋话抢 结,就被赵广汉抓起来了 还有一次,一个叫 苏回的人在回家路上被两个坏人绑架 还没等 到苏回的家属交去赎金,赵广汉已找到了绑架 这的藏匿地点,迫使他们交出苏回,举手投降 班固因此在,汉书,中称赵广汉,发奸制服 像神一样灵验 发制,揭发 加加发奸制服警号意味揭发隐秘的坏人坏事 发蒙震落 西汉武帝时,大臣吉安常在皇帝面前直言 静见,弄得汉武帝很不高兴 有人劝他改变一 下这种方式,他却认为如果做大臣的只会向臣 像公孙宏一样奉承拍马,会使皇上犯错误的 结果吉安被调离朝廷,任佑内使,官民 怀 男王刘安阴谋叛乱时,曾告诫手下人提防吉安 他说,吉安喜欢直言敬见,宁可为正义而死索 亦很难对付 而像公孙宏这种人,对付起来就 如,发蒙震落,将蒙盖的罩子拿去,把江药 掉下的树叶震落,一般,容易多了 家家发蒙震落,锦号比喻及容易做的事 返老还童 据东靖鸿的《神仙传》记载,汉朝淮南 王刘安喜好学道求仙,用重金招聘这方面的门 可 一天,八位白胡子老人前来求见,说有长 申布老树愿意奉献 守门人进去通报 刘安说 他们自己都老太隆中了,那会有什么长申布 老之树 分明是欺骗 把他们赶走 老人们 听说刘安嫌他们老,就一下子都变成了儿童 刘安一听,慌忙出来迎接 家家返老还童锦号形容老人恢复青春 方寸已乱 东汉末年,刘备因兵败暂时投靠荆州刘表 他听说徐树很有谋略,便请来做自己的谋事 不久,曹操进攻荆州,刘表病死,刘备向南拜 走 这时曹操抓了徐树的母亲 徐树为营救母 亲,不得不向刘备辞别,去见曹操 临行前 他指着自己的心胸对刘备说,他本想同将军拱 同努力,以见霸业,只是因为他的老母亲被抓 方寸乱矣,心里乱得很,所以只好告辞 了 徐树还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方寸,指心 家家方寸已乱,尽耗指心绪已被扰乱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周朝的周立王专恨暴虐,老百姓愿生载道 亲世,官民,少木公告诉周立王说,百姓人 受不住暴虐的政令了 立王大怒,派屋失去 监督,发现谁在指责攻击,就抓来杀掉 这酒,使得百姓都不敢讲话,路上行人 只能彼此用眼 惊看看 周立王高兴的对少木公说,这下没 人说我了 少木公回答,防民之口,甚于 防川 意思是,阻止人民批评,比阻止河水 流通害处更大 河水堵塞必定引起绝口,不让 百姓提意见只会引起更大的愤怒 家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警号指不让人民说话 必有大害 防卫杜剑 东汉河第十,由于窦太后执掌朝政大权 窦县兄弟便依仗权力,为非作歹 对此,朝中 官员有的奉承拍马屁,有的敢怒而不敢言 指 有一个叫丁洪的司徒,官民,借着天上出现 日时的机会,给皇帝上了份奏章,说,日卫军 月卫臣,日时的出现,就好像是臣子在倾夺皇 上的权力 现在斗士兄弟权势很大,如果皇上 能亲自处理朝政,杜剑防蒙,把一切坏人 坏事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凶恶的货源就可 以出去,吉祥的士会接连而来 杜剑防蒙 现常用作,防围杜剑 加加防围杜剑警号指在错误或坏事刚冒头的时 后,就加以制止,不使其发展 防谋度短 唐太宗李世明时,宰相房玄陵和杜如会共 同辅佐朝政,唐朝的许多规章法典都是他们制定的 房玄陵多谋略,而杜如会善决断,所以 人们称之为,房谋度短,唐太宗和他们一起 研究国事时,房玄陵常常能提出一些精妙的处 理意见,却不能做决定 而杜如会再听取了房 玄陵的意见后,能马上拍板定下来 两人齐心 协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天下,配合得很出色 家家房谋度断警号比喻两人配合得很好 放虎归山 东汉末年,刘备被吕布击败,被破头奔曹 曹 曹操的谋士陈玉看刘备是个英雄,主张称 击杀掉他,免得留下后患 曹操不听 当吕布 被曹操消灭后,刘备借口截击元术,滤几万军 对离开了曹操 陈玉文训劝阻曹操说 当初 我就让你杀他 你不肯 现在又给他兵马 让他单独出针 这就好比 纵虎归山 放老虎 回山林 那 果然 刘备在击败元术后 九 占据徐州 自立门户了 纵虎归山 献血尘 放虎归山 家家放虎归山警号比喻放走敌人 留下后患 放虎字 冬汉末年 一周目刘章为行事所迫 准备 让荆州的刘备入蜀 主部 官名 黄泉劝剑说 刘备是个英雄 他入蜀会对你构成威胁 但刘章不听 让人宣布了引寝刘备的旨意 刘 备很高兴 刘下诸葛亮官与张飞镇守荆州 自己律万鱼人逆长江而上 所到之处 受到刘 张部下的热情照料 刘章的部将巴少太守颜 言见此情形 不禁叹息道 这是 放虎字 放出老虎来保自己 只会招来灾祸 加加放虎字锦号比喻想要字 反而自招祸 换 飞蛾扑火 南朝梁时 朝廷大臣道盖的孙子道静又小 聪明 擅长写诗作文 深得梁武帝的赏识 一 四梁武看了道静的诗文后 和道盖开玩笑说 你的文章是不是你孙子带写的 并且写了 一首诗送给道盖 诗中说 燕太摩出墨枝来写 文章 毛笔飞动毫风来写书信 燕太和毛笔虽 燃磨损也在所不惜 就好像 飞蛾之附火 飞蛾扑到火上 为照亮他人 自己焚身也好 不令习 加加飞蛾扑火仅好用以比喻字取灭亡 飞虹踏雪 宋代文人苏氏和苏哲兄弟俩 曾在神池 地名 一所寺庙借宿 受到老和尚奉贤的热情 招待 他们还在寺内的墙壁上提了诗 多年后 苏哲写了手 神池怀旧诗 苏氏见诗后 想 到老和尚奉贤已经去世 当年提诗的墙壁也可 能已经毁坏 而自己又是这样漂泊不定 不由 的感慨万千 胡了一首诗 苏氏在诗中写道 人生到处之何似 映似飞虹踏雪泥 一 此事说 人生在世 就像是随处飞薄的红眼 偶然在某处的雪地上留下些踏痕 佳佳飞虹踏雪景号比喻往事所留下的痕迹 飞黄腾达 唐朝文学家韩玉为勉励自己的儿子韩福好 好读书写了首题为《扶读书成男》的诗 诗 中写道 有两个邻居男孩容貌相像 又都灵巧 可爱 由于一个好学 一个不爱读书 渐渐就 分出高低了 到二十来岁时 他们的区别就如 清水沟和污水渠一样明显 当三十而立时 一 各就像龙 在棺场上 飞黄藤踏 如神马飞 藤直上 连连升迁 而另一个就像赖哈马一 样在地上爬 飞黄藤踏 献血位 飞黄藤达 飞黄 传说中神马鸣 藤达 飞池上身 家家飞黄藤达 锦号比喻骤然得志 官职地位 升得很快 飞驴飞马 汉朝帝大物博 国力强盛 因此 常有其 他国家的国王来朝见汉帝 归资国的国王来朝 赫的次数多了 对汉朝宫廷的雄伟建筑和宫廷 李仪很感兴趣 回国仿照汉朝造了做雄伟的宫 电 连公式的管理巡查的方法和几股打钟等 等事项都照搬了去 附近一些国家的人看不惯 他这一套认为是驴飞驴 马飞马 导向 是驴和马杂交生出来的裸子 家家飞驴飞马 警号 比喻一件东西不伦不类 时 摸也不像 分道扬镳 南北朝时 北魏主管京城洛阳地方的京兆 尹 官名 原至乘车外出 遇上迎面而来的尹 始终为李镳的车子 按理节 官职低的原至尹 像官职高的李镳让路 但原至没有这样做 李 镳责备原至 原至也不示弱 两人吵到孝文帝 那李 孝文帝听完他们的陈述后说 洛阳是我 门的国都 你们应该分路扬镳 分路驱马 前进 从此以后 各走半边 各走半边 原至李镳出 来便用尺把路面画成两半 各走一边 分路 杨镳 现在协位 分道杨镳 标 马勒口 家家 家家分道杨镳 尽号 比喻各分前程 分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听从陈相李斯的建议 下令民间在三十天内将所藏的 诗 书 和百家之书焚灰 命令还规定 于其不烧的处 以行法劳裔 谈论 诗 书 的处以死刑 借古非经的灭族 第二年 由于卢生侯生等 人没能为秦始皇求取到先要 又攻击朝政 秦 始皇大怒 在咸阳活埋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 称语 焚书坑儒指的就是上述事件 坑 人活埋 家家焚书坑儒锦号指焚烧书及残害文人的文化 专制手段 风吹草动 春秋时 楚国的五子虚位躲避楚平王的锥 杀 乔装打扮后逃亡 他白天藏匿在山林荒野 中 晚上行路赶往吴国 过招关时 由于处兵 把手严密 他一夜愁白了头发 后来靠朋友的 帮助 才混出关去 过江时 渔翁见他饿的面 黄鸡兽 就到家里去为他拿食物 为怕追兵 五子虚只能躲在芦苇中等待渔翁唐代的 五子虚变文 终形容他这段经历事 亦有 风吹草动 就赶紧躲起来 家家风吹草动 仅好比喻细为的动静或变故 风马牛不相及 就是马牛 马牛不相及 马牛不相及 就是马牛走失 也不会跑到 对方境内 而你现在却要领兵来攻打我国 这是什么道理 这时齐桓公手下的大城管 众强词夺理的说 因为你们楚国长期不向周 王朝献礼物 而周朝王又是被你们楚国的河水 淹死的 但都遭到了楚王使者的驳斥 风 走失的意思 家家风马牛不相及 警号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风声鹤唳 前秦国王福间带兵侵犯东静 遭到东静军 对的迎头痛击而施力 他在寿阳城上看到静军 不正严整 十分威武 又远望八宫山 把上面 的草木都看成了静冰 心里非常害怕 在指挥 军队后退时 他本人也中箭逃跑 一路上听到 风声鹤唳 风声和鹤的叫声 都以为是静 冰追来了 惊恐万分 历 鸟鸟鸣 家家风声鹤唳锦号形容极度惊慌一句 风竹残年 宋末原初的刘英从小丧父 对母亲很孝敬 她长大后在朝廷做官时 因母亲生病 就辞官 回家侍奉母亲 后来朝廷几次征召她去做官 她都没去 人们奇怪的问她 为什么有官不作 刘英回答 我母亲以九十高龄 就好比是 风中残竹 大风中一只快烧尽的蜡烛 随 尸都会熄灭 我怎么可以丢下它 去贪一时的 富贵呢 家家风竹残年锦号形容衰老的人 生命已经不长 风始长舌 春秋时 吴王和吕法处 攻入楚国国都尹 陈 楚昭王逃奔到随国 大夫申包须赶往秦国 求救 希望秦国能出兵就处 申包须说 吴国 就像 风始长舌 贪婪如大猪 残暴如大蛇 屡次侵害别国 如果楚国灭亡 相邻的秦 国也会随之受到侵害 但秦哀公并没立刻答应 申包须的请求 于是申包须站在秦国宫廷上哭 那七天七夜 始秦哀公终于答应出兵就处 风 大 家家风始长舌警号比喻贪暴者或侵略者 逢人说想 唐代的公布上书 杨敬之很珍惜人才 世人 相思得才兼备 在考取进士前曾拿着自己的诗 文 拜见杨敬之 受到杨的器重 杨敬之赠给 他一首诗 极度见诗诗尽好 极观标格过于 诗 平身不解藏人善 到处逢人说相思 一 死是说 我看到相思的诗写的都很好 而他的 人品更好 我从来就不理解埋没人才有什么好 处 所以四处见人就赞扬相思的长处 通过他 的宣传 朝廷了解了相思 第二年 相思在科 举考试中被取位上等 家家逢人说向警号比喻到处赞扬某人或某事 奉毛麟角 南朝的谢超宗为文学家谢灵韵的孙子 因 好学善文 深得送孝武帝刘俊的赏识 后来谢 超宗在新安王刘子鸾手下任职 刘子鸾母亲死 时 谢超宗奉命写了篇迹文 孝武帝独后 对 太子社人 官名 谢庄赞叹道 超宗很有些 凤毛 这里只文辩 又是一个谢灵韵 后人把凤毛和麟角 何谓成语 凤毛 凤黄的毛 麟角 麒麟的角 凤黄和麒麟都 为传说中争议动物 家家奉毛铃角 警号比喻稀有珍贵的人或事物 奉公守法 战国时 赵国主管征收田赋的赵舍到向国 平原军家去收租税 平原军家的管家依仗全是 拒不交纳 赵舍依法逮捕并处死了几个领头的 平原军因此大怒 下令逮捕赵舍要处他死刑 赵舍李直气壮的对平原军说 如果大家都不遵守国家法令 赵国会灭亡的 你也就当不成像国了 所以你应带头奉公如法遵守 法令秉公办事 平原军见赵舍讲的有道 李就释放了他 还向赵王推荐赵舍去掌管权 国得税收 奉公如法 后演化为奉公守法 家家奉公守法 警号指奉行公事 遵守法令制度 佛投者份 古代有个崔相公 姓佛 一次 他到寺庙 去进佛 看见鸟雀在佛像头上拉粪 就问庙里 得如会禅师 鸟雀有没有佛性 禅师回答 当然有 崔相公又问 既然他们有佛性 为何还要在佛投这粪 禅师回答 他 因为他 们知道我佛慈悲 否则 怎么不到凶猛的要因 投上去放粪呢 家家佛投这粪 仅号比喻 蝎毒美好的事物 扶摇之上 战国时的庄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理论 在 逍遥游 一文中描写道 北海有一种伸长几千 里的大鱼 叫坤 坤便喂鸟 就成了鹏 同样 伸长几千里 它飞起来时 翅膀大的像挂在天 编的一片云 彭能乘着海上的大风飞到南海 庄子还引用 齐鞋 这本书上的说法 说彭能 团扶摇而上着九万里 凭借飓风的力量 飞到九万里高空 扶摇 盘旋而上的飞 加加扶摇直上锦号形容快速上升 常常比喻 官场得意 釜底抽薪 南北朝时 东魏大将军侯景举兵反叛 遭 到朝廷军队的攻打 侯景于是投降江南的梁武 帝硝衍 请硝衍派兵前来增援 结果又被慕容 少宗指挥的东魏军队击败 侯景最后只带着圣 下的几百人投奔梁朝 东魏的魏收魏辞给梁朝 写了份 为侯景叛疑梁朝文 指出对侯景这 样的人必须 抽薪纸费 捡草除根 但硝衍 未能接受这劝告 侯景后来果然又反叛梁朝 辅底抽薪 由 抽薪纸费 演化而来 家家辅底抽薪 仅耗指从锅底下抽掉柴火 比喻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父亲请罪 战国时 赵国的令香如多次立功 被封位 大官 官位高过了大将军连坡 这使酒精沙场 多次为国出生入死的连坡很不服气 扬言要 当众侮辱令香如 令香如知道后 处处回避连 婆 并向那些替自己抱不平的人解释说 想 当年秦王那样微风 我还敢当众呵斥 现在我 这样做并不是怕连坡 而是为国家的安慰着想 如果我和他斗气 就会给敌国可乘之机 连 颇听到这些话后 十分惭愧 就打着赤膊 父亲 背着金条 亲自上门请罪 家家父亲请罪 尽好比喻 向人承认错误 承肯认 罪 负重致远 东汉末的庞统族至多谋 与诸葛亮齐名 当东吴大将周瑜病死时 庞统专程跑到吴都去 调眼 在和东吴明士们聚会时 庞统评价他们 说 陆基好比是一匹不自卖的快的马 顾绍却 像一头能 负重致远 驮着重物送往远处 的牛 于是有人问庞统 是不是陆基胜过顾绍 庞统回答 马儿虽好只能驮一人 而牛却能背 负很多重量 家家负重致远景号比喻 兼负重大责任 负汤导火 东汉末年 各路豪强争夺天下 曹操挟持 汉县帝在许昌定都 刘表则占据着荆州 刘表 手下的从事中郎 冠明 韩松等人劝刘表归顺 曹操 刘表回答 现在天下大乱 还不知谁 剩谁负呢 他让韩松前去探听一下曹操的虚 十 寻找其破绽 韩松表示 作为臣子 自己 即便 赴汤导火 奔赴汤池 投入烈火 也要为主上效命 后来曹操率兵攻打荆州 刘 表应被上身窗而死去 汤 热水 家家赴汤导火警号比喻不畏艰险 奋不顾身 赴朝无完卵 东汉末年曹操下令出兵五十万 前去攻 打住扎在新野的刘备军队 中石大夫恐荣反对 说 以不仁义的军队去攻伐仁义之师 能不 失败吗 曹操听后 想到孔荣平时也常反对 讥讽自己 就命人把他抓起来 孔荣要求一 人做事一人当 不要抓他的两个儿子 但儿子 从容不破的对父亲说 覆朝之下 岂有完卵 呼 意味 鸟窝被倒翻了 鸟蛋还能完好 无损吗 不久 孔荣的两个儿子也被抓了起 来 全家被杀 家家覆朝无完卵警号比喻整体被毁 个体不能 幸存 负税难收 西汉时 会积人朱买成家境贫寒 靠打柴 虎口 他很好学 利用打柴卖柴的空隙读书 妻子崔氏嫌他是个书呆子 不会有出席之日 就离他另嫁了 后来朱买成金同乡的引荐得到 漢武帝的赏识 被任命为惠姬太守 当他浩浩 荡荡前去赴任时 崔氏拦住马车磕头请罪 西 妄能复婚 朱买成让手下取过一盆水泼在地上 对崔氏 对崔氏说 你如果能把倒出的水收回到盆里 我就和你破镜重圆 赴水难收 由此而来 佳佳赴水难收 仅好意味道在地上的水难收回来 比喻是已定局 不可挽回 改过自新 西汉初期 明依淳于义因受人诬告而被判 处月刑 月刑是一种戈鼻断足等残害肉体的 刑罚 在淳于义被押往长安时 他的小女儿提 赢也跟了去 提赢为了救父亲 上书汉武帝 写道 我父亲的为人受到人们的好评 现在 却要受月刑 我痛赶死了的人不能再复活 手 脚被砍掉了就不能在街上 这样 即使受刑的 人愿意改过自新 也没有机会了 汉武 帝看了奏书很感动 下令废除月刑 同时还设 免了 淳于义 家家改过自新 警号 只改正过失或错误 重新做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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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项目 这是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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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汤和杜州君为稀罕的酷吏 他们乱用刑 罚 滥杀无辜 张汤曾在一次办案中 诸连途 杀三百多人 杜州则常常办一件案子 就带不数 百人 在他们的严刑库法下 欲中犯人聚增 看守监狱的官吏也增加到十万多名 但张汤的 儿子张安是和杜州的儿子杜延年却为人宽厚 静中职守 静中职守 受到朝廷重用 他们的几代子孙也 都位居高官 名声很好 所以后人称张汤度 周的后代们是 改弦一折 彻底改变了前代 的做法 弥补了前代的罪过 家家改弦一折 仅好意味乐器吊弦 车子改道 比喻改变方向 计划或做法 干清合适 南唐马言以善于作诗写词 虽然后来高官 后路 但写出来的诗词依然清新直谱 被誉为 有唐朝 元和词人 白居易流雨昔在唐县 松元和年间都作词 的气派风格 南唐皇帝里 仅一次在宫殿宴请群臣 对马言以开玩笑说 吹咒一池春水 为马言以的一句词 干清合适 关你什么事 马言以答道 那里比得上陛下的小楼吹彻欲声寒 呢 干 官舍 清 君主对大臣的称谓 家家 家家干清和市 井浩 只多管闲事 甘拜下风 春秋时 秦国发生梁荒 晋慧公不肯卖梁 给曾援助过 晋国梁史的秦国 结果两国交战 晋军战败 晋慧公也成了俘虏 晋军带着晋慧 公返回秦国 晋国的大夫们垂头丧气的跟在后 免 晋慧公对他们说 虽然晋慧公忘恩负义 但我们也不会把你们作为俘虏带回国的 晋 国大夫们听后 纷纷下拜叩头说 群臣赶 在下风 他们在晋慧公的下风头 听到了 你在上风头说的话 希望你说话算数 晋慧 公后来果然把他们都放了 甘拜下风 由 群臣赶在下风 演化而来 意义也有了变化 家家甘拜下风 锦号比喻自认不如 真心佩服 甘堂一爱 年少的周臣王即位后 书父赵公辅助治理 天下 他巡行各地 广师德镇 一次在汉水流 欲访问民间疾苦 曾在一棵甘堂树下休息露宿 当地百姓出于对赵公的感激爱戴 精心保护着 柯甘堂树 并做了一首名为 甘堂 的诗 诗 中写道 这茂盛的甘堂树 是赵公露宿修习的 地方 谁都不能砍伐 伤害他成语 甘 堂一爱 由此概括而来 家家甘堂一爱 仅好用以称颂观力的人爱 刚毕自用 春秋时 净楚两国军队在变得对质 净 军主帅荀林傅分析了双方形势后 认为不宜清 绿进兵 但中军副将先胡却擅自律本部人马度 何攻击储军 储军主帅孙叔敖文迅命令军队南 撤回国 大夫午餐便直接找储庄王说 进军 副将先胡 刚毕不仁 不听主帅命令 这是 我军取胜的大好时机 储庄王于是命令军队 回师北进 攻打进军 进军大败 刚毕自用 由 刚毕不仁 演化而来 刚毕 强硬固执 自用 自以为是 家家刚毕自用 仅好意味强硬固执 独断专行 高山流水 军队 春秋时 楚国的柏牙善于弹琴 她的朋友 中子齐则善于听琴 柏牙弹琴时想到 高山 河 流水 中子齐都能从琴声中听出来 并脱口而出 那 微微泰山滔滔江河 柏牙放下琴赞叹说 你听琴想象出的意境 正是我弹琴时要表现的心意 我无法逃过你的 耳朵 后来中子齐死去 柏牙失去之音 从此再也不弹琴了 家家高山流水 仅好比喻之心朋友 或乐曲高妙 高屋建林 汉高祖刘邦刚做皇帝不久 有人向他报告 说楚王韩信谋反 刘邦根据陈平的计策 借会 建诸侯的机会 撤了韩信的楚王封号 把他降 为怀英侯 当时 有个叫田肯的大臣恭为刘邦 说 现在皇上的宝座很稳固了 处置了韩信 又具有关中这样一块重要地方 关中帝是 居高陵下 从这里出兵各处 就像居高屋之 上建林水 从高屋挤上向下倒水 一样 不 可阻碍 高屋建林 据此而来 建 到 水 灵 胜水的瓶子 家家高屋建林 锦号比喻居高陵下 不可阻碍的 行事 高阳九徒 秦朝 秦朝末年 刘邦率军路过城流 帝明 有个叫历时期的高阳文人文训前来求见 正在 洗脚的刘邦听说是个文人 就对门说 提 我谢绝他 就说我忙于天下大事 没空见文人 当门出去传达了刘邦的意思后 历时期等 大眼睛 用手按着剑 大声呵斥说 你在给 我进去通报 说我是 高阳九徒 并不是文 人 刘邦一听来 刘邦哲是狂放好酒的壮士 连忙 擦干脚 下令 请他进来 历时期后来位 刘邦出谋划策 立下很多功劳 家家高阳九徒 仅好指好饮酒而狂放不羁的人 高枕无忧 战国时 齐向国梦常军门下有个时刻叫马 宣 一次 他为梦常军去削的讨债 不但没把 钱讨回来 反而当众烧毁债券 使人们对梦常 军产生了感激之情 不久 梦常军被齐王罢官 回削的 受到百姓热烈欢迎 马轩又去梁国 游说梁慧王用重金聘梦常军为相国 齐王听说 后 用更重的礼节请梦常军做齐国的相国 这 使马轩对梦常军说 现在你没什么可担忧的 了 可以枕头垫的高高地放薪税大绝了 家家高枕无忧 警号比喻太平无事 无忧无虑 割击烟用牛刀 春秋时 孔子的学生子游在鲁国的五成座 官 他按照孔子的教导 以礼乐去教化百姓 孔子到五成时 听到城里到处都是弹琴唱歌的 声音 就笑着对子游说 歌姬烟用牛刀 意思是说 你治理这么个小城 犯得着用这样 隆重的礼乐吗 自由回答 我曾听你讲过 君子学了礼乐就能爱人 民众学了礼乐就便于 管理 五成虽小 难道不应学礼乐吗 孔子 听后说 你做得对 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家家歌姬烟用牛刀 警号意味杀鸡不必用宰牛的 刀 比喻不必小题大做或不要大才小用 歌席分座 三国时 魏国的管宁和华星虽为同窗朋友 但性格却相反 管您对荣华富贵不感兴趣 一 新钻研学问 华星却羡慕全世 不愿读书 一 四 他们在一起除地 翻出一块金子 华星喜 出望外 相聚未及有 管您却无动于衷 又有 一次 一个大观坐着华丽的车子路过 华星赶 紧扔下书本出去看 回来后夸个不停 正在拳 神贯注看书的管宁 越听越厌恶 抽出刀来 歌席分座 把两人痛坐的席子 歌成两半 使两人分开座 表示同华星断绝 朋友关系 家家歌席分座 仅好比喻朋友绝交 各得其所 春秋时 有人送给郑国大夫子铲 一条活鱼 子铲命手下的一个官员 把鱼放回池塘里 谁知 官员偷偷把它烧来吃了 还骗子铲说 我刚 把它放下水时 他懒洋洋的不动 过了会 慢 慢的游起来 然后突然游开了 子铲一听 高兴的说 于 得其所 得到了他应在的 方 了 官员出来后说 谁说子铲聪明 我骗他 他还真相性了 家家各得其所 仅好指 每人或每样事物 都得到事 当得安置 各自为政 春秋时 一次郑国公宋国 宋国派主帅华 元帅领军队抵抗 在作战前 华元杀杨被九靠 赏士兵 却忘记把羊肉分给自己的车夫杨真了 杨真怀恨在心 战斗开始后 杨真对华元说 先前吃羊肉的事是你为政 现在驾车的事是 我为政了 说爸爸车赶进政军阵地 华元英 而被拂 宋军战败 陈宇 各自为政 该故事 隐身而来 家家各自为政 仅好指个人 按自己的主张办事 耿短急身 孔子的弟子言冤从鲁国动身 前去游说旗 国国军 他走后 孔子面带忧色 弟子子共问 这是为什么 孔子回答 以前管众曾说 主小者不可以怀大 耿短者不可以急身 小口 带装不了大东西 绳子短了 带不了深井里的水 我恐怕严冤这次去向齐军谈论深奥的圣 闲之道 会使对方应接受不了而把事情弄糟 鱼离开水会死 而人腻到水里也活不成 所以 待人处适应区别对象 耿短者不可以急 深 现简化为耿短疾深 耿 疾水用的神 子 加加耿短疾深井号比喻能力小 难以胜任兼具 的事 公败垂成 东晋的谢玄曾以八万训练有素的军队打败 前秦福间的所谓百万大军 为了统一北方 且 玄右率军北伐收复了徐衍青思良 遇六州 直至河北 眼看胜利再望 尽孝无地 得兄弟司马道子应妒忌谢玄的工业 借口出征 太久 要他撤兵回淮英 谢玄在归途中患了疾 病 不久病死 年仅四十六岁 静书 中英 死探习谢玄 降灵和促 功败垂成 上天降 灵给他的寿命 为什么会这么短促 竟在北伐大 功将要告成之时失败了 垂 将要 家家功败垂成 警号指示情在将要成功时遭到了 失败 狗尾叙雕 西晋时 宣帝的儿子司马伦和大臣孙属宇 他和谋篡权 阴谋得逞以后 他们的所有同伙 都被家官禁绝 连司马伦家中的奴仆差处都受 到封刺 每次上朝 这批人都戴着用珍贵的雕 伪装式的帽子 由于司马伦风官太烂 所以 时间满朝上下 这种帽子到处可见 当时人们 讽刺 这种胡乱风官家绝现象说 雕不足 狗 伪序 家家狗伪序雕锦号原来只官绝太烂 现在常常 比喻以坏续好 前后不相称 孤望言之 宋代的苏氏在黄州和岭南任职时 每天一早起来就找人聊天 他喜欢与各类人谈话 跟据对方特点选择话题 使气氛轻松活泼 当然 家没什么可谈时 苏氏就让他讲鬼怪故事 对 方推辞说鬼怪并不存在 苏氏就说 孤望言 知 姑且随便说说 于是大家都为精彩的 鬼怪故事所吸引 在笑声中散去 苏氏只要一 天没有谈话的客人 就会像生病一样郁郁寡欢 家家姑望言之 锦号意味随便说说 内容不一定 可靠 姑息养奸 春秋末 孔子的学生曾参病为 儿子曾源 曾身守护在一边 一个小孩说曾参床上的我 习非常好看 曾参回答 是大夫妻季孙孟室送的 同时感到自己用这个席子是不合乎 周礼 的便命儿子把席子换掉 曾源建父亲病重 不便更换,想等病好后再换 陈参说,君子 爱人在于德,系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普通 人爱人才会无原则的宽容,过分宽容会助长 坏事 你们如果爱护我,就给我换席子吧 姑息,后发展为成语,姑息养奸 姑息 过于宽容 家家姑息养奸仅号比喻过于宽恕纵容,就会助 常坏人坏事 姑助一致 契丹入清宋朝时,宋真宗在丞相扣准的唱 议下,亲自领兵反击 由于皇帝清真这件事大 大激发了士气,宋军一再打败敌人,弃丹只好 同意讲和 从此,真宗对扣准更加重用 朝廷 中令一位大官王清若极度扣准的功劳,便在真 宗面前讲扣准的坏话,陛下听说过赌博这玩 义儿吗? 书的人往往会把所有的钱压上作为罪 后的一次赌注,称为,姑助 扣准再三要臂 下清真,陛下不是成了扣准的,姑助,了吗? 这也太危险了 孤助一致,据此演化而来 家家孤助一致仅好比喻使出全部力量,做最后一 四冒险 故若金汤 秦朝末年,陈胜起义军派武臣带兵进宫照 第 便是宽通在建造的的泛阳令徐宫时,对徐 宫说,你做宪令十多年,杀了不少人,已死 到临头 想要活命,只有向武臣献臣投降 接着宽通又去劝说武臣,如果献臣的徐宫被 处死了,其他臣的将领们就会死守,使臣成为 很难攻取的,金城汤匙,铜铁铸成的城墙 沸腾着水的护城河 结果,徐宫投降 武 臣派车去迎接他 燕照一带三十多个臣也因 死投降 故若金汤,是说向金城汤匙,那 杨坚固 家家固若金汤锦号比玉防玉很坚固 故屈周郎 东汉末的东吴大将周瑜,人称周郎 他不 仅善于用兵打仗,而且对音乐也很精通,经常 边喝酒边听人演奏 虽然有时酒喝多了,但只要演奏亦有错误,他马上就能听出来,然后回 过头来看演奏者一眼,以示提醒 因此人们做 歌谣说,屈有物,周郎故 故屈周郎 据此而来 故,回头看 家家故屈周郎仅好泛指通小或爱好音乐的人 故左右而言他 孟子有一次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因为 要到处国去,把他的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回 来时知道自己的妻儿一直在受动哀恶 你说他 该如何对那位朋友 齐宣王答,与他绝交 孟子又说,有位执法官,却连自己的部下 也管不了,又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他的 直,孟子接着说,国家正式败乱,人民不 能安居乐业,怎么办 这下处到了齐宣王的 要害,宣王只得,故左右而言他 望着两 边站立的随从,故意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 家家顾左右而言他 锦号只因为无言以对,故意闭 开本题 瓜田里下 唐朝的郭明曾尽献自己的两个女儿入宫 当唐文宗李昂派郭明去当兵宁、地名、宪官时 有人说他是因女儿而得到这个官职的 公布室 郎柳公全把这情况向文宗反映 李昂解释说 郭明的两个女儿是敬献给太后的 与我毫无 关系 柳公全说 这种 瓜田里下的闲 依怎么能让每人都明白呢 古诗中曾写道 瓜田不纳履 李下不整官 意思是说 惊 过瓜田不要弯腰拔鞋根 走到李树下不要举手 整帽子 以免人家怀疑你偷瓜斋里 瓜田里 下 由此而来 家家 瓜田里下锦号比喻容易发生嫌疑的境地 瓜木相看 三国时 吴国大将吕蒙读书不多 一次 吴主孙全对吕蒙说 你现在当权掌管国家大 是了 应当多读点书 吕蒙推说军中事多 没功夫读书 孙全反问说 难道你的事比我 的还多吗 我经常读点书 收获很大 吕蒙从此开始读书 进步很快 后来鲁肃见到他 很惊奇的发现他已经飞喜笔了 吕蒙说 一 个人离别三天 是应该 瓜木相待的 瓜木相待 现在用作 瓜木相看 家家 瓜木相看 警号比喻改变旧看法 用新眼光 看人 管报之交 春秋时 齐国的管仲与报书牙未知交 他 门在南洋河伙做买卖时 管仲多要了些力 报 书牙知道他家里贫困 所以并不认为他贪心 管仲几次把事情半糟 报书牙也不埋怨他 后 来管仲为了帮助公子 就与公子小白争夺军位 一剑射伤公子小白 当公子小白登位 臣其还公 时 大夫报书牙又设法让鲁国把逃亡在那里的 管仲押送回来 管仲一回齐国 就被报书牙推 建作了齐还公的相国 而报书牙自己却做管仲 的助手 报书牙死后 管仲痛哭道 生我者 父母 知我者报书也 家家管报之交警号比喻朋友间交易深厚 管亏离策 公孙龙是战国十名家的代表人物 他学识 广播 自以为是最高明的了 在听了道家代表 人物庄子的言论后 公孙龙不经经其世界上海 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人 他把疑问告诉朋友魏牧 魏牧说 你想用自己有限的智慧去掌握无穷 的学问 简直是 用管亏天 用锥子的 用 主管去探天之大 用锥子去探的之身 未免 太不自量力 后来 汉书 忠佑 以管亏 天 以离策海 的说法 管亏离策 由此而 来 离策 只用护瓢去晾海水 离 离 护瓢 家家管亏离策锦号比喻对事物的观察和了解很 片面 管中亏报 王献之为东京书法家王羽之的儿子 他虽 聪明 但对初仆 古代的一种赌博 却不精通 一次 他看到几个人在玩初仆 就一旁插嘴说 你要输了 那人轻蔑的看了他一眼 说 这小孩就像 管中亏报 从主管里看报 只见到了一块花斑 没看到全报 意思是说 王献之见识狭小 献之一听 气呼呼的说 我是没有别人那样见多识广 然后拂袖儿 去 家家管中亏报警号比喻所见狭小 看不到全面 广开沿路 东汉安帝时 有人告发太子刘宝谋反 喊 安帝就太子的费力问题召集大臣们讨论 大将 君耿堡等人主张费太子 大臣来历等人反对 认为主要责任不在太子 经过一番争论 安帝 决定费太子 为继英王 看到来历及一些大臣都 来替太子说情 汉安帝发了一道诏书 上南说 到朝廷 广开严世之路 尽量提供大家发 表意见的机会 有些人却借此把一切责任都 推卸给别人 诏书还免去了来历的官职 广 开严世之路 现在简化为 广开严路 家家广开严路 警号只让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 机会 归府神宫 春秋时 鲁国木宫庆制作了一个非常精美 的曲 终架 人们见了 经有鬼神 都 很惊奇的怀疑为鬼神所作 非人力所为 请 回答 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手艺 只是在制作 前首先修身养性 直到忘掉了身外的名利 全 是及各种杂念 在一心一意的取材 制作 由 于专心制制 所以制成的曲能巧夺天宫 成 于 鬼府神宫 由此故事而来 家家鬼府神宫 警号形容记忆高超 国事无双 楚汉相争时 韩信离开项羽 投奔刘邦 因没得到重用而离去 萧和一听这消息 急忙 去把韩信追回 萧和还对刘邦说 韩信的才能 国事无双 国中无人可避 要想争夺天 下 非重用他不可 刘邦看在萧和的面上 绝 定封韩信为将军 但何认为应封他为大将 刘 邦 同意了 韩信后来果然为刘邦打天下建立了 杰出的功勋 国事 国中杰出的人物 家家国事无双警号比喻才能特异 国中无人可 比 国足不前 战国末期 楚国人李斯来到秦国 受到秦 王振 秦始皇 重用 被拜位克卿 此时秦国日 建强盛 其他六国许多有识之士都前来投奔 秦国贵族们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让秦王阵驱逐 包括李斯在内的外来兵客 李斯写了有名的 建筑客书 进行劝阻 文中说道 如果驱逐兵 客就会使天下的人才 果族不入秦 缠住 双脚步道秦国来 这无疑是借兵给敌人 送 粮给盗贼 秦王阵接受李斯的劝阻 撤销了竹 客令 果族不前 由 果族不入秦 演化而 来 家家果族不前 警号形容停止不前 过河拆桥 元朝的许有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 逐 建被提升为参政 官名 当元顺地准备废除 科举制度时 许有人表示反对 并何赞成废除 科举的官员争辩 废除科举制度的赵令下达时 元顺地故意让许有人跪在里头听 许有人几步 情愿地做了 散朝后 至书是御史 官名 谱 画鸡粉 许有人说 你是通过科举上来的 险 在宣读废除科举的赵令 你又跪在第一个 真 是 过河拆桥 那 家家过河拆桥 警号比喻目的达到后 将帮助字 挤得人一脚踢开 过门步入 上古时代 洪水泛滥 摇地命滚治水 滚 用土石来堵眼凶猛的洪水 结果失败 被处死 顺即位后 又命令滚的儿子 宇继续治水 宇熙 取父亲的教训 改用疏导的办法 让沟渠的水 流入江河 又让江河的水流进大海 十三年来 他天天带领百姓在治水工地 三次路过自己家 门都没顾得进去看一眼 他的这种 三过其门 而步入 的牺牲精神得到了人们的称颂 过 门步入 据此而来 家家过门步入 锦号形容忠于指手 功而忘思 过犹不及 一次 孔子的学生子 共问孔子 他的同学 子章和子下 那个更贤明 孔子回答说 子章做 事情常常太过头 而子下做事情 又常常太拘谨 也就是说 两人一个过分了 一个却答不到 子共说 这么说来子章胜过子下了 孔子回答 不 过游不及 做过头和做的不够都不好 家家过游不及 锦号意味 凡事做过了头 就像做 的不够一样 都不好 海部阳波 荒淫暴虐的 商咒王被推翻后 贤明的周五 王致力于发展生产 用礼乐教化百姓 到周成 王时 周公代理政务 使周朝出现了 正通人和 天下大志的安定局面 远在南方的 乐堂国国 王看到 海部阳波 这三年已 海上三年不见 凶恶的波涛了 估计中国出了圣人 就让使 这带着白志等礼物 前来周朝朝贡 表示敬服 家家海部阳波 警号比喻平安无事 海人听闻 随样帝阳广时 著作郎 官名 王少常用 一些荒诞言论取悦皇帝 他曾谎报说 有人抓 了一只乌龟 他的腹部有 天下阳心 四个字 预示着 阳家江山 兴旺长久 当皇后死时 王少 又说 皇后原是菩萨 大转身 他现在只是 回到天 上去他这些 骇人试听 的奇谈怪论 虽然 遭到有识之事的 比弃 却得到 阳广的欢心 这 这样 王少在著作郎的位置上坐了将近二十年 骇人试听 献血位 骇人听闻 家家 骇人听闻 警号意味 使人听了极为震惊 骇群之马 传说皇帝要到巨慈山去拜见一位叫大葵的 神 他遇到一个木马儿童就问 你知道 巨慈山往那走吗 木童答道 知道 皇帝 又问 那么你知道大葵在那里吗 回答 是的 皇帝感到这小孩不简单 就问他如 何治理天下 木童回答 治理天下跟木马一样 只要去骑骇马者 除掉骇群之马 就行了 皇帝一听 赶忙叩头致谢 称木童为天师 家家骇群之马 警号比喻为害集体的人 邯郸学部 相传战国时 赵国国都邯郸人走路特别好看 很受到外地人的赞美 使得许多人都跑来学样 燕国兽灵地方一个少年 特地跑到邯郸来学习 邯郸人走路 他用尽力气模仿 不料一段时间 下来 不但学不了邯郸人的步法 反而连自己 的步法也忘记了 最后只好狼狈地爬着回去 家家韩丹学不仅好比喻模仿别人不成 反而把自己原有的技能也忘掉了 韩沙摄影 传说古代长江 怀河一带有一种叫羽 的动物 又名短湖 它的形状有点像鳖 背上 有硬翘 但头上有脚 身上有翅膀 嘴里还有 一种像公弩样的东西 羽可以飞行 在发现有 人来时 就飞到人的头上 用口中所含的沙当 使用 射人的影子 人只要影子被射中了 就 会生病 而且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家家韩沙摄影警号比喻 暗中攻击或陷害人 汉流加倍 西汉文帝刘恒问又 陈相周伯 全国一年判 处多少案件 周伯答不上来 文帝又问全国一 年收支的钱两有多少 周伯又说不知道 这时 的周伯 汉出洽被 汉流沾问了几倍 对 自己回答不出皇帝的问题感到万分惭愧 汉文 帝又问左 陈相 陈平 陈平虽然答不上来 但他 说这种事情应由下面各主管部门负责 而陈相 的主要职责是 辅佐皇上 管理大臣 使他们各 司职守 文帝听后很满意 汉流加倍 由 汉出洽被 演化而来 家家汉流加倍 警号原来形容极度惶恐或惭愧 现在只满身大汉 汉马功劳 刘邦在打败项羽 登上皇帝宝座时 按攻 劳大小封赏手下的大臣 他认为萧和的功劳罪 大 就首先封他为赞侯 其他功臣不服 说 我们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 而萧和 为有憾 马之劳 没在战场上立过功 只是靠无闻 弄莫发发议论 风赏却在我们之上 这是为实 摩 于是 刘邦向他们解释了萧和作为自己 的重要谋成和得力助手的作用 大家也就不在 说什么了 汉马之劳 现在用作 汉马功劳 汉马 将士们打仗时 战马奔驰出汉 家家汉马功劳 警号原来指立下战功 现在也指 在其他方面立下功劳 汉牛冲动 唐代学者 录制作过国子博士 唐宪宗 时有 任太子 试读 他对孔子的春秋 很有研究 柱树 柱树讲学几十年 这有 春秋 吉祝 春秋 便以 春秋为止 等书 被人称为 文通 先生 文学家 家柳宗原在 录制的目标中 曾这样 写道 自孔子以来 许许多多学者研究 注释 春秋 专注多的 处则冲动 与 出则 汉牛马 放在屋里 可堆至屋顶 搬运时 可使 牛马类出汉 汉牛冲动 由此简化而来 动 洞与 屋子 家家 汉牛冲动 井号形容书很多 汉苗德语 战国时的 孟子见梁襄王时 襄王问他 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 孟子回答 只有 统一天下 才能安定 襄王又问 那么谁 能统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 不爱杀人 师 行人阵的人 能做到 孟子还说 忍着 统一天 下的力量 是很大的 好像大汉之时 突然下了场 大雨 秧苗 蓬勃的生长 这种 生气 蓬勃的力量 谁也抵挡 不住 汉苗德语 由此而来 家家 汉苗德语 井号比喻 在极困难时 得到援助 汉谢一气 唐希宗时 有个叫 崔汉的主考官 录取了 一个叫 崔谢的考生 由于两人都姓崔 而他们 的单名 汉和 谢 连在一起 又恰恰是表 是夜间水器的 汉谢 两字 于是有人就开完 笑说他们是 汉谢一气 家家汉谢一气 井号比喻 彼此气味相投 好好先生 东汉末德司马辉 与人说话 总是说好 一 四 有个朋友 伤心的告诉他 我儿子昨天病 死了 司马辉也回答 好 妻子责怪他 人家死了 你应语 以安慰 怎么能说 好 呢 他说 你说的话也好 人们应 死称 司马辉 为 好好先生 家家 好好先生 井号比喻 是非不分 不敢得罪任 何人的人 何谱诸海 东汉石的 和谱 地名 虽然不出产粮食 但境内海里有大量的珍珠 人们用采来的珍珠 与商贩换取粮食 由于官吏们贪得无厌 无止 境地强迫百姓为自己采集珍珠 使得铲珠的棒 都迁徙到郊址 地名 境内去了 于是 何谱 生活资源枯竭 不少人被井离乡 有的人甚至 饿死在路上 梦常任何谱太守候 着力于改革 官场弊病 为民牟利 不到一年 牵走的棒友 回来了 远走他乡的人也回来 安居乐业 何 朴珠海 根据此事概括而来 家家和朴珠海 仅好比喻人去而复回 或勿施而复 得 何东师后 宋代苏东坡被扁黄州时 结交了一位名教 成造的朋友 他信仰佛教 自称龙丘先生 但 又喜欢在家里养些歌技 成造常请朋友们到家 礼坛论佛经 直至生更半夜 这时 他那凶悍 极度的妻子柳氏会在隔壁怒吼耍威 使客人们 不欢而散 苏东坡 苏东坡为此写了首开玩笑的诗 诗 中有忽闻 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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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东郡 姓柳的人大多出自该郡 这里指柳氏 狮子 诗子吼 原为佛家比喻威严的 这里指柳氏发怒 家家和东施吼 仅号比喻妻子好极度又厉害 一 嘲笑丈夫怕老婆 何于负极 春秋时的楚国大夫申书展和宋国大夫海无 涉事朋友 当申书展随楚军攻打宋国的萧逸臣 时 看到海无涉阵站在城上 他想救朋友 有 不便直说 就向海无涉喊话 何于负极 乃 何 意味 你如果拉肚子怎么办 海无 涉机智的回答说 那我就往枯井跑 申书 展叫他在枯井上盖些茅草 后来楚军攻破消逸 申书展找到一口上面有茅草的枯井 就出了井 中的海无涉 中的海无涉 何于 比喻负极 英语腐烂是从 腹内开始的 家家何于负极井号指腹泻 何哲之腹 战国时 送国人 桑子很穷 一次他去向监 和喉借粮 兼和喉说 等我年底收了租税就 借给你三百斤 行吗 桑子 幽默地回答 昨天我在一条干涸的车辙中看到一条快死的腹鱼在呼救我对他说等我去南方游说五月两国国王然后引西江汁水来救你行吗 腹鱼听后大怒说我湿水快要干渴死了 只要能得到一斗一身的水便能活命 照你这样 讲还不如到鱼干店里去找我吧 成语 何哲之腹 由该故事概括而来 家家和哲之腹 警号比喻陷于困境及呆原住的人 鹤立鸡群 竹林七贤之一的鸡康卫卫尽时的美男 子后来他儿子鸡少成了西晋会帝司马忠的事 忠官名 鸡少野长的英俊睽伟 已表出众 他刚到洛阳时 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 荣说 鸡少在人群中气于轩昂 如也鹤之 在鸡群 王荣回答 他父亲鸡康更是气 与非凡 鹤立鸡群 由如也鹤之在鸡群 变化而来 家家鹤立鸡群警号意味向鹤站在鸡群之中 比喻 人的仪表或才能出众 红叶提诗 唐代卢卧附金城应事 在皇城外的护城河 忠实道一片红叶 剑上鸡群提着一首诗 流水 和太极 升宫敬日贤 殷勤谢红叶 好去道人 兼 他知这是里面 宫女写的 就把它藏在乡 自立 后来唐宣宗里臣即位 薛剑宫女 再犯 杨做官的卢卧 羽翼浅放的宫女结为夫妇 这个 宫女见到卢卧收藏的红叶 发现正是当年自己 提诗后放入水沟的 这是 红叶提诗的出处 之一 家家红叶提诗 井浩比喻男女奇缘 洪湖之志 陈胜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 他年轻时 曾被别人雇用耕田 一天 他在耕作休息时 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越想越气愤 就对其他雇 农说 如果我们之中以后谁富贵了 不要忘 记大家 大家一听笑了起来 说 你还在 替人耕田 那来的什么富贵 陈胜不禁叹息 说 爱 燕雀怎么能知道 红湖之志 呢 红湖 天鹅 家家 红湖之志 井浩比喻远大志向 喉门如海 唐代秀才催娇 见姑母家 婢女长的端庄秀 立 就爱上了 没多久 两人心心相应 可是 姑母家由于贫困 把婢女卖给了达官贵人鱼 一天 催娇与那婢女在路上相遇 两人只好相 互望望 不得交谈 催娇百感交集 写了首诗 其中有一句是 喉门一入深如海 意思是说 于家的门亭深四海 把自己和恋人完全隔绝 了 喉门如海 由此而来 喉门 只显贵人 家 家家喉门如海 井浩比喻门境森严 亦比喻朋友 奸英地位不同而疏远隔绝 后顾之忧 南北朝时 北魏的孝文帝又年级位 犹太 后林朝执政 尚书仆设 官名 李冲府镇 李 冲设置了林李治 又搬行新的租制 限制贪污 增加国库收入 他还主持营建洛阳新兜 这些 深得太后和孝文帝的赏识 孝文帝领兵出征时 就放心的把朝中事物托给李冲 李冲总是处理 得很好 李冲病死时 孝文帝十分悲痛 对群 陈说 李冲在时 他即便出征在外 也无 后 顾之忧 家家后顾之忧 警号只在前进过程中 担心后方 发生问题 后来居上 西汉时的吉安当上大官的时候 公孙宏和 张汤都还是小官 吉安很看不起他们 后来 公孙宏被汉武帝封位成像 张汤也做了御史大 夫 连吉安的一些部下也被提拔上来 有的神 至超过了他 吉安对此很不服气 就像汉武帝 发牢骚说 皇上用人好像堆积木柴 后来 这居上 后来的总是放在上面 汉武帝 没有理睬他的意见 家家后来居上 警号原来只资格浅的人 反而居资 格老的人之上 现在常用来称赞后起之秀超过 前辈 后起之秀 东晋官员王成很有才干和胆士 他就就范 您是位著名的学者 一天 王成去看望旧旧 看到很有名气的张玄也在座 张玄摆出一副老 前辈的架子 想让王成 先向他打招呼 王成对 他这种样子很看不惯 没踩他 两人就这样将 在那里 谁也不主动 先打招呼 事后范宁为此 责怪王成 王成说 如果他真想和我认识 也可以主动找我谈的 范宁听了不但没有在 批评王成 反而称赞他说 你真是后来之 秀 后背中的优秀人物 后来之秀 后多做 后起之秀 家家后起之秀 仅号之后出现或成长的优秀人物 葫芦吞藻 古代有个医生在向病人介绍生离和红藻的 性能识说 生离对人的牙齿有益 却对皮有 害 而红藻正好相反 能见皮 却伤牙 有 个人听后说 我倒有个妙法 可以是这两样 东西有益而无害 就是在吃生离的时候只是嚼 却不咽下去 而吃藻子时则不嚼 就一口吞下 这样岂不是既不伤牙 又不伤皮了吗 成语 葫芦吞藻 据此而来 葫芦 整个 家家葫芦吞藻 仅号比喻读书或理解事物不加分 西 含胡了事 胡假胡威 战国时 北方人都很惧怕楚国大将朝西叙 楚宣王对此感到不解 一位大臣用一个预言故 是向他解释说 一只老虎要吃一只狐狸 狐狸 说 你不敢吃我 我是天地派来做百兽之王 的 你不信 就跟在我后面走 可以看到其他 野兽见到我没有不怕的 老虎按狐狸的话去 坐 果然看到各种动物纷纷逃走 老虎以为他 们真的怕狐狸 却不知怕的是狐狸厚满的自己 同样 北方人怕的也并不是朝西叙 而是他指 灰的楚国强大的军队 家家胡假胡威 仅号比喻假借别人的威 是下胡人 胡孙入不带 宋朝诗人梅姚成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对仕途并不热心 后来他的好友欧阳修奉朝廷 知命主持修传 唐叔 命他也参加这个工作 梅姚成很不情愿地答应了 他回家对妻子说 要我修书 可以说是 胡孙入不带 把活 泼顽皮的猴子装进了不带 妻子答道 让你做官 就像年华的鲜鱼爬竹竿 永远上 不去 家家胡孙入不带 警号比喻行动失去自由 虎口于身 去 庄子 道直 记载 春秋时的孔子前 去拜见奴隶起义领袖柳下直 结果遭到柳下直 的痛骂 还差点被杀 孔子傲丧 害怕 急忙 离开 当他的马车回到鲁国东门外时 遇上了 柳下直的哥哥柳下记 柳下记问他 是不是 我弟弟冒犯了你 孔子回答 是的 我真 是自找苦吃 想去摸弄老虎的头 鸡不免糊 口哉 差点被老虎吃了 虎口于身 亦语 亦语由此而来 家家虎口于身 仅好意味从老虎嘴边逃出生命 比喻死里逃生 互恶不圈 春秋时 国联合送 陈等国攻打郑国 郑国向陈国求和 陈还公不答应 认为郑是小 郑国攻打他不会有什么后患 谁知过了两年 郑国便起兵攻打成国 大获全胜 当时有人凭 嫁这件事实说 好事不要错过机会 坏事不能 滋长 常恶不圈 坚持作恶而不悔改 一定会自讨苦吃的 到时候虽想挽救也来不及 了 长恶不圈 后多作 互恶不圈 互 坚持 圈 悔改 家家互恶不圈 仅好比喻坚持作恶 死不悔改 花言巧语 元代王石府在杂剧 《西香记》中写到 穷 书生张生和香门千金 催婴婴一见钟情 但婴婴 母亲执意要把女儿嫁给上书的儿子 只许张生 和婴婴保持兄妹之礼 当丫鬟红娘把张生的情 书带给婴婴时 婴婴故意发脾气 我和张生 只是兄妹关系 她怎么能写这种东西给我 聪明的红娘完全看透了婴婴的内心 说她 在人前 巧语花言 说自己只能做张生的 妹妹 暗地里 却恨不得马上跟张生结婚 巧语花言 献血味 花言巧语 家家花言巧语 仅耗至美妙动人的谎话 华儿不识 春秋时 晋国大臣 杨处复出使国 回国 途中在一个旅店过夜 旅店老板 宁营见杨处复 相貌堂堂 觉得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人 便决定 跟随他去 两人一边赶路 一边交谈 渐渐的 宁营发觉了杨处复许多缺点 于是马上离开他 回店 宁营的妻子感到很奇怪 宁营解释说 这人 华儿不识 别人都怨恨他 跟随他 不会有好下场 一年后 杨处复果然被人所 杀 家家华儿不识 警号原来只光开花 不结果实 后 常用来比喻外表好看 内力空虚 或好大喜功 不求实际 化病冲击 三国时 魏国势忠 官名 卢豫被魏明帝 提魏力不上书 明帝还让他推荐一个接替势忠 职位的人选 卢豫推荐了正冲 了解正冲的名 帝要求卢豫选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 于是卢豫 又提出孙雍 被任用了 后来朝廷想选拨一个 中书郎 官名 当时诸葛诞 邓阳等人都很 知名 但为明帝向卢豫提出 挑选人才不要选 那些有名的 名如画的作饼 名声就像的 上画的饼一样 不能吃 家家画饼冲击锦号比喻图有须名或以空想安慰 自己 画虎类犬 东汉名将马园 听说直尔马延 马敦结交 了侠客杜济良 就写信给他们说 向别人学习 要有选择 譬如 龙伯高是一个敦厚 谨慎的 人 我希望你们向他学习 而杜济良虽然性情 豪爽 行侠仗义 但我不希望你们学他 因为 学不成龙伯高 还可以是一个谨慎诚实的人 如果学杜济良不成 将会变成一个轻浮的人 就好像 画虎不成反类狗 家家画虎类犬 仅号比喻号高物远 亦无所成 反而成为笑柄 画龙点睛 南北朝时的梁带有 有个叫张森咒的画家 有 四在一所寺庙的墙壁上 画了四条龙 非常逼真 但都没有眼睛 人们看了很奇怪 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说 如果画上了眼睛 他们会马上飞 走 大家都说他吹牛 要他画上试试看 鱼 是他给两条龙点上眼睛 一会儿 但见雷电交 家 墙壁破裂 两条点有眼睛的龙腾云飞上天 剩下两条眉点眼睛的龙留在墙壁上 家家画龙点睛锦号比喻写文章或讲话时 再观 见处用一两句话时内容突然生动有力 画蛇天族 战国时 楚国一座慈庙的主人 送给看守 庙宇的几个人一壶酒 人多酒少 很难分配 于是有人提议来个画蛇比赛 谁先画好 谁就 先喝这壶酒 大家在地上画蛇 第一个把蛇画 好的人 看见其他人都还在画 便左手拿过酒 胡 右手提着画笔 说 我还要替蛇画几个 脚呢 正当他画蛇脚的时候 另外一人一把 蛇画好 夺过他手中的酒壶说 蛇是没有脚 的 你怎么替他添脚呢 说吧 张口便喝酒 家家画蛇天族锦号比喻做事多此一举 反而坏 是 怀宝弥邦 春秋时掌握鲁国大权的杨祸想见孔子 孔子不肯不肯见 杨祸就给孔子送了些猪肉来 好 让孔子去答谢他 以便见面 孔子故意趁杨祸 不在家 不在家时前去答谢 不料两人在路上碰着了 杨祸劝孔子出来从政 他对孔子说 他对孔子说 你怀 其宝而弥其邦 可谓人呼 深藏财德而不 出来为国效力 听任国家迷乱 算是人吗 孔子听了杨祸的规劝后说 好 我将从政做 官 家家怀宝弥邦锦号 只有财德而不为国效力 怀刺曼灭 汉末的迷恒少年时就很有文才 他姓秦刚 列清高傲事 对达官贵人很看不起 建安初 年 他来到京都许昌游历 心想 京城人才记 记 也许可遇上依未能指教自己的贤士 为此 暗暗在怀中藏了一张自己的刺 明帖 准备夜见闲事实用 然而 他始终没能找到一 为值得自己敬佩的人 怀中的那张名刺由鱼藏 的时间太久 字迹都模糊漫灭了 怀刺漫灭 距此而来 家家怀刺漫灭锦号比喻找不到自己敬佩的人 黄梁梦 从前有个姓卢的独咒人 整天都未得不到 荣华富贵而苦恼 一次 他在去邯郸的旅店里 遇到道士吕翁 就向吕翁诉说了自己的贫困和 苦恼 吕翁给他一个枕头 叫他睡觉 这十旅 店主人正在煮黄粮 小米 饭 读书人在枕头 上睡着后 就做起美梦来了 梦中风观拜乡 娶妻身子 享尽荣华富贵 可是一觉醒来 他 看到一切依旧 连店主人的黄粮饭都还没煮熟 刚才自己享受的一切 不过是人家主黄粮十字 己做的一个美梦罢了 黄粮梦 据此而来 家家黄粮梦 仅好比喻虚幻的是 或欲望的破灭 黄袍加身 宋太祖赵匡应元氏五代后 周皇帝周氏宗首 下的太位 官名 周氏宗死后 七岁的儿子 柴宗训继位 赵匡应掌握了军事大权 在赵埔 使守姓 赵匡应等人的策划下 赵匡应借口 北上防御北汉和契丹入侵 绿军队开到开封北 面二十里的陈乔义 将士们把早已准备好的 皇帝穿的黄袍加太祖身 把黄袍披在赵匡 应身上 拥立他做了皇帝 赵匡应立刻率军 回京城 夺取了后洲政权 改国号为宋 家家黄袍加身 仅号只被拥立为皇帝 灰汉成语 春秋时的齐国大臣燕音 长得很矮小 一次 他出使楚国 楚王因看不起齐国 想趁机侮辱 燕音 就让他从小门进来 燕音说 只有到 狗国去才会从狭小的狗门进 我今天是到堂堂 的楚国来 怎么能从狗门进呢 楚王气的说 不出话来 只得打开大门请他进去 但他还想 西洛燕音 说 你们齐国是不是没有人了 怎么派你这样的人来 燕音回答说 我们 齐国人口众多 路上行人摩肩接种 灰汉成 语 人人灰汉就如雨下 怎么能说没有人 呢 家家灰汉成语 锦号形容人多 惠及记忆 战国时的明依晴悦人 被人们称作传说中的 神医扁鹊 一天他见其 环侯的气色不对 九 劝他赶快医治 环侯不予理会 过了十天 扁 却对环侯说 病已发展到肌肉血脉里了 环侯还 是拒绝就医 又过十天 坚确说其环侯的病已 进入肠胃 不治就完了 环侯继续固执己见 再过十天 扁鹊看见环侯就逃 人们问他未时 摩 他说环侯的病已 深入骨髓 没法治了 几 天后 其环侯果然死去 成语 惠及记忆 举 死而来 家家惠及记忆 警号只隐瞒病情 害怕就医 丙 欲掩饰缺点 错误 怕听批评意见 惠莫如生 春秋时的鲁庄公 想让子班继承自己的军位 为此 他派人杀死了 想让庆父继位的弟弟书牙 庄公病死后 他的另一个弟弟 既有辅助子班继 陈军卫 庆父派人杀死子班 另立公子开卫国 军 叫闽公 可是闽公做国军还不到一年 有 被庆父派人杀死 庆父自己则逃往其国 春 秋 在记载这件事时 因事件重大 惠莫如 申 只是简单写道 子班死后 庆父到了 齐国 家家惠莫如申 锦号原意为事件重大 惠而不严 后用来比喻把事情瞒得很紧 混淆黑白 东汉 东汉安地的奶妈王胜以账权权是广收贿赂 并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华丽的庭院耗费国 加大量 加大量 加大量钱财 他还拉拢了一批宦官 宠臣 干 玉朝政 正直的杨政对此十分痛心 尚书汉安 帝 揭露王胜等人的胡作非位 他写道 如 经朝廷中,白黑混淆,轻酌不分,这事很为 显得 但汉安帝不但不听劝谏,反罢免了扬 正的官职 扬正感叹自己不能为国除害,服毒 自禁 白黑混淆,后演化为混淆黑白 家家混淆黑白警号只故意把黑的说成白的,把 白的说成黑的 比喻故意制造混乱,使人辨别 不轻 火中取栗 预言故事,一只猴子在找食吃时,发现火 盆里有几个例子,已被火烧得裂开了皮,香气 扑鼻,但有火不好拿 于是猴子就用激将法说 小猫是胆小鬼 小猫为了证明自己胆大,把找 自伸到火里去取栗子 猫的爪子一碰上火,找 上的毛就被烧掉,痛得它大声叫唤,急忙将力 自甩掉 而一旁的猴子趁机捡起栗子就吃 家家火中取栗 警号比喻替别人冒险吃苦,自己得 不到好处 或起消强 春秋时,大夫纪康子执掌了鲁国大权 他 担心鲁的附库国专余会帮助鲁埃公来收回自己 的权利 就先发制人,率军功罚专余 孔子的 弟子染友,记录听到这消息后,马上跑来告诉 孔子 孔子说,既康子担忧的并不是专余 而在,肖强之内,鲁国内部 成语,或 其肖强,由此发展而来 肖强,古代公式内当 门的小强,比喻内部 家家或其肖强警号意味祸害发生在内部 击不可施 唐朝初年,北方的东突厥出动骑兵,不断 骚扰唐朝北部边境,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疾 大的损失,并威胁着国都长安的安全 朝廷大 将李靖和李济奉命率兵出击,打的东突厥军队 仓皇退逃 其首领协力克韩为了获得喘息的击 会,假装向唐太宗求和 唐太宗同意了,并派 使臣去抚慰东突厥军队 这时,李靖认为,击 不可施,应趁此良机一举消灭协力克韩,于 是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奔袭东突厥军营的,打的 毫无防备的敌军四处乱逃,并俘获了协力克韩 家家鸡不可施警号指机会不可错过 鸡口牛后 战国时,纵横加苏秦以六国联合抗秦的 合纵,主张去游说韩王 当时韩王考虑到韩 国太弱小,打算依附秦国 苏秦对韩王说 韩国武器精良,将士勇敢,大王又如此贤明 怎么能向秦国割地称臣呢? 苏秦还用民间俗 与,您为鸡口,无为牛后,宁可做小而结的 鸡嘴,不愿做大而臭的牛肛门,来鸡韩王,使 韩王打消了屈从秦国的念头 鸡口牛后,由 此简化而来 牛后,牛的肛门 家家鸡口牛后锦号比喻宁可在小范围内自主 而不愿在大范围内听命于人 鸡鸣狗道 战国时,齐国的孟长君田文在秦国被秦昭 王求静了起来,有被杀掉的危险 在这危难时 客,他手下有个门客夜里学着狗叫 爬进秦宫 中的衣裤,偷回了孟长君送给秦昭王的裘皮袍 子,转送给昭王的宠妃 这位宠妃因此劝说秦 昭王释放孟长君 在孟长君逃回齐国的路上 途经寒谷关时,关门还没有开 孟长君手下有 有一个门客装起了鸡叫 守关的人听到鸡叫 便打开关门,孟长君一行得以逃脱 家家鸡鸣狗道锦号比喻卑微的技能 鸡犬不宁 唐朝柳宗园在仁咏周司马期间结识了一 为信奖的捕蛇人 他告诉柳宗园,爷爷,父 亲都是因为捕毒蛇而被蛇咬死的,我也好几次 四里逃生 当柳宗园劝他换各行党谋生时 他说,如果种地,就要缴纳繁重的租税 那些 官吏们会气势汹汹的来逼债,把钱粮搜刮一空 搞得,鸡狗不得宁 百姓们不是饿死,就是流亡 所以还不如冒着生命危险去捕蛇,用毒 蛇来抵冲租税更稳妥些 柳宗园听后,不由得 感叹,确实是,磕震猛于虎,那 家家鸡全部宁警号意味连鸡狗都不得安宁 行 荣骚扰得很厉害 鸡与沈州 战国时,随着秦国的日益强大,其、楚 为等六国结成联盟,共同抵抗秦国 身为秦国 相国的张仪,为了用,连痕,策略分化六国 来到魏国做相国 他劝说魏湘王依附秦国,遭 到了拒绝 湘王死后,张仪又劝说继位的魏哀 王室奉秦国,哀王也没同意 于是张仪按钟叫 秦军攻打魏国,给魏国施加压力,同时又对位 哀王说,鸡与沈州,羽毛虽轻,堆积多了 也能审传,魏国的不利因素多了,就会灭亡 哀王最后终于投靠秦国 家家鸡与沈州警号比喻鸡小换成大祸 即来报佛教 古代云南有个少数民族很崇尚佛教,那里 得人即便犯了死罪,只要逃到寺庙里,抱着佛 向得搅毁过自心,便可免罪 当地因此流传者 这样一句明艳,闲时不烧香,即来报佛教 宋朝王安时曾对客人说,头老玉医生,我老 了以后想归依佛门 客人回答,你这不 是,即来报佛教,妈 王安时笑着说,我 的,头老玉医生,是具古诗 客人说,即来报佛教,可是句谚语 家家即来报佛教警号比喻是道临头,才即于求 住 即流永退 宋代的钱若水在参加科举考试前,曾到华 三拜见道士臣团,希望能收自己为弟子 臣团 想接纳他又迟疑不绝,就请一位老道士来做绝 定 第二天,钱若水来见正与臣团一道围着地 卢作的老道 老道仔细观察了钱若水 后,认为 他不是各事宜修道,而是能在,极流中 永退 在极流中国赶的回州退出,的人 钱若水指 的告辞回家,后来考中进士,观志书密使 但,他在四十岁镇得意时便此官退休了,真正在 极流中永退 家家极流永退仅好比喻在做官得意或事情顺利 时机时隐退,免治祸患 疾风甚雨 春秋时,靖国贵族借子推随同公子众而出 国逃亡 经过十九年的艰苦磨难,众而回国当 上了靖文宫 借子推步求陆魏,与母亲一起引 居到绵山 靖文宫求他出山,他不答应 靖文 公鱼室派人焚烧山林,想把他逼出来 结果 借子推爆在树上被烧死 靖文宫因为哀伤,归 定这一天不许用火 民间由此产生了靖火三日 的寒时节 经处岁时记,记载,寒时节时有 疾风圣雨,疾风暴雨 家家疾风圣雨警号意味疾风暴雨 疾风之靖草 刘秀在建立东汉王朝前,途经尹川时 清 年王霸和其他朋友一起前来投靠 帮他打了许 多胜仗 后来刘秀的军队进入河北,战势不顺 立,不少人逃离了队伍,只有旺霸一如以往的 跟随刘秀东珍西战 刘秀感动的对王霸说 从影川跟随我的人当中,只剩你还留着 真是 疾风之靖草,在猛烈的大风中,只有坚韧 的草才不会被吹倒,那 家家疾风之靖草警号比喻在严峻考验中,才能 显示出谁是最坚强者 几机几腻 上古摇地任命继掌管农业 继救职后,四 触传播装甲耕种技术和管理知识,并制作一些 简单的农具来提高生产力 百姓们把它尊位 古神 顺继位后,看到水患严重,就命雨 去治水 与日夜奔波,带领百姓奋战十三年 三过家门而步入,终于消灭了水灾 祭和雨的 功德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战国时的孟子曾说 祭和雨想到天下还有哀饿,落水的人,就当做 是,几机,自己哀饿,几腻,自己落 水,尽力去解救 加加吉吉吉逆警号比喻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 并将解除这种痛苦当做自己的责任 既往不久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国内还有些封建 割据势力 大将李靖奉命前去进攻战据长江中 由,自称良帝的消息,但对武在侠州受到消息 军队的足迹,无法前进 李渊怪罪李靖,想杀 他 由于其他人的说情,李靖才死李逃生 不 9,李靖消灭了前来侵扰的染罩泽的军队 李 渊特意在慰问李靖的诏书上写道 既往不 就,对以往的过错不再责怪,我早已把那 些就是忘记了 李靖后来还是消灭了消息 旧,则怪 家家既往不救锦号只对以往的错误不再追究 则怪 既人篱下 南朝旗的张荣曾任太妇院,官名,等职 他的理解力很强,谈吐使人佩服 所写的文章 一里深远,自成一体 其武帝永明年间,张荣 在病中劝人们一定要有独立见解,不要光听人 家说 他写道 他写道,男子和大丈夫应该向孔子那 让删定,诗,书,制定理,乐,哪能照 就不变得,既人篱下,只诗文英席他人,呢 既,依附 家家既人篱下 警号原来只文章著述抄袭他人 现在比喻依附别人,不能自立 家图四壁 西汉文人司马香如出游求官不如意,回到 成都 一次他到林琼,地名,富豪卓王孙家父 宴 九过三巡,他硬腰弹起琴来 琴声打动了 卓王孙新寡的女儿卓文君,他连夜就跟司马香 如回成都 到了向儒家,发现家居图四壁立 家中贫穷,只有四周的墙壁,于是卓文君 就劝司马香如一起到林琼去 他们卖掉马车 在林琼开了家酒店 文君卖酒,向如干杂活 卓王孙认为女儿商风败俗,就寄不给他们经济 上的圆柱,也不来见他们 家居图四壁立 现在血位,家图四壁 家家家图四壁锦号形容穷困之极,亦无所有 家欲户晓 古代梁国有个叫梁姑姐的女子,家中不慎 失火 她的孩子和哥哥的孩子都被困在屋里 梁姑姐冲进烈火,想先把哥哥的小孩抢救出来 但由于浓烟中分辨不清,结果先救出了自己的 孩子 当她在想冲进屋时,火势已很猛了 她 很伤心地对劝她的人说,别人一定会说我是 个狠自私的人 这坏名声会,互告人小,家 家户互互相传告,使人人都知道,使我无脸 见人的 于是,她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中 于被大火吞没 互告人小,后多做,家欲户 小 家家家欲户晓锦号形容人所供之 甲图灭国 春秋时,晋国想进宫国国,但这就必须经 过于国 于是晋宪宫派人给于国国军于宫送去 了宝玉和好马,要求于宫借给晋国一条钱去宫 打国国的道路 这时,于国一个叫功之奇的大 陈劝祖于公说,国国是于国的屏障,国国灭 亡了,于国也会随之灭亡 但糊涂的于公不 听劝告,贪恋财务,竟答应了晋国的要求 于 是晋军通过于国界让的道路前去消灭了国国 回过头来又一举灭了于国,连于公也做了晋国 的俘虏 甲图灭国,由此故事而来 甲,姐 家家甲图灭国锦号指已向对方借路未明,目的 在于消灭对方的诡计 驾轻就熟 唐朝的乌公任何阳君节度使,官名,后 四处招募贤士 有人推荐了一位姓石的厨师 乌公问道,石厨师人怎么样 对方回答 石厨师的房间里堆满了书 他学石渊博,简 解高明 与他谈论道理,评价事件和人物时 他的回答就像绝口的河流滔滔不绝,又像 甲,骐轻车就熟路,一样容易 驾轻就熟,由 驾车就熟路清,简化而来 家家驾轻就熟警号比喻 给hua pilgr power,本《书》 sole 徐州太守陶迁死后,曹操想力,急出兵夺取徐州,然后再去打吕布。 谋士巡,不同意曹操的策略。 他说,丢开吕布而东去。 攻徐州,如果吕布陈虚侵犯,连我们自己的根,距地都很难保。 再说,徐州也不是那么轻易能。 打下来的,他们肯定会,兼毙青野,加固房。 预攻是,将四野的财务清理收藏起来。 这样,你既攻不下徐州城,又得不到财务,最后会依。 摩索获得。 曹操听从他的意见,不去进攻徐州。 家家兼毙青野锦号指家固防御攻势和清理四野。 财务,使敌人不能攻取,并一无所得。 艰难贤祖。 春秋时,楚国大将紫玉率军围攻宋国,宋。 国向晋国求救。 晋文公出兵公占了晋、宋之间。 德曹,两个楚的盟国,并和其,秦两国结成。 联盟,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楚城王见此情形。 命令紫玉撤离宋国,并告诫说,不要再同境。 军周旋了。 晋文公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经历。 过,贤祖艰难,各种困难贤祖。 你要知难。 而退。 紫玉不听,结果被禁军打败,自己也自杀。 贤祖艰难,现在协位,艰难贤祖。 家家艰难贤祖仅号指前进到路上遇到的种种困。 难,危险跟障碍。 监听则明,偏信则暗。 唐太宗有个教卫贤的得力大臣,经常给皇。 上提一些忠告。 有一次,唐太宗问道,做皇。 帝的怎样才能明达远见,在怎样的情况下又会。 昏庸败事。 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 暗,意思是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 明辨是非,而偏听偏信就必然会昏溃糊涂。 他。 还举例说,摇,顺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治理。 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随样帝因为偏。 信宠臣,就遭到了失败。 唐太宗点头称是。 家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警号指听取多方面的。 意见就能明辨是非,担心一方面的话就要糊涂。 昏庸。 贱旦求消至。 庄子在《奇物论》中讲了这么个故事,曲。 雀子很佩服老师常无子的学识。 常无子随便讲。 讲的话,在曲雀子听来都是治理名言,并要求。 老师能多讲一些。 常无子说,真正的道理并。 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明白的。 你才听了我几句。 梦浪之言,就想食用,为免求之过早。 这就好。 比,见卵而求食业,见蛋而求消至,看见机。 蛋就想攻击爆小,看到蛋丸就想得到烤销肉。 销,一种美味的鸟。 至,烤肉。 家家见蛋求消至锦号比喻计算得过早。 见怪不怪。 南宋红麦在他的,一间志,一书中,讲道。 一个神怪故事,一个叫江七的人养了头会向人。 一样哭泣的母猪。 一天夜里,那头母猪又哭起。 来了。 刘肃在他家的客商们走进猪圈,只听母。 猪哭诉道,我是江七的祖母,因生前养母猪。 卖猪仔,所以死后就投胎喂猪。 第二天,可。 人们将怪事告诉了江七,江七回答说,见怪。 不怪,其怪自败。 几天后,江七得病。 他认。 为是母猪在作怪,就让人把猪给杀掉卖了,结。 果自己因病情加重而死去。 家家见怪不怪警号只看见怪异事物,镇定自若。 不以为怪。 建立妄议。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专权。 他让侄子吕。 产、吕禄等吕氏成员执掌朝廷实权。 吕后死后。 太魏周伯与陈相陈平等人定计诸灭诸吕。 他们。 先让利济去劝说朋友吕禄交出京都的军权,然。 后杀了吕产、吕禄等人,使刘氏势力重新执掌。 大权。 当人们认为利济出卖朋友时,汉书。 作者班固认为,出卖朋友的人,应该是,建立。 而妄议,的。 而利济虽然出卖了朋友履路,为。 的却是国家的安定,所以无可指责。 家家建立妄议警号意味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 了道义。 建立欣喜。 宋代理学家陈浩在十六七岁时,喜欢道也。 外去打烟不阙。 后来他外出求学当官,自认为。 已失去了打猎这爱好。 当他把自己的体会告诉。 老师周敦仪时,周敦仪回答,这没像你讲的。 那么容易。 打猎的兴趣只是前引到了你内心深。 处。 一旦他被触发,照样跟当初一样。 离家。 十二年后的一天傍晚,陈浩在暮色中回家,看。 到田野里有人打猎,不经心头一阵喜悦,自己。 往日的爱好果然又被激动起来了。 见烈欣喜。 据此概括而来。 家家见烈欣喜仅好比喻旧习未改,处己所好。 便跃跃欲试。 建议思迁。 春秋时,齐桓公问向国管仲,怎样才能安。 订民众,使大家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管仲守。 先把国家的基本民众分为四类,是,农,工,商,然后直出,这四种行业的人不能混杂居住。 否则容易出乱子。 应该按行业分别居住,使他。 们能相互交流,学习本专业技术。 他们的后代。 由于从小而如木染,长大也会安于本行业,不。 至于,建议物而迁,见到别的事情而放弃本。 行。 家家建议思迁警号只看见不同的事物,就改变。 原先的主义。 形容意志不坚定或喜爱不专一。 坚不容法。 汉高祖刘邦在建立西汉政权后,封了许多。 本家子弟为各得的诸侯王。 他的侄子刘碧成为。 吴王后,暗中积蓄力量,并联合处赵等国。 试图反叛朝廷。 刘碧手下的梅臣见此情形,上。 书劝祖说,现在的形势非常危险,安危之间。 肩不容法,空隙中容不下一根头发,请。 大王胜重。 见吴王不听忠告,梅臣等人便离开。 他转头梁孝王。 后来吴楚等国发动了,七国之乱,很快被汉景帝平息,刘碧自己也被人所杀。 家家间不容法警号比喻情势危急到了极点,安。 为,成败,生死之间极为接近。 渐入家境。 东径的顾凯之博学多能,尤其擅长书画,人。 称,才觉,化觉,吃觉,三觉。 人家。 吃甘蔗总是先吃中间脆甜的部分,而他却是从最没味道的末梢慢慢往下啃。 当人们问他胃时,摩要这样吃法时,他回答说,渐入家境。 意思是说,这样可以越吃越甜,逐渐进入美好。 境界。 家家渐入家境仅号比喻性味逐渐浓厚或境矿竹。 渐好转。 渐在弦上,不得不发。 东汉末的陈灵文采出众。 他最初投奔袁绍。 为袁绍写过申讨曹操的习文,不仅大骂曹操。 还骂了曹操的父亲和祖父。 曹操非常气恼,发。 是要亲手杀掉他。 袁绍失败后,陈灵转而投奔。 曹操。 曹操则问说,你写的习文,为什么吧? 我祖宗也骂进去了。 陈灵表示对不起,同时。 解释说,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就好像,实在。 嫌上,不得不发。 曹操觉得也有道理,同时又爱陈灵的才华,终于赦免了他。 实在嫌。 上,不得不发,常用作,剑在嫌上,不得不发。 家家剑在嫌上,不得不发。 他仅好比喻破于刑事。 不得不这样做。 江郎才静。 南北朝时,南朝文人江烟,人称江郎。 他。 年轻时才思敏捷,写得一首好诗文,为世人所赞赏。 传说他晚年曾两次得梦,一次梦见一个。 自称郭仆的人对他说,我有支笔放在你处好。 多年,现在可以还给我了。 江郎就从怀中摸,出一支五色笔交给他。 又一次梦见静带的张邪。 来向他讨还存放在他那里的一匹静,江郎把圣。 吓得几尺凤还,张邪大怒说,怎么只剩下这。 点点了。 从此江郎的财思大不如前。 人们说。 他,江郎才静。 家家江郎才静锦号比喻财思减退。 江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传说商朝末期,有个叫江太公的有识之事。 因不满于当时的黑暗政治,隐居在渭水边上。 但又很想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他,常常在盘西钓鱼,钓法很奇特,鱼钩是直的。 放在里水面三尺以上的地方,钩上没有鱼耳。 过路人看到他这样锤吊都暗暗发笑,他却一本。 震惊地说,愿者上钩来。 后来周文王打猎。 来到渭水边,与江太公谈得很投机,就请他做。 乐国师。 江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消灭了商。 朝。 家家江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锦号比喻心甘情愿。 地上别人的圈套。 江玉取之,必先语之。 春秋末期,晋国贵族为环子拒绝了令衣柜。 足智伯的所的要求,谋士任章劝他还是给的好。 任章认为,智伯在得了土地后必然会更加娇恨。 使其他贵族应惧怕他而互相团结起来,共同对。 赴他,这样他的灭亡之日也就到了。 任章海影。 用,周书,上的话说,将欲败之,必孤辅之。 将欲取之,必孤语之。 意味,想打败他。 孤且先帮助他,想从他那里取得什么,赞且先。 给他点什么,智伯在为环子这里得到土地后,果然又去向赵乡子强要土地。 最后被喊,喂。 赵三方联合消灭。 家家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警号只打算取他什么东西,必须先给他一些什么东西。 交兵必败。 西汉宣第十,匈奴军队攻打依附汉朝的车。 十国。 驻扎在曲离城的西汉将领镇级率几千世。 兵前去救援,反被匈奴围困,于是派人向汉宣。 地球九。 将军赵冲国主张出兵进攻匈奴又易。 丞相卫相认为国内的治理整顿更要紧,不必为了车师去打匈奴。 如果以仗国大人多去炫耀武力,那就是交兵,而兵交者灭,交兵就会失败灭亡。 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只让西北的骑兵帮助阵级的军队撤回到渠离,把车师国让给匈奴。 交兵必败,由兵交者灭,变化。 而来,家家交兵必败警号指骄傲的军队必定打败仗。 交奢营益。 春秋时,庄公很宠爱小儿子周玉。 周玉。 骄恨奢侈,荒淫放荡,甚至私养打受,欺压摆。 信,而庄公总是放纵不管。 大夫时西向庄公。 静见说,爱子有道,不应纵容他,交奢营益。 过分的宠爱会使他走上邪路,以后会造成祸乱。 的。 庄公还是听不进去。 庄公,果然,庄公死后,周。 欲救杀死掌兄,窜夺了王位,最后自己也被人。 所杀。 家家交奢营益警号形容剥削阶级放纵奢侈,荒。 银无度的糜烂生活,焦头烂额。 传说,古时有人向一户人家建议,把植烟。 冲换成弯曲的,还要把柴火搬得远一些,否则,将会发生火灾。 那家主人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不久果然失火,靠邻居们的帮助才把火扑灭。 事后主人摆酒席感谢邻居,那些被烧伤了头额。 的人都坐了上座,唯独那个曾对他提过建议的。 人没有被请。 于是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你听那人的话,就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为什么? 现在他没被邀请,而这些,焦头烂额的人返。 而成了上兵呢? 主人恍然大悟,立即去请那。 为朋友,家家焦头烂额锦号比喻极为狼狈窘迫的情状或。 禁欲。 矫网过阵。 东汉时的众长统将自己对社会历史的见解。 写成文章,献给皇帝做参考。 众长统在文章中。 写道,有的帝王整天沉溺于深色狗马之中,不。 故国家大事,把一些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当作。 自己的亲信,使一些贪婪的官员大量搜刮明之。 明高。 结果国内百姓反抗,国外一族入侵,亡。 巢随之灭亡。 而到了镇至清明时,人们为了揪。 镇以前的不正常现象,又会,脚往过镇,位。 了把弯曲的东西扭直,却又扭过了头,歪向岭。 一边,结果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家家矫网过镇景号比喻纠正错误超过了应有的。 限度。 脚踏实的。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曾编撰了我国最大的一。 不古代编年史,资质通鉴。 他智学严谨。 刻苦,为编撰,资质通鉴,每天天不亮就。 起来,一直工作到三更半叶。 他对书稿经一求。 经,六百卷的初稿,到定稿时只剩下了八十卷。 上娘全用正凯写成,没有一字草写。 这种认真。 踏实的智学态度,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一次。 司马光问他的朋友,你看我是怎样一个人。 他朋友回答,你是一个,脚踏实的的人。 家家脚踏实的锦号形容做事认真,踏实。 揭竿而起。 秦二世元年,阳城九百名壮丁被征去驻守。 于阳,地名,边防。 对五行至大则乡,地名。 时,恰逢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已不可能。 如其赶到鱼羊。 按照情法,与其不到墓地的药。 被处死。 领队的小头木陈胜和吴广商量说。 与其被杀头,还不如在这里起义。 于是他。 门,斩木为兵,接杆为齐,砍下树枝做武器。 举起竹杆做旗帜,率领壮丁门起义反情。 他。 门的举动受到天下百姓的响应。 接杆而起。 由此而来。 接,高举。 家家接杆而起锦号泛指武装起义。 接来之时。 周朝时,齐国遭饥荒。 有个叫钱熬的财主。 在路旁摆下些食物,等着鸡鸣过来吃。 不久。 便有个恶汉用袖子蒙着面孔,跌跌撞撞地走了。 过来。 钱熬左手拿着吃的,右手拿着喝的,对。 他说,接,不礼貌地招呼声。 来吃吧。 那恶汉张大眼睛看了看钱熬和食物,说, 我。 正是因为不吃这种,接来之时,吆喝着施舍。 给我的东西,才饿成这副样子的。 家家接来之时锦号只带侮辱性的施舍。 结草闲环。 靖国大夫魏科在父亲死后,没让父亲的小。 妾陪葬,让他改嫁他人。 后来他在战斗中情祸。 秦国猛事度回。 晚上做梦,有个老人对他说。 为感谢你没把我女儿给你父亲殉葬,我再战。 场上,劫草,把草打成劫,绊倒了渡回。 另外东汉的杨宝小石在山下看到一只被猫头鹰。 拙伤的黄雀,就把他抱回家精心护理。 黄雀伤。 好飞走后,曾托梦贤给杨宝四个白环,说他的。 子孙都会像环一样纯洁清白,做官享福。 结。 草贤环,根据这两个故事而来。 家家杰草贤环仅好比喻感恩报德,致死不忘。 杰族仙的。 汉朝时,刘邦的部将韩信因私下派人送信。 给判江晨曦,被逮捕除死。 临行时,韩信叹息。 道,我如果当初能听从快通的话,起兵返流。 也就不会是现在的下场。 刘邦得之后,马上将快通抓来,要碰掉他。 快通说,当初我叫韩信起兵,是因为我看到天下英雄都在争竹琴。 潮失去的地位,这就跟赛跑一样,只有,吉族。 这仙的,脚步快的人才能仙的到手。 当时, 我只知道韩信有此能力,却不了解皇上你呀。 刘邦觉得有礼,便放了他。 吉族者仙的,陷。 常用作,杰族仙的。 家家杰族仙的警号指动作迅速的人可以抢仙达。 到目的获得到所求的东西。 杰则而鱼。 春秋时,靖国为旧宋国,和楚国发生臣仆。 地名,之战。 靖文公看到储君比自己强壮。 便问大臣胡衍怎样才能以少甚多。 胡衍回答说, 善于打仗的人不厌欺诈。 就用欺诈战术吧。 靖文公又征求拥挤的意见,拥挤虽也同意胡衍。 的说法,但又告诫说, 杰则而鱼,把持。 糖水抽干捉鱼, 怎么会捉不到鱼呢? 但明年, 就无鱼可捉了。 现用欺诈办法, 以后就无法再用了, 所以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家家节则而于锦号比喻只图眼前利益, 不畏将 来留下余地。 解灵还须系灵人。 古代精灵, 地名, 清凉似有个法登禅师。 平时性情豪放, 不守佛门的清规戒律, 所以其。 他和尚都看不起他, 唯独有个叫法眼的禅师狠。 气重他。 一天法眼禅师问大家, 老虎脖子上, 细着的精灵谁能解下来? 大家都答不上来。 刚好法登进来, 法眼就把刚才的问题向他复述了一遍。 法登听后, 很轻巧地说, 细上去的。 人解得下来。 法眼很满意, 对众人说, 你, 们可不能轻视法登。 根据这个故事, 人们盖, 扩出了, 解灵环虚系灵人, 这条成语。 家家解灵环虚系灵人 仅号比喻谁做的事, 就应。 谁去了结。 解一推时。 楚汉之真实, 汉军大将韩信奉汉王刘邦之。 命, 率军攻打齐王田广, 消灭了田广和钱来增。 原的储君大将龙且, 西楚霸王向羽见韩信占领。 其的, 就派一名叫武社的去劝说他脱离刘邦。 自立卫王。 韩信拒绝说, 汉王不仅重用我。 封我为大将军, 让我指挥几万人, 而且还关心。 我, 解一依我, 推时时我, 把衣服脱给我。 穿, 把食物让给我吃。 我怎么能背叛他呢? 解一推时, 由, 解一依我, 推时时我, 简化。 而来, 推, 送。 家家解一推时, 仅好形容深切关心别人。 借助带愁。 楚汉之真实, 向羽帅君为公盈阳, 刘邦一。 师不知所措。 谋士历史齐向刘邦献祭, 让刘邦, 分封秦十六国的后代魏王, 以便削弱项羽的权。 是, 刘邦同意了。 谋臣张良之道后, 对阵在吃。 犯的刘邦说, 如果按他的策略办事, 会坏壁。 下征天下的大事。 接着, 张良借用刘邦的柱。 筷子, 图解除汉分真形式, 为刘邦筹划起来。 使刘邦认识到历时期的计策是错误的。 家家借助带愁锦号形容为他人谋划献策。 金刚怒目。 薛道横刃随朝中部侍郎时, 曾到中山开闪。 四游玩。 他见庙内的金刚像很凶恶, 而菩萨像, 则很和善, 就问小和尚, 金刚为什么, 怒目。 眼睛张大, 眼珠突出, 等人。 菩萨为什么? 低眉看人。 小和尚回答, 金刚怒目, 为。 得是降伏四魔, 菩萨低眉, 则是为了普救众生。 薛道横听后, 很有感触。 家家金刚怒目锦号形容面目威猛可畏。 金欧无缺。 南朝梁武帝消炎梦见收复中原, 醒来后狠。 高兴, 认为有梦境就会有现实。 后来, 北魏的。 侯锦前来投降。 梁武帝与群臣商议此事。 萧燕。 享收侯锦, 而尚书菩舍, 官民, 谢举等人表示。 反对。 第二天, 武帝一早来到武德阁门口, 自。 言自语地说, 我们国家, 犹若经欧, 无一伤。 缺, 像圣九的经欧一样, 没有一点伤残缺损。 那乡猴锦, 接受土地当然好, 只是不要因, 死出乱子。 经欧无缺, 由此而来。 欧, 神, 酒气, 家家经欧无缺锦号比喻国土完整。 金石未开。 以抗击匈奴而著名的西汉将领李广喜欢打。 猎。 一次, 他与兄弟到明山南路打猎, 看到树。 从中握着一只老虎。 李广操弓射箭, 渐渐射净。 老虎体内, 但老虎却毫无反应。 原来他是快形。 撞向老虎的石头。 李广不相信的后退几步, 中。 心拉满弓, 向石虎射箭。 只剑射出的剑有的剑。 头破碎, 有的剑干折断, 可就是在也射不入石。 头。 有人就此事请教学者杨雄, 他回答说。 至尘则金石未开。 意思是说, 只要星辰。 金属和石头这样坚硬的东西都会被打开。 加加金石未开锦号形容真诚足以感动人心。 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原莫名初的刘基在他的预言是小品文, 卖。 甘者言, 中讲了这么个故事, 杭州有个卖干的。 人, 善于宝藏干子, 经过临热天都不会烂掉。 拿出来卖的时候, 甘子外表的皮色鲜艳的像火。 一样, 欲植而金色, 但是剖开一看, 里面, 的干肉竟枯干的像烂棉花一样。 刘基为此质问。 卖干人。 卖干人却振振有词地说, 那些做大堂。 骑大马的当官者, 那个不是官样十足, 使人。 望而生畏, 实际上还不都是, 金玉其外, 败叙。 其中。 加加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锦号比玉外表华美。 本质很糟。 尽善尽美。 孔子为了躲避鲁国的变乱, 带着学生们跑。 到齐国。 齐国让他欣赏于顺时的音乐, 勺。 孔子被美妙的乐曲吸引住了, 连吃饭时都还在。 想着他, 已至三个月来不知道吃肉是什么味道。 他赞叹道, 想不到我会对, 勺, 迷恋到这种。 程度。 后来他又欣赏了周五王时的音乐, 舞。 感到比不少, 勺, 因此评价说, 勺。 是, 敬美, 又敬善, 的, 而, 舞, 则, 敬美。 而, 为敬善。 成语, 敬善敬美, 由此而来。 家家敬善敬美, 景号形容完美无缺。 敬忠报国。 南宋的秦桧为谋害岳飞, 诬告岳飞有放弃。 山羊, 地名, 不守, 自动退兵等罪。 当秦桧派, 人去抓岳飞和杨子岳云时, 岳飞笑着对来人说, 天地可以作证, 我绝不会被叛宋朝。 和主, 奉秦桧之命前来审讯岳飞, 岳飞撕破自己的衣。 长, 把被漏给和主看, 只见上娘深深的刺着。 敬忠报国, 四个大字。 和主审查犯罪事实后, 得知岳飞确实是无辜的。 秦桧于是又命万四。 去审, 结果到年底还搞不出罪案来。 秦桧苟急, 跳墙, 给看守监狱的官吏下了密令, 把岳飞赴, 自害死。 家家静忠报国警号意味洁净忠臣, 报效国家。 静水楼台。 北宋时, 范仲淹曾任杭州之州。 他太渡温。 和乐于助人, 手下的许多官员都应得到他的。 推荐, 调任了自己理想的职务。 有个在外现做。 官的叫苏林的人, 应没有受到范仲淹的推荐。 便写了一首诗, 其中两句是, 进水楼台仙的。 月, 向阳花木一味春。 暗示范仲淹不应该指。 让身边的人得到优先照顾, 也应该推荐像他这。 样的人。 范仲淹看诗后哈哈大笑, 按照苏林的。 愿望为他推荐了工作。 家家进水楼台仅号比喻由于环境或植物上的变。 利而获得优先的机会。 静月远来。 春秋时的孔子为宣扬自己的儒家思想、周。 游过许多国家。 这天他来到楚国的业役、地名。 受风于该的的楚大夫沈朱梁问道, 你说, 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 孔子回答, 静。 这月远者来。 意思是说, 应该施行得正。 使近处的百姓应受到恩泽而喜悦, 远处的人也。 慕名前来归父。 近月远来, 由近者月远。 这来, 简化而来。 家家静月远来锦号形容一个地方治理的好, 首。 到百姓的欢迎。 静若寒蝉。 东汉的杜密在任太守期间, 秉公办事, 对。 宦官子弟有罪必揪。 当他被革职回家乡尹川郡。 后, 仁操心正事, 常向当地官员推举好人好事。 揭发坏人坏事。 童郡的刘胜虽也是各告官回乡。 的太守, 却闭门谢客, 对事事不闻不问。 隐川。 太守王玉对杜密说, 刘胜真清高。 杜密回。 达, 刘胜虽然地位很高, 但他对闲事不推荐。 对坏人不指责, 只求保全自己, 像, 寒蝉, 依。 样不声不响。 这种人其实是社会的罪人。 静若寒蝉, 据此演化而来。 静, 闭口不作声。 家家静若寒蝉锦号意味像冬天的蝉一样一身不。 想。 比喻不敢说话。 惊弓之鸟。 战国时, 楚国打算派领武军为主将, 与秦。 国交战。 赵国认为不适宜, 因为领武军曾被秦。 军打败过。 赵国使者在劝祖时, 对楚国的吹声。 军讲了这么个故事, 有个射手, 看见一只孤雁。 鸣叫着飞来, 就拉弓搬了下空弦, 那只燕映声。 坠落。 有人感到奇怪。 他说, 这是一只受过。 伤又掉了对的燕。 伤口未悦, 恐慌的心里也还。 没消失。 因此, 一听弓弦的响声, 就急忙使劲。 高飞。 一用尽, 伤口破裂, 就掉下来了。 家家金弓之鸟锦号比喻 因受过惊吓而欲试特别。 胆怯的人。 津田海。 传说古代发揪山上有一种鸟, 形状像乌鸦。 头上身有花纹, 白嘴巴, 红角爪, 人们称它为 鸡。 鸡。 鸡, 鸟本来是炎帝的小女儿。 名叫女娃。 一次, 它到东海去游泳, 不幸被淹。 死, 于是变成了, 鸡。 它为了报仇雪恨。 也为了不让别人再被大海吞没, 便发誓要填平。 大海, 于是天天从西山闲着小树枝和小石子飞, 到东海去填海。 成语, 金填海, 由此传说改。 扩而来。 家家金填海警号比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行动。 井底之蛙。 传说东海边一口快干枯的废井里住着知青。 蛙。 它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了解, 一次见到。 井口来了之海龟, 就夸要说, 我可以再烂泥。 上蹦来蹦去, 在水塘里游泳, 多逍遥自在。 你。 也下来到我的乐园玩玩。 海龟想下去, 可是。 井口太小, 卡住了它的脚, 于是告诉青蛙说。 我生活的大海宽广得分不清天雨水, 深得梅。 有底。 就是几年大水灾, 海水也不会涨, 几年。 不下雨, 海水也不会浅。 住在那样的大海里, 才真叫逍遥自在呢? 青蛙听后目瞪口呆。 家家警抵之蛙警号比喻见时短浅的人。 九牛一毛。 西汉名将李玲以五千步兵去抗击匈奴八万。 骑兵, 最后因多种原因, 被迫投降。 汉武帝位。 死杀了李玲的母亲和妻子。 司马迁由于替李玲。 辩护, 也被关进监狱, 并被处以最残酷、 最耻。 辱的, 辅刑。 他非常痛苦, 曾想自杀, 但冷。 静下来一想, 自己这样死掉, 在统治者看来。 只不过像, 九牛之一毛, 很多牛上少了一根。 毛, 和死掉一只蝼蚁一样渺小轻微。 于是他, 忍辱负重活下来, 用全部精力写成了伟大的者。 作, 史记。 家家九牛一毛警号比喻为不足道。 九池肉灵。 商朝的英宙王过着极其荒淫, 奢侈的生活。 他不仅大量搜刮百姓的钱财, 粮食, 还到处搜。 及珍宝玩物, 装点自己的宫事。 为了享乐, 走。 王在沙丘这个地方, 以九味池, 用九道成。 池, 玄肉味灵, 把肉悬挂得像树林。 让男男女女赤身裸体的追逐西系, 通宵达旦的。 寻欢作乐。 酒池肉灵, 油, 以九味池, 和。 玄肉味灵, 简化而来。 家家酒池肉灵锦号形容生活极其奢侈, 糜烂。 也形容酒肉很多。 旧灾续患。 春秋时, 晋国应受荒灾, 向秦国购买粮食。 秦木公问大夫子桑, 可以卖粮给晋国吗? 子桑回答, 可以。 晋国国军以后会报答我们。 得恩会的。 否则, 他的百姓就会叛离知恩不报。 得君主。 秦木公又问大夫摆李希的态度,摆。 李希回答, 自然灾害是任何国家都会遇到的。 救灾续灵, 救济, 安抚受灾的灵国, 适应。 尽的义务。 秦国于是把粮食运往尽国。 后来, 人们把解救他人灾或称为救灾续患。 家家救灾续患警号只解救他人或他方的灾难或 缓。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东汉末, 刘备三顾茅庐, 请诸葛亮出山。 死后, 诸葛亮已全部精力帮助刘备建立了蜀国。 不久, 刘备死去。 为帮助继位的流产统一天下, 诸葛亮主张继续攻打魏国, 并在出师表中, 详细分析了必须出师攻打魏国的道理。 最后还, 表示, 自己一定,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小, 心谨慎, 不辞劳苦地为蜀国出力, 直到死为止。 家家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警号比喻不辞劳苦, 奋斗终身, 举案其媒。 东汉学者梁洪回老家时, 有许多女子想嫁。 给她, 她都谢绝了。 有个叫梦光的女子虽然深, 的又矮又胖, 但品行修养很好。 她再拒绝了许。 多人的登门求婚后, 三十岁时如愿以偿地嫁给 了梁洪。 婚后, 他们靠种地和织布卫生, 日子, 过得幸福和睦。 后来梁洪因在一首诗中触犯了。 汉章帝, 夫妻俩不得不流亡到无中。 每天梁洪 帮人干完活回来, 梦光总是低着头, 举按旗。 梅, 把准备好的饭菜用托盘举到跟梅毛平旗。 的事后丈夫用餐。 按, 托盘。 家家举按旗梅警号原来表示对丈夫尊敬。 现在, 形容夫妻相近。 举措失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就着手对文字, 度量。 横等进行统一, 继而又巡游天下。 再到泰山境。 行丰禅典礼后, 他南登狼邪, 修筑狼邪台, 并, 命人在上勉励了为自己歌功颂得的十碑。 北文, 中写道, 秦始皇时时关心百姓疾苦, 制定了个, 向符合大众要求的法令, 法规。 他手下的各处, 地方官吏也能分工合作, 举措必当, 对事。 误的安排, 措施都很得当, 符合明星。 举, 措必当, 后演变位, 举措失当, 意思刚好相。 反, 加加举措失当警号比喻对事情采取的措施不得。 当, 举其不定。 春秋时, 国大夫凝职和孙灵妇驱逐了粗。 抱得献功, 另立功孙飘为国国君。 但凝职, 在病中前又为自己驱逐国君的行为感到耻辱。 主妇儿子宁喜把献功赢回来。 当时, 逃至齐国。 德献功在齐, 进两国的帮助下, 也打算回国。 父位。 他在接见宁喜时, 宁喜答应提供帮助。 大夫大叔以警告宁喜说, 下围棋的人如果, 举棋不定, 就一定会输。 你对费力国君一事。 这样没主见, 一定会带来灾祸的。 后来宁喜, 果然被复位后的献功所杀。 家家举棋不定锦号比喻做事犹豫不决。 举一反三。 孔子是春秋末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在教学实践中特别注意启发学生们的主。 观能动性, 使他们能把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以此, 他对学生们说, 如果我举出一墙角作例。 此, 你们就应联想到其余三个墙角, 并用那三个墙来反正我举的这个墙角对不对。 如果你们举一于墙角, 不以三于反, 我就不再叫你们了。 举一反三, 由此简化而来。 家家举一反三锦号比喻善于从一件事情类推开。 去, 知道其他事情。 举足轻重。 汉朝的窦戎曾当过王莽的波水将军, 又在 刘璇手下坐过巨鹿太守。 刘璇称帝失败后, 斗 荣在九泉太守梁统等人的推举下成为河西武郡。 大将军, 使河西地区社会安定, 百姓富足。 后, 来斗荣归赴汉光五帝刘秀, 出兵攻打歌巨龙溪。 得窥消。 刘秀狠气重斗荣, 曾下诏书说, 将 军举足左右, 便有轻重。 意思是说, 斗荣池 和立场, 都会影响全局。 举足左右, 便有轻 重, 现简化为, 举足轻重。 加加举足轻重警号本义位角移动一下, 就会影。 向两边的轻重。 比喻所处地位很重要, 能影响。 全局。 据见永贵。 春秋时, 其警公看到向国燕英的住房靠近。 喧闹的街市, 狭小潮湿, 就想让他更换一个爽。 朗干燥的地方。 燕英推辞说, 靠近街市买东西。 方便。 警公开玩笑说, 那么你知道东西的贵。 贱吗? 燕英回答, 永贵俱贱。 永是位角。 只斩断的人特制的一种鞋。 当时由于其警公烂。 用刑罚, 所以被斩断脚趾的人很多, 婴儿用的。 价钱抬高了, 而一般人穿的, 巨, 一种鞋。 反而显得便宜。 听了燕英的话, 其警公减少了。 刑罚。 家家巨见永贵警号形容统治者残暴, 刑罚众儿。 烂。 卷兔重来。 秦朝灭亡后, 楚汉相争, 以江东弟子为姬。 楚的楚军失败。 项羽带着谨慎的二三十人逃到。 大江边。 这时乌江亭常撑着小船过来, 打算吧。 项羽送回江东, 让他重新去发展队伍, 但项羽。 拒绝了。 他认为自己无脸在见江东父老, 终于。 自吻而死。 唐朝杜牧曾写师评价这件事, 将。 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叹席项羽。 过于刚烈了。 家家卷土重来锦号比喻失败后重新组织力量反。 攻过来。 绝妙好词。 东汉末的曹操见曹娥碑上有, 黄卷又赴。 外孙就, 八个字, 就问随从杨修能否解出来。 杨修说, 能。 又行了三十里路, 曹操也解。 出了那八个字。 两人都把解释写在纸上, 纸箭。 杨修写道, 黄卷, 就是有颜色的丝, 为, 绝。 字, 又赴, 为少女, 代表, 妙, 字, 外孙。 是女儿所生的孩子, 指, 好, 字, 就, 为。 遭受辛辣的意思, 可写成, 词。 总起来就是, 绝妙好词。 曹操不经自愧才思不如阳修敏。 结。 家家绝妙好词仅号意味极佳的文词。 开成不公。 诸葛亮任蜀国丞相后, 待人处事坦白无私。 诚恳公正。 蜀主刘备去世后, 诸葛亮履行诺言。 洁尽全力辅佐后主流禅, 阿斗。 当与自己私。 交集好的马素师手接亭时, 诸葛亮按军法处死。 他, 同时自己也引旧将职, 由丞相将为右将军。 他还把在朝廷里制造事端的大臣料理贬位平民。 流放外帝。 诸葛亮基劳臣疾病死在军中时, 没留下任何财产给后代。 承受因此在三国制。 忠平驾诸葛亮事, 开诚心, 不公道。 开诚。 不公, 由此简化而来。 家家开诚不公仅好意为诚意待人, 坦白无私。 开卷有意。 宋太宗赵匡亦在处理正事之余, 常读一些。 文史书籍。 他感到查阅同类资料很不方便, 九。 命令礼坊等人编写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 书。 七年后, 这部共有一千卷, 内分五十五门。 采用书籍多达一千六百余种的大型类书编成了。 赵匡亦把它命名为太平预览, 并规定自己。 每天看三卷。 有时因为处理正事没能完成规定。 的读书任务, 他就抽空补读。 大臣们劝他不要。 太劳累了, 赵匡亦回答说, 开卷有意。 我并不觉得劳累。 开卷, 翻开书来。 家家开卷有意仅好只读书有好处。 开门一道。 东汉末年, 占据江东的孙策杀了吴俊太守。 许贡。 许贡的三卷门客趁孙策打猎之际, 用剑。 射伤了他的面颊。 孙策因剑伤发作而死亡。 即。 为得孙权沉浸在失去兄长的悲痛中, 尝试张招。 劝剑说, 现在各种坏人都在争夺天下, 你如果。 只顾哀悼兄长, 就好比, 开门而一道, 打开。 大门请强盗进来。 孙权听后, 立刻收住眼泪。 换好服装, 上马出巡军队去了。 一, 拱手作礼。 表示欢迎。 家家开门一道锦号比喻引进坏人, 自招其货。 开天辟地。 古代神话传说, 远古时候, 天和地势何在? 一起的, 像一个鸡蛋。 世界的开创者盘古就在。 这个鸡蛋里生长。 经过一万八千年, 盘古。 开始, 天地开辟, 把这个蛋给顶破了。 但, 中的一部分上升成了天, 另一部分积成。 成了地。 盘古头顶天, 脚称地。 天每天升高一。 脏, 的每天加厚一脏, 盘古也每天长高一脏。 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 天终于升得很高, 的。 也变得很厚了。 盘古看到开天辟地的任务已完。 成, 便倒下死去。 天地开辟, 现写作, 开天。 辟地。 家家开天辟地锦号现在常常比喻前所未有。 柯震猛于虎。 春秋时, 孔子和学生们路过泰山旁, 看到, 一位妇女在坟前哭得很悲伤。 孔子让子路过去。 问。 妇女回答, 以前我父亲, 丈夫都被老虎。 要死, 现在儿子又死于虎口。 孔子问子路。 那么他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 子路说问过。 了, 他说因为这没有, 柯震, 繁重残酷的腹。 睡, 震令。 孔子于是让学生们记住, 柯震。 猛于虎, 柯震比老虎还要凶猛。 家家柯震猛于虎仅号形容暴震伤明。 客戟奉公。 济尽是东汉光武帝手下的官员。 他言于虑。 济, 生活非常简朴, 连光武帝赏给他的财物也。 全被他奖给了部下。 一次, 皇宫里有个人在外。 面犯法, 济尊在查明真相后要处他以死刑。 光。 武帝听说后很不高兴, 要给济尊加罪。 一味大。 臣劝见光武帝说, 济尊这个人能严格要求自己。 客戟奉公, 怎么可以加罪于他呢? 光武帝。 听从劝告, 不仅不怪罪继尊, 还封他位, 刺奸。 将军。 家家客戟奉公警号只言于律己, 一心未攻。 客秦客简。 传说我国上古时代, 水泛滥, 摇地命滚制。 水。 滚用注低赌节的办法, 九年没成功。 后来, 顺地命滚的儿子宇去接替。 当时宇结婚才三天, 就毅然离家赋任。 他领导人民书通江河, 引导。 洪水入海, 在外奔波了十三年, 三次路过家门。 都没有进去看一下, 最后终于制服了洪水。 顺。 要将地位让给他。 不肯接受。 顺对于说, 你。 客秦于邦, 客简于家, 既能为国家勤劳出。 利, 又能节俭的持家, 是名真正的贤财。 客, 能够。 家家客秦客简仅好意味, 既能勤劳, 又能节俭。 客化无言。 进朝的羽亮对周伯仁说, 人们都把你比。 做以前的乐谋。 周伯仁问, 是指战国时的。 将军乐意吗? 羽亮说, 不是, 是那个后来。 做上书令的乐广。 周伯仁谦逊地说, 自己不。 能和乐广相比。 否则就好比, 客化无言, 以堂。 突兮子。 意思是说, 精细地描绘丑女无言。 只会冒犯, 贬低美女西施。 同样, 把自己和乐。 广相比, 是对乐广的诗境。 无言, 传说中的古。 带丑女名。 家家刻画无言锦号比喻为了美化丑的, 而贬低。 乐美的。 克周囚剑。 战国时, 楚国有个人沉船渡江。 突然, 他。 佩戴的剑掉到了江里。 于是, 他马上在传弦上。 刻了一个记号, 并自言自语说, 我的剑是从 这里掉下去的。 当船靠岸之后, 他立即从客 下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去寻找自己的剑。 结果。 当然找不到。 因为船在开动, 而剑掉下江后是, 不会动的。 根据这故事, 人们创造了成语, 克。 周囚剑。 家家克周囚剑锦号比喻办事拘泥固执, 不知便。 通。 空洞无物。 静巢的周伯仁说话机智幽默, 远近闻名。 一次, 他到丞相王岛家做客。 两人席地而坐。 谈得十分投机。 王岛对周伯仁的谈吐很佩服。 心想, 他肚子里怎么有那么多货色呢? 于是指。 这周伯仁的肚子问, 你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周作人指着自己的肚子, 风趣地说, 这里面。 空洞无物, 但像你这样的人可以容纳几百。 个, 王岛一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吼。 来领悟了, 不禁哈哈大笑。 家家空洞无物仅好意思。 此为空空洞洞, 没有东西。 后来多只言谈或文章及其空泛。 空前觉后。 东进画家顾凯之能舒散画, 有, 才觉, 画。 觉, 吃觉, 之称。 他画人物非常注意眼睛的客。 画, 认为这是人物的传神之处。 南朝梁时的画。 家张森咒善画佛像, 当时很多寺院都请他作画。 张森咒的画者莫不多, 但形象生动。 相传他画。 的龙点上眼睛就能破壁而飞。 宣和画谷在。 评价上述两位画家时说, 故关于钱, 故凯之。 的画超越前人, 张觉于后, 张森咒的陈旧后。 人莫及。 陈宇, 空前觉后, 由此而来。 家家空前觉后景号比喻超觉古今, 独一无二。 空中楼阁。 从前有个财主, 非常希望有第三层的楼阁。 他叫来了工匠进行建造。 但当工匠开始打地基, 时, 他又马上过去制止了。 工匠们感到很奇怪。 说, 你不是要造三层楼吗? 财主说, 是。 的, 但我要的是上面的第三层楼阁, 而不要下。 面这些。 快给我拆掉。 工匠当然造不来没有。 基础的空中楼阁, 财主的愿望也终于无法实现。 决策arean kill日令, 又它是 weed, 但如果她怕的愿望也有两人, 很azera, 但如果牵举用對你搞笑话, 我答 tool ideals也终于无法绑作。 而,在背地里,又常常动坏脑筋骇人,对才华比字。 极高,功劳比自己大的人总是千方百计的家乙。 排挤,诬陷。 时间一长,大家看穿了他的真面。 慕,称他是一个,口有秘,父有贱,的人。 家家口蜜附件仅好比喻嘴甜心毒,用来形容那些表面装作好人而心里竟想些坏主意害人的人。 口若悬河 晋朝的郭相从小好学,情于思考,无论对,书本知识还是社会现象都啃下功夫去研究,因此学生。 时渊博,讲起来头头是道。 有人请他去做。 观,他谢绝了,只以研究和谈论学问为乐事。 后来他又钻研老子、庄子的学说,同样很有造。 意。 由于他对老子、庄子有精湛的研究,又喜。 欢敬情发挥自己的见解,因此人们说听他谈话。 旧,如悬河泻水,助而不洁,好像口中激流。 清泻,滔滔不绝。 家家口若玄和锦号形容能言善辩,滔滔不绝。 扣盘门竹。 传说有个天生的瞎子,因从来没见过太阳。 想知道个究竟,就问别人,太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人家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就好像。 铜盘,盘。 瞎子马上去摸铜盘,还用手在。 上娘扣打了一下,铜盘发出钟一样的响声。 一。 天,瞎子听到钟声,就以为是太阳。 人家又对。 他说,太阳光像蜡烛一样。 于是瞎子又去。 门,抚摸,蜡烛。 一天他摸到了和蜡烛形状差。 不多的月,一种管月,又以为那是太阳。 扣盘门竹,据此而来。 家家扣盘门竹锦号比喻对事物的认识片面,没。 抓住实质。 夸父逐日。 古代神话故事,有个叫夸父的人,和太阳。 赛跑。 他拿着木杖,死命地追赶太阳。 途中,他感到异常焦渴,便喝干了黄河和味河的水。 人不济世,于是往北想去喝一个大壶的水,但。 走到半路就渴死了。 他一气下来的木杖,变成。 了,邓灵。 家家夸父逐日锦号形容人们征服自然的坚强诀。 心和雄心壮志,有时也比喻不自量力。 快刀斩乱麻。 南北朝时,东魏丞相高欢为了试试自己的。 几个儿子,给他们每人一把乱麻,比赛谁整理。 得快。 其他孩子都心急火燎的把一根根乱麻抽。 出来礼奇,只有羔羊不这样干。 他去拿来一把。 锋利的刀子,把乱麻全都干干脆脆的斩断,底。 一个完成了任务。 当看到父亲对自己的做法感。 到惊奇时,高杨解释说,乱者必斩。 高欢。 认定这儿子以后大有出席。 后来高杨篡位成为 北齐的文宣帝。 快刀斩乱麻,根据这故事而来。 加加快刀斩乱麻警号比喻以迅速果断的方式。 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 快刀斩乱是孔子的弟子,他父亲曾希爱吃羊枣。 一种野生小柿子。 曾希死后,讲究,笑道。 得曾参因为羊枣是父亲生前喜爱的食物,就不 忍在吃他了。 到了战国时,公孙丑问老师孟子。 快刀,烤肉丝,与羊枣那个好吃。 孟子回。 答快刀好吃。 公孙丑又问,那么曾希肯定也。 很爱吃快刀,为什么曾餐还要吃他呢? 孟子。 回答,因为,快刀所同,快刀是大家共同。 喜欢吃的,而羊枣却是曾希的个人嗜好。 快刀所同,后演化未成语,快刀人口。 加加快刀人口仅好比喻好的诗文受人赞美传颂。 宽猛相继。 春秋时,郑国执政大夫子产采用,宽。 宽容,和,猛,严厉,相互补充的政策,把 国家治理的很有其色。 他在病危时主妇继位的。 子太叔,如果无法以宽使人幸福,不如以猛去压服人。 但子太叔一味采取宽大政策,使得到贼增多。 于是他只得发兵镇压,才使国内安定。 下来。 鲁国的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评论道。 只有,宽以计猛,猛以计宽,才是治国的。 正确方法。 宽猛相继,据此简化而来。 加加宽猛相继仅号指宽大和严厉两种手段一起。 使用。 旷日持久。 战国时,赵王听说燕国将进攻赵国,狠害。 怕,和向国赵胜商议,决定用三座城的代价。 聘请齐国名将田丹来统帅赵军。 大将赵舍不同。 亦。 他对赵胜说,难道赵国没有将领了? 战海。 没打,就先割成,太不像话。 即便田丹打得过。 燕军,他也会把赵军拖在战场上,旷日持久。 荒废时日,拖得很久。 这样,我们的人力。 物力会消耗光的。 但赵舍的意见没被采纳。 截。 果天丹率领赵军打了一场消耗仗,赵国复出级。 大的代价,只夺到了燕国三座小城。 家家旷日持久警号只荒废时日,拖延过久。 困兽游斗。 春秋时,靖国和楚国发生了臣仆之战,靖。 军大胜。 在举国上下都欢欣鼓舞的时候,靖文。 公却忧心忡忡。 大臣们见状,对靖文公说,我。 们胜利了,理应高兴,你怎么忧愁呢? 靖文公。 回答说,楚国虽然战败了,但他的得力主将子。 欲还在,绝不能掉以轻心。 困兽游斗,一。 头被困住了的野兽还要挣扎,何况他是一国。 的得力大臣呢? 直到后来紫玉自杀,靖文公才。 露出笑容说,现在楚国又败了一次,靖国又胜。 了一次。 楚国从此会一蹶不振的。 家家困兽游斗锦号比喻处在绝境中的人,还要。 做最后的挣扎。 烂鱼冲术。 战国时,齐国国军齐宣王很爱听鱼,而且。 喜欢听和走。 为此他专门养了一只三百人的吹。 鱼乐队。 当时有个不会吹鱼的南郭先生,也混。 在这三百人中装模作样,借此混口饭吃。 后来。 宣王死了,继任的敏王喜欢听鱼的独走。 南郭。 先生知道再也混不过去,便偷偷地溜走了。 烂鱼冲术,由此故事引申而来。 烂鱼,冒充。 会吹鱼的人。 家家烂鱼冲术仅好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 里面冲术。 有时也用来表示字迁。 狼背未尖。 传说古时候,有狼和背两种野兽。 狼的前。 脂长,后腿短,背的前脂短,后腿长。 有一次,狼和背一道去偷羊,但羊圈又高又结实,计跳。 不静,也撞不开。 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狼骑到背的脖子上,背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 把狼驮得很高,然后狼就用他的两条前脂攀上。 羊圈,把羊拖走。 根据狼和背勾结干坏事的传。 说,人们创造了成语,狼背未尖。 家家狼背未尖警号比喻坏人互相勾结做坏事。 狼子野兴。 春秋时,楚国官员子梁生了个儿子,叫月。 娇。 这孩子的长相有些像老虎,哭起来的声音。 又有些像狼叫。 子梁的哥哥子文认为这是不祥。 知照,说,这孩子有,狼子野兴,应该把他杀掉,否则全家都会遭殃。 子梁没有答应,奸。 吃把孩子养大。 月交长大后发动叛乱,全家果。 燃遭牵连受祸。 家家狼子野兴警号原指本性凶残,难以制服。 献多比喻坏人的狠独用心。 劳而无功。 春秋时,孔子准备到国去宣扬自己的礼。 论,他的学生严回问鲁国的金太师,你认为? 孔子这次国之行结果如何? 金太师摇摇头。 说孔子还会碰壁。 严回问为什么? 金太师解释。 说,水上最好的交通工具是船,而陆地则是车。 如果把船推到陆地上来行驶,那只会劳而无功。 过去和现在就相当于水上和陆地一样。 差别很大。 孔子想把过去周朝的一套东西搬到。 现在来实行,就好像把船推到陆地上来,必定。 行不通。 加加加劳而无功仅好比喻白费利器,没有功效。 劳苦功高。 处汉之真实,向宇在宏门,地名,宴请刘邦,他的谋士范增让向庄在席上无剑,企图四。 击刺杀刘邦。 随同刘邦前来的汉江凡怪闻讯状。 道门,闯入宴席。 他把一大豆酒一饮而尽。 又用剑割下伸猪腿肉吃。 接着,他再隶数了刘。 帮打秦军,进咸阳等功绩后则问项羽,配功。 刘邦,如此,劳苦而功高,你却想杀他。 这对吗? 项羽哑口无言。 刘邦借口上厕所。 由凡怪等人护送返回了汉军营地。 加加劳苦功高仅好意味立尽艰辛,立下大功。 老当义壮。 东汉名将马园,年轻时就志向远大。 因为 不满足在家的读书生活,他辞别兄长,到外地。 去种田,放牧。 一次他为官府押送犯人到京城。 去,路上因可怜犯人,便放他逃走,自己也随。 后逃到北方。 由于马园为人正直,热心,前来。 投靠他的人很多。 他对这些客人说,一个人要。 有志气,穷困的时候意志应该更坚定,老当。 易壮,年纪大了志气应当更壮。 后来马园,投奔刘秀,立下了不少汉马功劳。 家家老当义壮锦号原来只年纪老了,志气应当更壮。 现在常常形容人老干劲大。 老马实图。 春秋时的山荣国攻伐燕国。 应燕国的请求。 齐桓公带兵打败山荣国,又击退了山荣国请来。 的孤竹国军队。 但假装投降的孤竹国黄花元帅。 在带路时把齐军引入弥谷后沉积逃跑了。 齐军。 左冲右撞,找不到出路。 这是跟随齐桓公的乡。 国管众说,老马能使徒。 于是让几匹老马在前。 面走,大家跟着, 果然把齐军带出弥谷,走上。 乐归路。 家家老马实图警号后来用来比喻有经验的人游。 于对情况熟悉,所以能起引导作用。 老生常谈。 三国时,为国术士管路精通,一经,常。 常替人占卜算命。 一天,尚书何燕和邓阳请管。 路为他们不挂。 何燕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升官作。 三公、太位、司徒、司空三职的合称,的希望。 管路趁机讲了一番道理,规劝和燕要尽忠职守。 体察民情,广师恩德,这样才可以逢凶化及。 未至三公。 在一旁听的邓阳不耐烦的说,这些。 都是,老生之常谈,老书生常讲的话,没。 有什么新意。 家家老生常谈警号指大家听惯了的并无新意的。 老话。 老玉能解。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魏广大。 百姓所喜爱。 当时各地寺院和驿站的墙上都写。 有她的诗,妇女儿童的嘴上也都传送着她的诗。 据说她每做好一首诗,都要先拿去念给老婆婆。 门听。 然后问她们,懂不懂诗中的意思。 如果对方回答不懂,白居易就加以修改,直到他们能理解为止。 称语,老玉能解,据此而来。 玉,老年妇女。 家家老玉能解警号形容诗文通俗易懂。 乐不可知。 东汉的张勘在任于杨太守时,匈奴万民旗。 兵前来侵犯,张勘率领几千骑兵迎头痛击,凶。 奴大败。 渔阳获得安定后,张勘让百姓们在乎。 奴这个地方开垦了八千余请到田,使大家都饮。 师父遇起来。 老百姓做了首歌谣称赞张勘。 桑无复之,桑树修剪的整齐,麦穗两齐。 麦子长双碎。 张勘,张勘,为政,乐不可知。 百姓快乐得要撑持不住了。 家家乐不可知警号形容快乐之极。 乐不思蜀。 三国时,蜀主刘备死后,游婚拥无能的儿。 自刘禅继位。 后来蜀国灭亡,刘禅投降司马昭。 后被带到洛阳。 一次,司马昭请刘禅酒,其。 兼让人表演了一些蜀国的娱乐节目。 当时跟随,刘禅投降的蜀国人看后都产生了亡国的伤感。 唯独刘禅嬉笑自如。 后来司马昭问他是否怀念。 故国,刘禅却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这。 你很快乐,我不思念蜀国。 家家乐不思蜀仅好比喻乐而望本或乐而望返。 乐此不疲。 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后,重视发展。 生产,改善百姓生活,提高国力。 他每天一早。 上朝,处理政事,直到日投偏西才回宫。 回宫。 后,刘秀还要与宫卿大臣们谈论经书和治国之。 道,很晚才睡觉。 太子刘庄见他太操劳,就劝。 他学学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过过悠闲,您。 静的生活。 刘秀回答,我自乐此,不畏疲也。 意思是说,他自己乐意这样做,所以就不敢。 道有什么疲劳。 乐此不疲,由,我自乐此。 不畏疲也,简化而来。 佳佳乐此不疲疾好形容对某事特别爱好而沉浸。 其中,不觉疲倦。 乐极深悲。 战国时,齐国的威王好喝酒,常常耽误政。 是。 一次楚国前来进攻,威王派大臣淳于昆道。 赵国求援。 赵国答应出兵,储君闻训撤退。 其。 威王于世赏淳于昆喝酒。 淳于昆为了劝谏威王。 就说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酒量会不一样,有时。 喝一豆就醉,有时喝一食才醉,然后说,故。 约,酒即则乱,乐即则悲,酒喝到几点会。 出乱子,快乐到几点会发生悲伤之事。 其。 威王听后,对自己的贪悲能有所节制了。 乐。 即则悲,现用作,乐即深悲。 嘉嘉乐即深悲仅号指欢乐之即会发生悲伤之事。 离群所居。 春秋时,孔子有个轿子下的学生死了儿子。 很伤心地哭诉道,我没什么过错,老天未识。 魔要给我这样的惩罚呢? 同学曾参说,你,过去死了父亲,不声不响。 现在死了儿子,却,如此悲痛。 这不是过错吗? 子下一听,赶紧。 下拜,说,我,离群儿所居,离开大家丹。 独生活,的时间太长了,听不到大家的劝告。 所以竟然不明白自己的过错。 家家离群所居锦号意味离开同伴而孤独生活。 李贤下事。 唐朝的李免为官多年,为人正直,半事连。 结。 他看到唐宿宗听信禅言,要拘捕,处死玄。 为王罪,就不顾自己被贬官,坚持在皇上面前。 为王罪辩护,使得王罪反而被提为龙门宪令。 李免听说李循,张参得才很高,就请他们帮助。 自己做事。 李免很敬重他们,李贤下事。 彼此间感情很好。 当二人去世后,李免没封舍。 宴请客,都要给他俩留着做,就像他们还活着。 一样。 家家李贤下事仅好只对地位比自己低的贤人有。 李卯。 李戴桃江。 汉月辅施,姬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 那么四五个兄弟,原先没什么出席,后来时来。 运转,都当上皇帝身边的侍中郎,官民,于。 侍荣华富贵起来,连马落头都用黄金做成。 美。 当他们从朝廷回家时,路上行人争相观望。 后,来有的兄弟犯法,其他兄弟却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闻不问。 诗中平说道,李树生长在桃树旁。 遇到虫子来咬桃树根时,边上的李树带桃江。 李树会替戴桃树被咬而将死,而兄弟之间, 却如此无情。 李戴桃江,据此简化而来。 家家李戴桃江仅好比喻互相顶替或待人受过。 力不从心。 东汉的班超初始西域三十年,建立了卓越。 功勋。 当他快七十岁时,深感自己年老多病。 以难为朝廷继续效力,便上书和何帝流露出。 思乡之情。 何帝没做答复。 于是班超的妹妹班。 昭夜上书何帝,信中说,现在班超白发苍苍。 身体衰弱,如有突发事变,气力不能从心。 气力已难从心愿,继续留在西域只会对加。 亭和朝廷都不利。 汉和帝于是召回班超。 班超。 回洛阳锦一个月就病死了。 力不从心,由。 气力不能从心,简化而来。 加加力不从心仅耗至内心想作而力量不足。 力兵莫马。 春秋时,秦国以帮助郑国防守卫民,派起。 子帅军驻守郑国。 后来秦国想里应外合消灭郑。 国,就派大部队进军郑国。 当秦军图经华国时。 被郑在那里经商的郑国人贤高看到了。 他集中。 深至,一面派人赶回郑国报告,一面送牛群和。 熟牛皮给秦军,说是郑国国军派他前来犒劳的。 郑木公接到报告后马上派人去监视起子他们的。 动向,发现已在,立、魔、兵、兵器、墨、尾。 马,准备军事行动了。 后来秦军认为郑国。 早有防备,进攻不力,才放弃了原计划。 加加利兵莫马警号比喻做好了战斗准备。 立经突治。 西汉宣帝流行是靠了大将军霍光的盈利财。 做的皇帝。 作为己朝元老,霍光执掌者朝政大。 权,并没把宣帝放在眼里。 宣帝在霍光面前时, 分居井签宫。 直到霍光死后,他才亲自执政。 立经未至,每五日倾听大臣奏试次。 同时, 严格考核各级官员,对有政绩的官员进行封赏。 对违法犯罪的严加追究。 他还鼓励百姓发展生。 产,反对浪费这些措施,增强了国家实力。 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准。 立经未至,现协位。 立经突治。 立,愤勉。 加加立经突治锦号意味振奋精神,设法治理好。 国家。 立令至婚。 战国时,秦国攻伐韩国,韩国的上党郡游。 于四周通路被阻绝,围在旦夕。 郡守逢庭位了。 使秦军移兵攻照, 决定把上党献给赵国。 赵国。 的平原军贪图上党地方的十七座城池,就接受。 了。 结果,两年后,秦军大将白起进攻赵国。 占领上党,又在长平俘虏并活埋四十万兆军。 连赵国都城汗郡游也差点被攻陷平原军卫贪。 涂上党之地而给赵国带来如此的灾难,司马迁。 因而在,使季,终称他此举世,历令至婚。 家家历令至婚警号只因贪力而头脑发昏,赶出。 失去理智的事。 梁上君子。 东汉时的城池正直善良。 一天,他家来了。 各小偷,躲在房梁上,准备等待时机留下来偷东西。 城池看到小偷后,并没叫人抓他,而是。 把孩子们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人一定要言。 各要求自己。 坏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染上坏。 习惯后逐渐堕落的。 像我家那位梁上君子。 就是这样一个人。 小偷听到城池的话,寄惊。 慌,又惭愧,马上从梁上跳下来请罪。 城池叫。 遇了他以后,还送他两匹券。 家家梁上君子警号用来指小偷。 量体裁衣。 传说以前北京城里有个裁缝,在替人做衣。 服食,除量身材外,还要询问对方的性情,年。 记忆至终举时间等等。 人们感到奇怪,问他为。 什么要这样? 他说,如果是青年终举,必定性。 情骄傲,走起路来挺胸突肚的,因此衣服要做。 的前长后短,如果是年老终举的,大都意气消。 称,走路不免弯腰曲背,衣服就要做的前短后。 长,性急的,衣服要做的短些,性慢的,衣服。 硬做的长些人们称这个裁缝是,量体裁衣。 加加量体裁衣仅号比喻根据实际情况办事。 两袖清风。 明代的地方官复经朝建皇帝时,常常戴衣。 歇任职地方的土产去,既可作为献给皇帝的贡。 平,又可送给朝中其他大臣。 但于谦却反对着。 一套。 他从河南当巡抚回京城时,一点东西都。 没带,还做了一首诗表示自己的态度。 诗中说。 当地虽然有眷怕,麻姑和县乡等土特产, 但他。 门市百姓的生活依靠,搜刮这些物产只会失败。 性遭殃。 所以他这次去朝建皇上,什么也没带。 只有,清风两袖,两只袖筒里的清风。 喂。 的事不让老百姓骂他。 家家两袖清风景号比喻为官清廉。 亮丽而行。 春秋时的镇庄公见许国做事不合法度,便联合鲁颖公和齐西公前去攻打。 许国都城很快。 被攻破,许庄公逃至国。 齐西公提出要把许。 国让给鲁国,鲁颖公推辞了。 于是西公又提出,让给镇国。 镇庄公看到许国已降服,不仅没吞。 并许国,还让人把许庄公请回来,继续做国军。 左船,在评价此事时认为,镇庄公能妥善处。 立于许国的关系,亮丽而行,见机行事。 可算是一个,知理,的人。 家家亮丽而行仅号只根据自己力量的大小行事。 辽以足岁。 春秋时,晋国贵族兼为争夺权势展开激烈。 得斗争。 鸾银因为斗不过范轩子,逃奔楚国。 范轩子杀死了鸾银的同党杨舌虎等十几人,又 囚禁了书像。 有人对书像说,你被捕大概是。 因为不够明智吧? 书像回答,虽被囚禁。 但总比死了强。 我能从容自得的生活于乱世。 辽以足岁,勉强度过岁月,也算是明智。 得了。 后来经大夫其兮说情,范轩子放了书。 想。 辽,勉强。 醋,度过。 家家辽以足岁井号现在至勉强度过一年。 领可绝井。 春秋时,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初走到齐。 国。 齐井公问他,你怎么把国家搞丢了? 鲁昭公公成痛的说,由于我不肯听取别人的钟。 告,身边竟是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使我向秋天。 的捧草,秋风一起,就被连根拔掉了。 奇景。 公见他说的有理,便想请大夫燕音帮助他回国。 掌权。 但燕音回答说已经来不及了。 他认为鲁。 昭公就好像,临焰而聚绝境,到喉咙里干焰。 的想喝水的时候再去绝境,悔之已晚。 成语。 灵可绝境,由此而来。 家家灵可绝境,警号比喻不早做准备,事到临头。 才设法处置。 灵申吕宝。 东汉马园的小女儿为名帝刘庄的皇后,张。 帝时又成为太后。 虽然她反对亲属们因自己的。 关西家关静绝,但大哥马廖还是被提为主管公。 庭门静的位,关明。 马廖的儿子马玉身为。 步兵校位,关明,却不肯学好,只想靠父亲。 及太后的关系飞黄腾达。 好友杨中劝马廖说。 你应吸取以往的教训, 铃申吕宝,如免。 铃申冤,脚踏薄冰那样小心谨慎, 把儿子管。 交好。 后来马廖果然因诽谤朝廷而被革职。 马廖也因此被赶出京城, 回到封地顺扬。 马廖。 奥悔莫及,对马玉严加拷打。 佳佳林申吕宝景号比喻小心谨慎。 临危不拒。 春秋时,孔子的学生严克曾随鲁国的洋湖。 攻打过国的匡、帝明。 后来严克随孔子周。 游猎国时又经过匡帝。 他很激动地向车上的孔。 子和同学们讲述当年的战斗情形。 匡人听见他。 的话,就把长得很像羊虎的孔子团团围住了。 学生子路不顾一切地冲入人群, 看见孔子若无。 骑士地谈着情,感到很奇怪。 孔子说,灵大。 难而不拒,是圣人才有的勇敢。 灵危不拒。 由此演化而来。 家家灵危不拒景号只遇到危难,毫不畏惧。 另行禁止。 伤咒王奢侈残暴,诸侯姬昌,周文王,在。 自己的领地暗暗积蓄力量,准备推翻咒王的嘴。 二统治。 谁知他突然得了重病,临终前告诫儿。 自激发,周武王,使自己的军队做到,另行。 禁止,命令做得马上执行,不许做得立即停。 指,是创建周王爷的开始。 当机发联合各地。 诸侯进攻商朝京城朝歌时,他给军队定下了许多严明的纪律,从而赢得百姓的支持。 虽然咒王的军队人数众多,但那些士兵们纷纷倒戈头。 讲。 咒王最后自焚而死。 家家令行禁止锦号形容法令严正。 流言蜚语。 汉武帝刘彻的丞相田坟举行婚礼。 将军冠。 夫由于对田坟平时的所作所为看不惯,在酒席。 上戒机大骂,结果被田坟抓了起来。 冠夫的棚。 有斗因为此道汉武帝面前求情,说冠夫是酒后。 诗言,田坟抓冠夫是谢私奋。 但由于田坟的解。 解王太后出面干涉,冠夫被叛灭族,斗因也被。 捕入狱。 这时田坟又传,飞语,说,斗因在狱。 钟大骂皇上。 刘彻听信这谣言,杀了斗因全家。 流言飞语,由,飞语,发展而来。 家家流言飞语,警号只污蔑,众伤人的谣言。 龙蛇飞动。 据宋氏惠宏,冷摘夜话,记载,有味章臣。 相喜爱做草书,但又不规范,常饮得同行绩效。 他却毫不在意。 一天,他想到一个好句子,马。 上徽笔集书,只见满纸,龙蛇飞动,写出来。 的草书如龙在飞舞,蛇在游动。 写完后,他。 让侄儿抄露下来。 侄儿看到太草的地方,便认。 不轻,就问张丞相,这是什么字。 张丞相。 仔细查看好久,自己也不认得了,就责骂侄儿。 说,你为什么不早问。 现在连我都忘了。 家家龙蛇飞动警号形容书法囚禁,生动。 鹿死水手。 东晋时,北方杰族有个叫食乐的人,做过。 行饭,种过的,也被人作为苦力贩卖过。 后来,他聚重启示,建立后赵政权。 不久,又率冰销。 灭了钱赵国,从而取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权。 为此,食乐自命不凡地对陈子徐光说。 假如我生活在汉高祖刘邦的时代,我会老老。 食食地效忠于他,但如果我的对手是汉光武帝。 刘秀,我就要和他在中原大地上决一词雄。 看,看到底是,鹿死水手,天下被谁争夺到。 家家鹿死水手锦号比喻不知谁会取胜。 鹿立一星。 北魏土豫魂魂国君主阿柴有二十个儿子。 他,让每个儿子送上一支剑,然后让其中一个叫木。 利盐的儿子折一支剑。 木利盐很轻松地把他折。 断了。 阿柴又把其余的十九支剑合成一束,再。 让木利盐折。 木利盐凭足气力也没能把他们折。 断。 阿柴于是对儿子们说,你们看到了,但。 各容易遭摧折,合在一起就不好对付了。 大家。 如果,鹿立一星,齐心协力,国家就稳固。 了,鹿立,合力。 家家鹿立一星锦号形容齐心协力。 论功行赏。 三国时,有一队无军在韶碑,地名,与卫。 将望陵展开激战。 结果无军大败而逃,卫军臣。 盛追击。 正在寿春,地名,作战的吴江故城。 张修文训前去救援。 他们拼死作战,终于挡住。 卫军的攻势。 吴江全旭,全瑞成姬率军反攻。 击退敌军。 回都城建业后,孙权,论功行赏。 封顾城,张修魏镇将军,认为他们挡住敌军。 功劳要比打退敌军的大。 家家论功行赏锦号只依照功劳的大小分别给予。 奖赏。 罗雀绝属。 唐朝天宝年间,河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 兵叛乱。 真元玄令张寻组织军队,首虽扬。 地名。 他们打退了叛军的几十次进攻,消灭。 敌人二万多人。 安禄山派部将尹子齐律十几万。 人马将只有三千人的虽扬成团团围住。 慢慢的。 城内的粮食都吃光了,将士们不断有人饿死。 张寻和大火靠,罗雀绝数,张网不雀,绝动。 捉鼠,来冲击,宁死不屈。 几个月后,陈被攻。 破,张寻等人全部战死。 加加罗雀绝属锦号形容想尽一切办法寻食冲击。 洛阳纸贵。 西境大文学家佐斯,经过十年的精心构思。 写出了以三国十位,五,属的都城位内容的三。 篇幅,总名为,三兜负。 另一个文学家陆基。 也曾经想写,三兜负,听说佐斯已在写,不。 绝诗笑,说等他写出来,将用来付久问。 等到,佐斯的付出来后,他大卫探服。 由于传钞,三。 兜负,的人很多,都城洛阳的纸张一下子公布。 应求,纸架也就因此而昂贵起来。 洛阳纸贵。 据此而来。 家家洛阳纸贵锦号比喻好作品风行一时,广泛。 流传。 驴鸣狗肺。 南北朝时,北魏丞相高欢律三万兵马,在。 寒陵山大败并周次使耳珠罩的二十万大军。 为。 表彰高欢的功绩,皇帝元朗下令在寒陵山上见。 一座定国寺,并让玉石温子生写一篇碑文。 南。 朝良的语姓初始北魏时,在定国寺的石碑上读。 到这篇文章,觉得文词优美,就抄录下来。 回。 到南朝后,人们问语姓,北方文人的才气如。 和,语姓回答,只有寒陵山上的石碑写的。 还不错。 其他文章简直如,驴鸣狗肺,只会。 使耳朵增加些噪音。 家家驴鸣狗肺锦号比喻文词拙劣。 绿衣使者。 唐朝的长安城里有个叫杨崇义的富豪,养。 了只绿色羽毛的鹦鹉,会说人话。 他妻子流逝。 和邻居里掩丝通后,趁杨崇义喝醉酒,和谋把。 他杀了,又把尸体扔进院中的枯井里。 然后流。 是装出焦急的样子让大家帮助寻找失踪的丈夫。 当宪官来到他家实地勘察时,目睹一切的鹦鹉。 忽然大叫冤屈,并告诉说,是流逝和邻居里。 掩杀了主人。 案情于是大白。 唐玄宗听说辞。 事后,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 家家律衣使者锦号现在用以称呼犹地缘。 马格果师。 东汉名将马元多次为朝廷立功,被光无敌。 封为福波将军。 一次,他刚从西南打仗归来。 听说北方匈奴正在侵扰我边界,就又要求去抵。 遇匈奴。 朋友梦记见马元出征辛苦,加上年岁。 已大,就劝他在家好好修养。 但马元却说,难。 子汉大丈夫应当战死在边疆,用马格果师。 马皮裹着尸体,送回来安葬,那能老呆在家。 里呢? 后来北方平定后,马元又要求去南方邸。 遇一个较无锡的部族的侵犯。 加加马格果师锦号形容军人战死沙场。 马首是瞻。 春秋时,静、鲁、齐、宋、等国联军在。 静军元帅巡演,阮眼帅领下攻打秦国。 部队道。 达金河边时,各国军队都不肯先渡河。 这时秦。 军在金河上游撒下毒药,联军有很多人被毒死。 联军一怒之下,往西打到秦国境内的御林,的。 明,遭到秦军阻击。 这时巡演下令说,姬一。 叫旧驾好战车,填平水井,铲平灶头,维鱼。 马首是瞻,看我马头的方向去战斗。 但由。 鱼软眼不听巡演指挥,使得巡演最后只好下令。 撤退。 瞻,往前或往上看。 家家马首是瞻警号指作战时将士们看着主将的。 马头决定行动的方向。 现在比喻服从指挥或追。 随别人。 买毒还猪。 从前,楚国有个商人到镇国去卖珍珠。 珍珠。 珠的匣子用名贵的木栏做成,并用贵胶勋制。 还用珠玉连结,用玫瑰宝石装饰,再缝上翡翠。 宝石,显得非常美观华丽。 有个正国人看到这摩金美的匣子,就出高价买下了,却把里面的珍珠还给楚国商人。 称宇,买毒还珠,由此故。 适而来。 毒,木匣子。 家家买毒还珠锦号比喻蛇本竹墨,取舍诗档。 满上不满下。 宋青宗靖康初年,民间流行一种叫,通通。 不,的打击乐器。 他用直径二寸,长五尺多的。 竹筒制成,并在上端蒙上皮革。 人们称这种了。 气的制作方法是,满上不满下,只在上端蒙。 皮,而下端不蒙。 当时朝廷臣向蔡金和铜管。 蒙骗宋青宗,于是人们又以这种乐器来影射着。 两人的所作所为。 满,欺骗,蒙蔽。 家家满上不满下锦号意味欺骗上集,对下面则。 摩索顾忌。 满城风雨。 宋朝有个叫潘大林的读书人,善于作诗。 常有一些很好的诗句。 秋日的一天,他靠在床。 上闭目养神,忽然听到树林中的风雨声,触发。 了他的灵感。 于是他起身写诗,谁知刚写完地。 一句,满城风雨净重阳,催租的人闯了境。 来,就再也写不下去。 第二天,他把这句诗迹。 给他的朋友,信中感叹,虽然秋天以来的景。 悟,渐渐都是好的诗句,但可惜被俗气所遮盖。 了。 家家满城风雨净号原来形容重阳节前的风雨景象。 现在比喻事情到处传扬,议论纷纷。 满朝笋,千寿意。 上古时,帝渔顺看到苗人不肯归顺,就派。 与前去征服。 与在出征前对军队说,现在苗。 族统治者轻视贤者,重用小人,昏庸无道。 我。 奉顺帝之命律你们前去讨伐。 我们人那么多。 只要大家行动一致,就一定会取胜利功的。 但出兵一个月,苗人的反抗更厉害了。 有个名。 教义的人劝雨说,满朝笋,千寿意,应该。 以得福人。 语听后,马上整顿队伍,撤回军队。 家家满朝笋,千寿意警号意为骄傲自满朝至笋。 嗨,千讯虚心得到益处。 芒刺在背。 汉武帝刘彻临死时,嘱托大将军霍光辅佐。 年幼的汉昭帝。 昭帝死后,霍光又立昌义王流。 鹤为皇位继承人。 但刘鹤荒迎无道,整天在宫。 亭内寻欢作乐。 于是霍光逼迫太后下赵费去刘。 鹤,并杀了二百多名与刘鹤一起作恶的人, 令利汉武帝的曾孙流巡卫帝,及汉宣帝。 宣帝前。 去拜叶高祖庙,霍光陪同前往。 由于霍光长相。 威严,权势又大,使流巡十分拘束不安、弱。 有芒刺在背,好像感到有芒刺扎在背上。 芒刺,草木荆叶,果壳上的小刺。 家家芒刺在背景号比喻极度不安。 芒人摸象。 有这样一个佛经故事,国王让几个芒人了。 解大象的形状。 一个摸到象牙的芒人说,圆。 来大象就像萝卜。 另一个摸到象耳的说。 不对,他象波鸡。 马上又有个摸到象腿的。 人反对说,你们都错了。 他象柱子。 但摸。 道象伪的却认为他象神子大家为此争吵不。 羞,影得一旁的鸣眼人哈哈大笑。 芒人摸象。 句子概括而来。 家家芒人摸象仅号比喻对事物只片面了解,九。 妄家判断。 芒人瞎马。 东径的环环,英仲勘和顾凯之等人,有依。 四在比赛说惊险的话。 有的说,百岁老翁攀枯。 枝,意思是说年龄很大的老头悬挂在一根杆。 枯的树枝上。 也有的说,颈上鹿炉握婴儿。 指颈抬的鹿炉上睡着一个婴儿。 最后一个人说。 芒人骑虾马,夜半铃声池,指一个芒人骑。 这虾马,生更半夜走到了一个深水池边。 一只。 眼睛失明的鹰众勘听后吓了一跳,脱口说道。 这太可怕了。 家家芒人虾马警号比喻虾撞乱闯,非常危险。 毛遂自荐。 战国时,秦军曾围困赵国都城。 赵国派平。 援军到楚国去求援。 平援军决定在三千多个门。 课中挑出二十人一同前往,但选来选去只选中。 十九人。 这时,有个叫毛遂的门课,自我推荐。 根据。 平援军勉强答应了他。 在楚国,平援军。 和楚王谈判陷入僵局。 最后,最后还是毛遂案件上前。 道到底在那里。 庄子说,摩索不在。 于是举例说道楼姑、蚂蚁、败草、砖瓦甚至大。 小便等,都是道所在的地方。 东郭子见庄子越,说越低下,不想再听下去。 庄子于是解释说,越从低微的事物上去推求,越能看出道的实。 直。 就像市场上的经纪人用脚踩猪来估量他的。 肥瘦一样,越踩在猪的下部,就越能看出猪的。 肥瘦。 这叫做,美下玉矿。 后人把,美下。 月矿,变作,美矿玉下。 意义也有了变化。 家家美矿玉下锦号形容情况越来越糟。 美轮美奂。 春秋时,靖国贵族献文子造了座新房子。 落成仪式上,大夫张老认为房屋造的太奢侈。 就在贺词中讥讽说,美灾轮烟。 美灾换烟。 多么高大美观,屋舍如此众多,以后可。 已在这里哭丧,祭祀,搞宴庆聚会了。 献文。 子听后也助导说,愿我能始终陪伴大家在这。 礼祭四欢宴,无灾无祸,度完一生。 美轮。 美幻,由,美灾轮烟。 美灾换烟,简化而来。 轮,高大。 幻,众多。 家家美轮美幻景号形容巫舍华丽,高大众多。 门可罗雀。 汉朝有个叫狄宫的人。 当他做庭位,关明。 时,家里宾客迎门。 后来他被罢免了官职。 门前顿时冷冷清清,门外可设雀罗,简直。 可以在门外摆起网来补却。 不久,狄公官赴。 原职,以前的那些客人又都上门来做客了。 狄。 公感叹这事太严良,就在大门上写了几句话。 其中有两句是,一跪一剑,交情乃剑。 意思。 是说,只有经历过富贵和贫贱,才能看出人与。 人之间的真正交情。 门外可设雀罗,后演变。 为,门可罗雀。 家家门可罗雀锦号比喻门庭冷落,宾客稀少。 门墙逃礼。 春秋时,鲁国大夫书孙武书夸奖子贡比孔。 子强。 子贡回答,我哪里能和老师比呢? 这。 就好比我家围墙比较低,你可以一眼看到家里。 有什么好东西,而孔子家的围墙很高,你如果。 找不到门,就看不到里面富丽堂皇的建筑。 门墙,据此而来,指尸门。 另外,鲁国的羊。 虎鹰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反对他,向晋国的赵。 简子发牢骚。 赵简子劝告他,培养人应先选准。 对象,这样种出来的就会是,逃离,而不是。 吉利,了。 门墙逃离,有以上两个故事盖。 扩而来。 家家门墙逃离锦号比喻他人所栽培的后辈或所。 教的学生。 门庭若是。 战国时,齐国官员邹记一天对齐威王说。 我的外貌比不上美男子徐公,但我的妻子有。 鱼偏爱我,且由于怕我,客人由于有求于我。 竟都说我比徐公漂亮。 由此看来,作为国王。 你平常听到的恐怕也都是一些虚伪的恭维话吧。 齐威王听了很受启发,于是下令,不论何。 人,只要能批评我,规劝我,一律受赏。 命。 另一下,大大小小官员纷纷前来向威王提出个。 种批评,劝告。 一时间,威王的,门庭若是。 门前和庭院里像集市一样热闹。 家家门庭若是锦号形容来客众多,非常热闹。 门无杂兵。 静朝的刘潭勤奋好学。 她在父亲死后,考。 编织草鞋供养母亲,不肯接受妇人的恩施。 静。 明帝看她得才兼备,就把公主许配给她。 刘潭。 与公主结婚后,人结身自豪,不愿跟不学无术。 的达官贵人交往。 她信奉老庄哲学,主张清静。 无味。 在任丹阳饮食,办事简洁严整,衙门里。 秩序井然,全没有官府那种嘈杂的气氛。 她的。 家里也很清静,门无杂客。 当她死时,有。 人在纪文中称她,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 事之心。 门无杂客,献血位,门无杂兵。 家家门无杂兵锦号指家中没有闲杂的客人。 门师而言。 据,晋书,记载,东晋的王猛年轻时家里。 很穷,靠卖本机维持生计。 她怀着左驻帝王志。 礼天下的大志,渴望能遇上个贤民的君主,九。 像一只收缩翅膀的鸟,等待着时机展翅高飞。 当朝廷大臣环温北伐前秦福间,率兵进入寒谷。 官时,王猛披着麻布短衣,面见环温,门师。 而言,边用手按摩自己身上的狮子,边谈话。 从容不破地谈论天下大事。 家家门师而言锦号形容谈吐从容,魔所未继。 迷途之反。 陈伯之是南朝其时的江州刺史。 其灭亡后。 梁武帝削衍让她继任原职,仍镇守江州。 但陈。 伯之听信部下邓善的唆使,起兵反梁。 战败后。 她又投奔北魏,当了平南将军,继续和梁朝队。 抗。 梁武帝的兄弟萧红奉命北伐,与陈伯之队。 至于寿阳,帝名。 萧红命既是,官名,秋迟。 写信给陈伯之,劝说她投降。 秋迟在信中写道。 迷途之反,迷失道路后知道回来,事故。 戴的圣贤也称赞的。 家家迷途之反警号比喻觉察了自己的错误,之。 道改正。 米珠新贵。 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楚国去见楚王,一。 只等了三天才见到。 交谈中,楚王很受启发。 但苏秦不久就提出告辞。 楚王感到奇怪,问苏。 秦,你不远千里到楚国来见我,为什么不多? 刘慧儿。 苏秦抱怨说,楚国的米粟贵如诸语。 柴新贵比贵木,管门人比贵还难见,而见国王。 则如同见天帝一样难。 楚王一听是自己怠慢了。 他,连忙赔不是。 后人根据苏秦的话,演化出。 米珠新贵,这一成语。 家家米珠新贵锦号现在形容物价昂贵。 迷迷之音 荒淫残暴的商咒王为了享乐,命乐诗诗言。 谱写一些,迷迷之乐,声音柔弱,使人为民。 不振的音乐,供歌技们表演实用。 商朝灭亡。 后,诗言抱擒头蒲水自杀。 据说几百年后, 林宫去晋国朝贺,行道蒲水时,听道水中传来。 了诗言的乐曲,便叫随行乐诗诗涓记下蒲子。 当诗涓在晋国宫廷演奏时, 晋平宫的乐诗诗矿。 晋指说,这是诗言为商咒王做的迷迷之乐。 是亡国之音,不能再弹奏了。 迷迷之乐。 献血味,迷迷之音。 家家迷迷之音仅好指颓废,色情,低级趣味的。 音乐 面壁公身。 达摩和尚原是南天竹国王子。 南北朝时, 他乘船渡海来到广州。 笃信佛教的两五帝派使。 这把他从广州营到都城建业,地名。 有淤化。 不投机,达摩又跑到北魏,在松山少林寺住下。 了。 他整天沉默不语,只是,面壁,面对时。 壁,而坐,静修道行。 人们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就把这种姿态称为,壁关婆罗门。 达摩就这。 仰坚持了九年,直到死去。 据说远远看去,那。 石壁上留有达摩镜座的身影。 面壁公身,跟。 据该故事而来。 家家面壁公身仅好比喻某人在某一方面造异痕。 身。 灭此朝时。 春秋时,其国军队曾与静国军队激战。 其。 请公自示兵多将广,根本不把静军放在眼里。 交战那一天,其请公不但起床很晚,而且早饭。 都不肯吃,满不在乎的说,鱼姑解灭此而朝。 石,等我先消灭了敌人再回来吃早饭。 说。 玩跨上还没披上甲的战马,就率领军队向禁军。 冲击。 禁军主帅系克和车夫解张都被建设中了。 人坚持战斗。 英勇顽强的禁军,终于将其军打。 得大败而逃。 鱼姑解灭此而朝时,献简化成。 灭此朝时。 家家灭此朝时锦号形容急于消灭敌人的心情。 名不聊生。 秦朝末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 起义。 起义军在攻克了陈的后,就立刻派将领。 武臣率军北渡黄河,进军河北。 武臣因为兵力。 部族,移过黄河就召集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像。 他们宣传说,秦朝统治多年,连年强征劳矣。 老百姓已是家家没财产,户户没劳力,明不。 聊生,百姓失去生活的依靠。 听了武臣。 的宣传,许多百姓都参军反秦,起义军队无训。 速扩大,接连取得胜利。 家家民不聊生警号只在黑暗统治下,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名为邦本。 下地太康位大宇的孙子。 他整天沉溺于安。 乐享受,不理朝政,遭到百姓的怨恨。 但他却,一意孤行,一次到落水之南去打猎,尽一百多。 天不悔反。 太康的五个兄弟因怨恨他,做了一。 首歌。 歌中说,雨曾教导我们,对百姓只能。 清静不能鄙视。 名为邦本,百姓是一国之。 本,百姓团结了,国家旧太平。 君主对待百。 姓应敬重。 太康不听劝见忠于因意乐而亡国。 名为邦本,献用作,名为邦本。 邦,国家。 家家名为邦本仅号意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名以食为天。 秦朝灭亡后,楚汉相侦。 刘邦的汉军和相。 与的楚军进行了长达五年的交战。 起初,双方。 相持在河南的盈阳一带。 盈阳附近的敖山上有。 一所秦朝遗留下来的巨大粮仓,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但是,当楚军围攻营阳时,刘邦竟决定,放弃此地。 谋士历时其劝刘邦坚守,认为。 名以食为天,粮食是人们生存的根本。 敖山粮仓绝不能放弃。 刘邦采纳了他的意见。 坚守营阳,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加加明以食为天井号指粮食在人民生活中具有。 最重要的地位。 名不负实。 战国时的齐宣王自以为力气大,常拉弓给。 别人看,并让大家也去拉他的弓。 人们为了讨。 得他的欢心,故意拉到一半就装作拉不动了。 说,你这弓起码要九十的力气才能拉满。 实际上他的弓只要三十力气就行了,但宣王一。 直认为是九十。 人们因此评论说,宣王为九。 十的虚名沾沾自喜,却并没有九十的实际气力。 真是名不负十。 负,相称。 加加名不负十锦号指名身与实际不相符。 名列前茅。 春秋时,楚,静两个大国经常为正国得归。 鼠发生战争。 一次楚装王率军攻伐正国,正国。 战败,公子去及被作为仁质带往楚国。 静国文。 训派大将巡邻副位主帅,率兵前去救援。 巡邻。 父听说正国以战败投降,便打算撤军回国。 并。 分析说,储君,前茅绿吾,前锋用茅草作报。 井的惊奇,对敌情侦查得很细致,中军负责。 权衡轻重,后军实力充足。 所以进军不宜轻易。 同储君交战。 名列前茅,由,前茅,发展而。 来。 家家名列前茅仅号比喻名次列在前面。 名落孙山。 宋朝有个叫孙山的人,跟同乡的一个儿子。 一起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考取了最后一名,那。 个同乡的儿子没考上。 孙山先回,那同乡见面。 问他,我儿子考取了没有。 孙山回答说。 解明近处是孙山,贤狼更在孙山外。 意思。 是说,榜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是孙山,而你儿子的名字在孙山外面。 成语,名落孙山,由此影。 生而来。 家家名落孙山锦号比喻考试落地或未被选拔上。 名下无需。 南朝人瑶查专心读书,十二岁就能写文章。 即便战乱之时,他也情学不代。 陈轩帝时,他 被任命为学士,官名,不久又任通职散启长。 是,官名,并作为使者前往北州。 有个教流。 真的人静慕摇茶的才学,前来请教,汉书,中。 的十多个疑难问题。 摇茶都为他有根有据的一。 一做了分析解说。 刘征回去后对别人夸奖摇茶。 说,名下定无需事。 意思是说,富有盛名。 得人必有识学。 名下无需,据此简化而来。 家家名下无需锦号形容名不虚传。 名正言顺。 春秋时,鲁国大司寇, 官名,孔子英卫队。 鲁定宫失望,带着学生子鹿等前往国。 零。 宫对孔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给予优厚的俸禄。 子鹿于是问孔子,如果零宫请你管理国家。 你首先抓什么? 孔子回答,首先要证明。 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名分不正当,说。 话就不顺当合理。 子鹿认为孔子的想法不切。 实际。 孔子于是进一步解释说,如果言不顺。 事情就做不成, 礼乐,刑法也就无法实施,使。 百姓无所适从。 名正言顺, 由此而来。 家家明正这顺警号现在只说话,做事民意正当。 因而理由充分。 明察秋毫。 战国时, 齐宣王看到有人要杀一头牛来记。 忠,就很不忍心。 孔子于是开导他施行人证。 用道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 孔子说,如果有。 人告诉你, 他,民族以查秋毫之末, 目光明。 锐的能看清像秋天鸟兽毫毛那样细微的东西。 但看不见满车的木柴。 你相信吗? 宣王答。 不相信。 孔子于是说, 你对牛那么关心。 却不去关心百姓。 说明你可以施行人证, 却没。 去做。 明察秋毫, 由,明族以查秋毫之末。 变化而来。 家家明察秋毫锦号现在形容洞察一切。 明齿教战。 春秋时, 宋湘公帅军与储军在洪水边交战。 湘公对敌人施行人意, 给自己的军队力了许多。 规矩, 敌人没全部过河不能攻击, 敌人没裂好。 正不能攻击, 不能伤害已受伤的敌人, 不能抓。 年老的敌人结果宋军战败, 湘公自己也大。 腿受伤。 执政大臣子于批评湘公说, 明齿教。 战, 求杀敌也。 意思是说, 申明正战之法。 让将士们知道那些行为是可耻的, 目的在于更 好的杀敌人, 那能让这些规矩来束缚自己的行。 动呢? 加加明齿教战警号只让军队明小受外敌七五的。 耻辱, 作战时分勇杀敌。 明目张胆。 唐代有个监察御使教司迁, 他曾大胆接, 露了丞相主岁良强行建买别人土地的行为, 使 的主岁良因此降职。 后来主岁良官复原职, 把 司迁扁到外地去做宪令。 当有人为此去慰问, 司迁时, 他问心无愧地说, 我既然身居监察。 御使的职位, 就要明目张胆, 眼睛明, 胆。 自大的及时察觉不合法的行为, 并不畏权势。 的家已揭露, 那里还会去考虑自己个人的得失。 呢? 家家明目张胆锦号原来只有胆有识, 敢作敢畏。 的气概。 现在常常形容魔所顾忌, 胆大妄卫。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楚汉之真实, 项羽以仗兵力强大, 自封位。 西楚霸王, 并违背谁先入关中谁为关中王约定。 封先入关中的刘邦为汉王。 刘邦听从谋臣张良。 的计策, 从关中回汉中时, 烧毁了走过的战道。 以向向宇表明自己不在东进关中。 后来, 刘邦。 又命令修复战道, 露出要进军关中的意思。 想。 宇方面以为修复战道需要很久, 所以并不在意。 这时刘邦和韩姓暗地里律大军通过密道, 占领。 陈仓, 帝鸣, 进而攻入咸阳, 占领关中。 陈。 宇,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由此事实概括而来。 加加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警号只作战时正面迷惑。 敌人, 从侧面突然袭击的战略。 又比喻暗中进。 新的活动。 明哲保身。 西周宣王任用有才德的人, 使周王朝振兴。 起来。 为了抵御外族入侵, 他派大臣众山府道。 其得去铸臣。 大臣隐吉福为此写了首, 真名。 诗赞美众山府, 诗中说他, 既明且哲, 以保。 其身, 素叶匪解, 以示一人。 意思是说, 种。 山府能明小事理, 便知是非, 以此则安去为。 保全其身。 他还日夜操劳, 侍奉周宣王。 明。 哲保身, 由,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 简化而来。 家家明哲保身警号 现在只只顾个人利益, 不坚。 持原则的处事态度。 明诸暗头。 西汉的邹阳原来在吾王刘碧手下做事。 他, 见刘碧试图反叛朝廷, 就转而投靠梁孝王。 由, 于同辽阳圣谗言, 梁孝王把邹阳关进监狱准备。 处死。 邹阳在狱中给梁王写信, 劝他不要轻信。 禅言, 勿杀忠梁。 信中说道, 如果把珍贵的 明月之珠和夜光之壁 暗头于人道, 偷偷扔在路上, 就会引起路上行人的警惕。 和愤怒。 这就如自己一片忠心前来效劳, 反而, 引起梁孝王的误解一样。 称语, 明珠暗头, 举。 此而来, 家家明珠暗头警号现在比喻珍贵的东西落到不, 实获的人手中, 一比喻有才能的人得不到重用。 鸣鼓而公。 春秋时, 孔子的学生染友做了鲁国大夫纪。 康子的家臣。 他帮助季康子实行改革, 承认田。 德斯有和个体农民的合法, 实行按母收税制度。 使得本来已经很富的季康子更加富有。 孔子听。 到这一消息后, 感到季康子和染友的改革填质。 违背了周礼, 是不仁不义的, 于是气愤的对齐。 他学生说, 染友不是我的学生, 你们可以。 鸣鼓而公之, 类鼓进军攻击他。 家家鸣鼓而公警号比喻大张旗鼓的家乙声讨。 谬种流传。 我国封建社会曾推行科举考试制度, 宋朝。 以后的科举均以儒家经义为标准, 参加考试的。 人必须按一定的规范答题, 不允许发挥自己的。 见解。 这种制度造成了人们读死书, 死读书等。 荒谬现象, 录取的人大多思想僵化, 没有真才。 识学。 几年后, 这些被录取的人又当上考官去。 录取别人。 宋代的核弹上书给朝廷, 称这种情。 旷世, 是非颠倒于胜, 实未知某种流传。 某种流传, 也做, 某种流传。 家家某种流传锦号现在常常比喻错误的言论。 见解, 学风等传播扩散。 摩冷两可。 唐朝武则天时, 有个叫苏卫道的宰相, 卫。 人很圆滑。 为了保持个人地位, 他处理事情总。 不可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往往是这样办也行。 那样办也行。 他甚至公开对别人说, 办事不。 必明确决断, 否则, 弄错了会惹祸水, 只要。 摸冷以持两端可以, 在两种意见面前含糊的。 应付过去就行了。 人们根据他的言行, 给。 他取了个绰号叫苏摩冷。 摩冷两可, 由。 摩冷以持两端可以, 发展而来。 家家摩冷两可仅好比喻处理问题没有明确的态度。 摩储成真。 传说李白小时不爱学习, 很贪玩。 一天, 他逃学来到小溪边, 看见一位老婆婆手里拿着, 跟铁杵, 铁棍, 在一块大石头上磨。 李白问, 你磨铁杵干什么? 老婆婆回答, 我给你。 而磨一根绣花针呢? 李白又问, 这么粗的。 铁杵, 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绣花针呢? 老婆婆, 说,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李白听后, 很有感触, 回家刻苦用功, 终于成为唐代大师。 人。 家家磨处成针锦号比喻, 只要有恒星, 在南的士, 也能做成。 莫测高深。 西汉石, 桌, 地名, 郡厄霸东高士和西高, 士卫非作歹。 由于他们在当地很有势力, 己任, 太守都奈何他们不得。 严严年就任卓俊太守后, 马上派人查清两高士的犯罪事实, 然后依法诸, 杀了两家几十人。 后来他调任何男太守, 照样。 不畏权势, 严厉惩处豪强恶霸, 对贫苦人家庭。 而走险的则尽量从宽处至, 使得上上下下对他。 得办案, 莫测其深浅, 无法推测深浅如何。 莫测其深浅, 现作, 莫测高深。 家家莫测高深锦号意味无法推测究竟高深到十。 莫成度。 莫须有。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率领岳家军, 把金朝入。 轻着打得落花流水。 奸臣秦桧为了讨好金朝。 解除了岳飞的兵权, 还诬陷岳飞谋反, 把他和。 儿子岳云关进监狱, 最后竟将岳飞害死于风波。 停。 已被解除兵权的大将 韩市中怒气冲冲递制。 问秦桧有什么凭据说岳飞谋反。 秦桧含糊其词。 的狡辩, 莫须有。 异味, 也许有, 寒。 势中气愤的说, 莫须有, 三个字, 怎么能? 使天下人口福心福呢? 家家家莫须有警号原意味也许有。 现在用来表示, 捏造罪名, 陷害别人。 莫语都也。 春秋时, 楚国大将紫玉奉命在陈蒲营战境。 军交战前, 楚臣王再三告诫紫玉, 对靖文公。 这样经验丰富的对手要慎重行事, 千万不可麻。 必轻敌。 但求慎心切的紫玉不听劝告, 结果被靖文公击败。 当靖文公看到紫玉还活着时, 人有些担忧。 直到吃了败仗的紫玉含如自杀, 靖文公才高兴地说, 莫语都也已意味。 这下好了, 再没有人能危害我了。 莫没有人与我独危害。 家家莫语都也锦号现在常常比喻毫无顾忌, 可 以为所欲为。 莫守成规。 战国时楚国为攻打宋国, 叫著名工匠公输。 般制造工程用的云梯。 主张, 奸爱, 反对战。 真的莫宅听说此事后, 走了十天十夜来见楚王。 劝他不要出兵。 楚王却以公书般已造好云梯。 功臣一定会胜利为理由, 不听莫宅的劝告。 于, 是莫宅设计了简单的模型, 让功书般来功。 功。 书般用各种方法连功九次, 都被莫宅防御住了。 楚王见此情形, 取消了攻打宋国的计划。 由于, 莫宅善于守成, 人们称之为莫守, 后来演。 化为, 莫守成规, 意义也改变了。 家家莫守成规警号现在比喻英寻守旧, 不肯改。 进。 牧人时心。 西晋时的三月初三, 京城洛阳的人都到洛。 河边上塔青游玩。 大臣贾冲看到吴越人下统端。 坐船上, 仿佛对周围一切毫无知觉, 就好奇的。 上前交谈, 发现原来是个不可多的的闲才。 贾。 冲想把夏筒收到自己门下, 但对方对作官毫无 兴趣。 于是贾冲用权势, 女色进行引诱, 进行。 阅兵表演, 一群美女围着夏筒唱歌跳舞。 夏筒。 震惊为座, 依旧无动于衷。 贾冲只好命他们散。 去, 无可奈何地说, 这个吴越小子, 真是。 牧人石心, 木头做的人, 石头做的心, 那。 家家牧人石心锦号形容意志坚定, 不受诱惑。 木不石丁。 唐朝的张宏敬在任幽州节度使时, 手下有两个部将, 雍和张宗后。 这两人常在一起喝。 酒, 直至深夜, 喝醉后便让士们点着灯, 钱。 呼后雍的福回去。 当他们不高兴时, 就慢骂兵。 是, 一次又责备兵士们说, 现在天下太平。 你们这些人主满两十的功, 还不如去, 十一个。 字。 十一个字, 后来被误写为, 十一丁。 字。 木不石丁, 句子演化而来。 家家木不石丁锦号形容一字不实。 目光如炬。 南朝刘宋的谭道记多次率兵击败北魏军队。 功勋卓著, 被提任魏司空, 镇守巡扬。 训德尔。 紫和部将们也因屡剑战功, 受到朝廷的重用。 彭尘王刘宇康等人为谋害谭道记, 趁宋文帝流。 异龙病重, 把谭道记骗入京城建康, 压进监狱。 谭道记愤怒急了, 摘下自己的头巾丢到地上。 目光如炬, 的指指刘义康说, 你们这是字。 会长成。 当谭道记和他的儿子, 部将们都被 刘义康义火杀害后, 北魏军队肆无忌惮地前来。 功伐刘宋了。 家家目光如巨锦号原意为眼光如火炬般明亮。 现在常常形容目光有神或目光远大。 幕侯耳管。 秦朝末年, 项羽带领储君进入秦朝国都贤。 杨成, 杀掉了已投降的秦王子英, 又放火烧毁。 秦朝宫殿, 还把秦国的财宝, 美女都搜集起来。 运到东方故乡去。 这时, 有人劝项羽说, 这。 李帝是显耀, 土地肥沃, 你可以建都于此, 以。 成罢也。 但项羽却想回故乡去光宗耀祖。 那。 人见劝说不成, 便积粉项羽说, 人家都说楚。 国人不过是, 幕侯耳冠, 迷侯戴上帽子, 把。 了, 徒有其表。 果然如此。 项羽一听大怒。 把那个人投在汤锅里煮死了。 家家木侯耳冠锦号比喻本质不好, 须有一表。 南科一梦。 古代传奇故事, 有个叫淳于坟的人, 一天, 与朋友喝醉了酒, 在大白天做起梦来。 梦中他。 来到了大淮安国, 国王把女儿嫁给他, 并派他。 做了南科郡的太守。 他正继显赫受到百姓的爱。 待, 还生了五男二女共七个孩子, 享尽荣华父。 鬼。 后因出征失败, 被浅规而醒觉, 才知是虚。 梦一场。 当天的太阳还斜挂在天上, 席上的酒。 悲也还未收去。 梦中的所谓大淮安国, 原来是。 他家南面槐树下的一个乙穴, 而南科郡不过是。 槐树南之下另一乙穴而已。 南科一梦, 有该。 故事概括而来。 家家南科一梦锦号比喻一场空欢喜。 南山可疑。 唐朝里原红任雍州私户参军, 官名, 十。 皇后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权倾天下, 文武百。 官真相奉尘拍马。 一次, 太平公主为一个碾盘。 的归属问题和当地寺庙产生争执。 李原红不畏。 权势, 依法把免盘盘给了寺庙。 常使, 官名。 斗怀真见状极为惊恐, 催促他把判决书改过来。 李原红不仅毫不理会, 反而用笔在判决书背面。 写上, 南山或可改移, 此判中无窑洞, 几个大。 四。 南山, 中南山。 家家南山可疑警号表示已经定案, 不可改变。 南远北辙。 相传古时候有个北方人要到南方的楚国去。 当他从太行山脚下动身后, 却乘着马车一直朝北行去。 有人提醒他, 到楚国去应该朝南走。 怎能往北行呢? 他却说, 不要紧, 我有衣。 P号码, 又有充足的旅费, 还有个技术很高的。 马夫, 什么地方都走得到。 人家告诉他。 你方向错了, 即便有好马, 很多旅费和很会。 赶马的车夫也是不行的, 只会越走离楚国越远。 他还是不听。 陈宇, 南远北辙, 据此概括而。 来。 家家家南远北辙锦号比喻行动与墓地相反。 南州冠冕。 东汉末年的尹川人司马辉很善于识别人才。 一天, 少年旁统前去拜见。 正在树上采摘桑叶。 德司马辉就让庞统坐在树下, 自己一边踩桑, 一边和他交谈。 他们从白天谈到晚上, 越谈越。 投机。 司马辉为庞统的才学所惊讶, 称赞他是。 南州市之冠冕, 南方市人中的第一名。 后来司马辉又把庞统推荐给刘备, 使庞统合租。 格亮一同成为刘备的军师中郎将, 为刘备出谋。 划策, 立下功绩。 南州冠冕, 由南州市之。 冠冕, 简化而来。 冠冕, 帽子。 家家南州冠冕仅号比喻才时卓绝的人。 难兄难弟。 东汉时, 有陈元芳、 陈济芳两兄弟都道。 德高尚, 才华横溢。 有一天, 两兄弟的儿子们。 各夸要自己父亲, 相互争论不休, 于是一起去。 问祖父陈时。 陈时回答说, 原方难为兄继方。 难为弟。 意思是说, 原方的德才好的使人很难。 配得上做他的弟弟, 季方的德才也好的使人很。 难配得上做他的哥哥。 也就是说两人都很好。 难兄难弟, 由, 难为兄, 难为弟, 简化而。 来。 家家难兄难弟, 锦号原来形容兄弟的德才都好。 不分高低。 后用来比喻处于同一困境或同样坏。 的两个人。 您为玉碎, 不为瓦全。 南北朝时的高样肺为孝敬帝元善建, 自立。 为王, 建立北齐。 他残暴镇压原氏一己, 培植。 自己的高氏势力, 使原氏宗亲无不惊慌恐怖。 将军元景安为保存自己, 打算改姓高氏。 堂兄。 元景昊反对说, 大丈夫宁可玉碎, 不能瓦全。 意味, 大丈夫宁可作玉器被打碎, 也不能。 去作淘气而偷生。 元景安把这话传给高样。 高样便杀了元景昊, 并把他的家属遣送到外地。 宁可玉碎, 不能瓦全, 现在血位,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家家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景昊比喻宁愿为正义。 事业牺牲, 绝不屈辱偷生。 牛衣对气。 西汉有位叫王璋的穷书生。 他在长安读书。 时, 和妻子一起过着辛苦的生活。 晚上睡觉没。 有棉被, 夫妻两只好盖, 牛衣, 牛玉寒, 遮。 与之物, 用草或麻编成。 一次王璋得了重病。 以为不久余人士, 就和同睡在牛衣中的妻子乡。 对哭泣。 在妻子的照顾和鼓励下, 王璋养好身。 体, 发奋公毒, 后来成为金赵尹, 官名。 他。 看到陈帝的舅父王凤杰党弄权, 就要求陈帝罢。 免他, 结果反被旺凤所害, 死在狱中。 陈宇。 牛衣对气, 根据王璋的故事而来。 家家牛衣对气, 警号形容贫贱夫妻同过艰苦生活。 弄兵黄池。 汉宣帝时, 渤海, 帝鸣, 郡百姓应栽荒寿。 禁饥寒, 当地官员又不体恤救济, 于是纷纷起。 亦反抗。 朝廷大臣们向汉宣帝推荐, 宣帝宣帝去任伯。 海太守。 宣帝问宫帝, 你将如何平乱。 宫。 宣帝回答说, 渤海百姓的反抗, 是由于朝廷关心。 不够。 他们就好像你的小孩, 弄陛下之兵鱼皇。 池中, 在积水塘里玩弄你的兵器。 宫遂赴。 任后, 通过安抚, 救济民众, 使当地秩序稳定。 下来。 弄兵皇池, 由弄陛下之兵于皇池中。 简化而来。 皇池, 积水塘。 家家弄兵皇池警号 现在形容不自量力的发动兵。 辩。 奴言必息。 南宋渡宗时, 身为太师的甲四到花天酒地。 贪图享受。 当忽必烈绿援军大举南下时, 甲四。 到兵败逃往扬州, 同时为迎合宋渡宗害怕战争。 的心理, 故意隐瞒敌情, 谎暴战训, 致使国土。 逐渐沦丧。 见官臣众为尚书渡宗, 指出, 那些。 平时对皇上, 奴言必息, 的奸臣, 到头来都是。 向敌人投降称臣的叛贼。 希望皇上能彻底回悟。 挽救日渐沦丧的 南宋江山。 家家奴言必息警号指奴必见到主人时, 就脸上。 堆笑, 双膝下跪。 形容奴才相识足, 谄媚讨好。 的样子。 怒法冲冠。 战国时, 秦昭湘王听说赵国有一块很珍贵。 的和氏碧玉, 就写信给赵慧王, 骗说愿以食物。 作成与之交换。 赵王派大臣令湘如带着碧玉出。 使秦国。 令湘如把碧玉献给秦王后, 发现秦王。 根本就没有交付陈池的意思, 于是假说碧玉有。 点小毛病, 愿只给秦王看, 趁机从秦王手中收。 回碧玉。 这时, 令湘如靠近电柱, 怒法上冲。 官, 因为愤怒, 头发竖直, 顶起了帽子。 他告诉秦王说, 你如果要逼迫我, 我的头和 碧玉就一起碎在这柱子前。 终于使秦王低下 了头。 家家怒法冲冠锦号形容愤怒之极。 呕心力血。 唐朝大诗人李赫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于 诗歌创作。 他每天早晨骑着驢子出去, 让书童。 背着织紧口袋跟在后边, 灵感一来, 就赶紧血。 陈诗句丢进口袋里, 回家后再整理成篇。 他母。 亲很为她的健康担心, 每天李赫一到家, 母亲。 便让人查看她的织紧口袋, 当看到口袋里尸稿。 很多时, 就叹息说, 适而要呕出心乃一耳。 这孩子简直要把心都呕出来了。 李赫最终。 只活了27岁。 呕出心, 后演化为呕心。 力血。 家家偶心力血仅耗止费尽心血。 排难解分。 战国时, 秦军围攻赵国国都邯郸, 赵王向。 为国求援。 为王英俱怕秦国, 一方面派兵就赵。 另一方面又派使者劝说赵王称秦王位帝, 向秦。 国投降。 这时, 齐国人鲁仲连正在赵国, 他用, 事实和道理说退前来劝详的为国使者, 坚定了。 赵国人抵抗秦国的信念。 最后, 秦国终于撤兵。 事后, 赵王位酬谢鲁仲连, 请他做官, 又送他。 金子, 但都被拒绝了。 鲁仲连说, 一个真正的君子, 就应该无私地为别人, 排患事难解分。 乱。 家家排难解分警号只为人排除困难, 调解纠分。 平息事端。 潘龙赴凤。 汉高祖刘邦原先在家乡配现任停长时, 与 以杀狗卖肉喂业的莲金凡怪秦桶手足, 和官府 的马夫夏侯英也很要好。 后来他律起义军反抗。 秦朝时, 丝绸商贩贯英, 小利利商等人又来头。 奔他, 使他有了一批出身低违的得力助手。 这, 些人为刘邦献祭献策, 出身入死, 立下汉马公。 老, 班固在, 汉书, 中说, 凡怪等人虽然出身。 低违, 但由于能, 潘龙赴凤, 潘赴天子刘邦。 所以后来都平步青云了。 家家潘龙赴凤锦号现在比喻八戒权贵, 追求个 人民利。 盘根错节。 东汉的于许曾在太尉李修手下做官。 一次, 枪族入侵, 威胁梁州。 大将军邓制主张放弃梁。 州, 于许吉利反对。 他对李修说, 梁州是我们。 抵御外族入侵的屏障, 不能放弃, 梁州仍应勇。 顽强, 也不宜内迁。 邓智因此怀恨于许。 后来, 潮哥地方发生骚乱, 邓智就叫于许去当潮哥县。 令。 当时很多人都为于许担心, 他却笑笑说。 不遇到盘, 盘,盘, 跟错节, 盘区交错的树根。 枝节, 怎么能显出刀斧锋利呢? 于许赋任后, 很快就治理好了潮哥。 加加加盘区跟错节锦号现在常常比喻事情错综复杂。 不易处理。 庞若无人。 战国时期, 国的金壳虽然胸怀雄心壮志, 但总感到自己的志勇没处施展。 他从国跑道, 赵国, 又从赵国来到燕国。 在燕国他结交了善, 于基柱, 一种乐器, 的高健离。 他们常在一块, 喝酒, 喝到半醉, 就由高健离吉柱伴奏, 今可。 合住住乐在街市中高歌吟唱, 以抒发心中的不。 平。 但过后他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 庞若无人, 就像旁边没人一样。 加加庞若无人锦号只不把他人放在眼里。 形容。 态度从容, 高傲。 抛砖引玉。 唐朝诗人常见久仰慕另一位诗人赵古的才。 华。 一天, 常见听说赵古要去灵岩寺游玩, 喂。 了得到赵古的诗句, 便先到寺里, 在墙上提了。 两句诗, 希望引出赵古的好诗句来。 果然, 赵。 古看到墙上的诗句后, 顺手续了两句, 使之成。 为一首完整的绝句, 而且所续的笔长剑写的钱。 两句要好。 人们称长剑采用了, 抛砖引玉, 的 办法。 家家抛砖引玉锦号比喻以较差的作品, 意见趣。 引出别人的佳作或高剑。 常用作签词。 赔了夫人又折兵。 东汉末, 东吴孙权想从刘备手中索取荆州。 手下的都督周瑜定了个计策, 假借江孙权的妹。 妹许配给刘备, 把刘备骗到东吴寇留起来, 做。 为所回荆州的人质。 刘备按军师诸葛亮的计策。 行事, 到东吴后得以成婚, 并带着夫人逃出东。 5. 周瑜带兵追赶, 又被诸葛亮的伏兵打败。 人们因此嘲笑周瑜说,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 勒夫人又折兵。 家家陪勒夫人又折兵仅好比喻本想占便宜, 反。 而受到双重损失。 披肩之锐。 秦朝末年, 秦军包围赵国都城巨鹿, 储军。 将领宋义前去救援。 行至安阳时, 宋义突然下。 令暗兵不动, 并向副将项羽解释说, 我们应。 先让秦军和赵军打, 等秦军元气大伤, 我们在。 去攻打就轻松多了。 项羽知道, 这是宋义因。 害怕秦军而找的借口, 坚决不同意。 宋义说, 如果, 被兼职锐, 披上坚固的铠甲, 拿起。 锐利的兵器, 与敌人交战, 我不如你。 但说道, 运筹谋划, 你就不如我了。 项羽一怒之下, 杀死宋义, 然后马上率军去攻打秦军。 被兼, 职锐, 义作, 披肩职锐。 家家披肩职锐锐号形容全副武装。 披荆斩棘。 冯义为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得力大将。 刘秀在建立了东汉政权后, 任命冯义为珍稀大将军, 派他前去平定关中, 镇压赤梅起义军。 冯义设计收将赤梅军大部后, 又用武力扫清残。 不, 圆满完成刘秀交给的使命。 当后来逢一丛。 驻地赴金城洛阳朝见刘秀时, 刘秀指着他对朝。 听大臣们说, 他为我像, 披荆棘, 披开多。 四丛生的荆棘, 那样, 平定了关中。 披荆。 斩棘, 由此演化而来。 披, 披开。 家家披荆斩棘, 及锦号比喻扫清前进道路上的困难。 障碍。 霹雳春秋。 春秋, 原为鲁国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乡。 传经孔子整理修订后, 文字简约, 对历史人物, 和事件往往欲含褒贬而不直言。 这种写法背后, 人誉为春秋, 笔法。 东晋时, 主头的女。 而成为靖康帝司马月的皇后, 她自己也被任命。 为珍北大将军, 镇守金口。 主头处事很有涵养。 对人对事不轻易露声色。 官员怀疑评价她事。 霹雳春秋。 意思是说, 主头对是非屈指表。 面上不做任何评论, 而内心褒贬分明。 霹雳。 肚子里。 家家霹雳春秋仅号形容表面上不做评论, 心中。 有所褒贬。 皮脂不存, 毛将烟腹。 春秋时, 靖国公子已无畏取得秦国支持。 答应一旦自己当上靖国国君, 就割让给秦国武。 做臣作为报答。 可是, 他在秦的帮助下成为靖。 会公后, 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当后来秦国因 饥荒向靖国买粮食, 靖会公也不肯答应。 他守。 下的大臣国社也认为, 国君已经违背了当初官。 于宋臣的诺言, 这是两国结仇的根本, 就算献。 再卖粮给秦国, 也改善不了两国关系, 正好比。 皮脂不存, 毛将安抚。 皮都没有了, 毛。 又能依附在那里呢? 家家皮脂不存, 毛将烟腹仅好比喻事物失去机。 储儿不能存在。 皮鱼奔命。 春秋时, 楚国大臣乌臣和子众, 子凡结下。 愿愁。 后来乌臣叛逃到晋国, 十全在握的子众。 子凡趁机杀了乌臣家族的人, 瓜分了他家财。 惨。 乌臣听说此事后, 气急败坏地写信给子众。 子凡说, 你们乱杀无辜, 贪得无厌, 我依。 定要搞得你们, 疲于奔命, 后死掉。 然后, 乌臣到吴国, 劝吴王攻打楚国, 并派人叫吴国。 军队如何打仗? 于是吴国趁楚国攻打正国之计。 一年进攻楚国七次, 搞得子重, 子凡破于应付。 精疲力结。 家家疲于奔命锦号原来只因奉命奔走而精疲力。 结。 现在常常形容事情繁多, 劳累不堪。 匹夫之勇。 战国时, 齐宣王问孟子, 让处理好与各国的关系。 孟。 子回答, 应用仁爱之心去对待。 各国。 宣王说, 我好永, 恐。 怕无法保持仁爱之心。 孟子说, 如果有个人守福利剑, 目光威。 言得说, 他不敢阻挡我, 这。 知识, 匹夫之勇, 只能抵一个。 人。 大王如果要把这, 勇, 扩大。 使之可以降服所有人, 就需要。 仁爱, 了。 家家匹夫之勇景号, 只不用致谋, 单。 凭个人的勇敢。 片言折语。 孔子有个教子路的弟子, 身。 强力壮, 刚指手信。 他只要答应。 别人的事, 一定会马上去办好。 大家都很幸福他, 遇到纠纷, 九。 会照时把情况向他诉说。 孔子英。 此称赞他, 片言可以折语。 一。 此事说, 因为没人会欺骗子路。 所以他只要听了单方面的陈述九。 能正确判决诉讼案件。 片言, 一。 方的话。 折语。 判决诉讼案件。 家家片言折语警号现在只用极少极。 据话来正确判别争论双方的是非。 区植。 聘母离黄。 春秋时, 善于乡马的伯乐吧。 九方高推荐给秦木工, 帮助木工。 去访求两马。 三个月后, 九方高。 回来告诉木工说访求到了一匹。 聘, 雌姓, 而黄, 而黄, 黄色, 黄色, 骏马。 木工派人去看, 原来是一。 匹, 母, 雄性, 而黎, 黑色。 的马。 木工认为九方高连马的性。 别和颜色都分不清, 那里能识别。 骏马呢? 于是则被伯乐给他推荐。 的人选不理想。 伯乐回答说, 九方高乡马, 注意的是马内在。 的本质, 因而忽略了外表。 那, 马到来后, 果然是一匹天下稀有。 的两马。 家家聘母离黄锦号比喻认识事务要。 注意其实质, 表面现象并不重要。 萍水相逢。 唐朝的王伯很不得志, 曾被 免官。 一次他去交旨, 帝鸣, 探。 清, 徒经红周时, 恰逢都督言伯。 与重修藤王阁后, 在上南大宴兵。 课, 就顺便参加了。 严博语味了。 显示女婿吴子章的文才, 故意邀。 请每位来宾为藤王阁作序。 结果, 王伯写出了著名的, 藤王阁序。 文章写到在场的宾客时说, 萍。 水相逢, 竟是他乡之客。 意思。 是说, 大家都像浮萍一样随水飘。 薄, 偶然碰在一起, 也都是在他。 相作客。 流露了他对时事的感慨。 家家萍水相逢, 锦号比喻素不相适者。 偶然相遇。 破釜沉舟。 秦朝末年, 秦军采用各个集。 破的办法, 对付起兵反秦的各国。 诸侯。 秦军大将张寒在率军击败。 向梁后, 又围攻赵国的巨鹿城。 项羽看到赵国围在旦夕, 就亲自。 带楚军去救援。 当部队渡过滔滔。 得张河后, 项羽命不下, 沉船。 凿沉船之, 破釜, 砸碎。 饭锅, 只待三天的粮草去上战。 场, 表示此仗不胜利就牺牲的绝。 新。 储军在和秦军的九次激战中。 以一抵时, 奋勇杀敌, 取得了胜。 力。 家家破釜沉舟锦号比喻下定决心感。 到底。 破釜重圆。 南朝成国将被随文帝消灭之。 时, 有个叫徐得严的官员预料成。 灭亡后, 她的妻子乐昌公主肯定, 要被人抢去, 夫妻将分离, 于是, 将一面铜镜碎为二片, 夫妻各执。 一半以做重建时的凭证。 后来, 乐昌公主果然成了随朝功臣杨素, 的宠妻。 的宠妻。 徐得严从乐昌公主派来。 街头的一位老人那儿, 娶过那半面。 同镜时, 很感伤地在上面写了首。 诗。 乐昌公主见诗后十分悲伤。 杨素知道事情缘由后, 就让他们, 夫妻重新团圆。 这个故事背后人, 称为, 破镜重圆。 家家破镜重圆锦号比喻夫妻分裂后, 又团聚。 破天荒。 唐代, 荆州南部地区文人狠。 多, 每年都要选宋举人进京应试。 但都考不上。 人们因此把京南的, 区比位, 天荒, 从未开垦的土。 的。 到了唐宣宗大中四年, 被, 选宋的刘退考中了进士, 这才破。 了, 天荒。 镇守该地区的催选。 很高兴, 特地赠给刘退七十万。 破天荒, 钱, 被刘退谢绝了。 家家破天荒锦号比喻从未有过的事。 剖腹藏珠。 唐太守李世民对大臣们说, 我听说西域有个做买卖的胡人。 得到一颗宝珠后, 为怕丢失, 紧, 然剖开自己的肚子来藏放。 谁都, 认为他这种爱诸不爱命的行为是, 可笑的。 但有的官员因受贿而犯。 法, 有的帝王因贪图享乐而亡国。 他们和那个剖腹藏珠的商人不适。 一样愚蠢可笑吗? 大臣未真说, 但人们总是很容易忘记这类教。 训, 李世民于是勉励大家齐心。 协力, 治理好国家, 不要让天下。 人见笑。 家家剖腹藏珠锦号比喻因习物而伤。 深, 轻重道智。 铺朔迷离。 古诗, 木兰诗, 终讲了这吗? 各故事, 朝廷真兵, 正在织布的。 姑娘木兰看到自己年迈的父亲也。 在征兆之列, 就决定女扮男装。 代父从军。 在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 他出生入死, 转战江场, 剑。 立了卓越功勋。 战争结束后, 母。 兰不愿受风为官, 回家脱下战袍。 换上姑娘装束。 战友们见状大卫。 惊讶。 诗终于是比喻到, 平时熊。 兔, 脚扑朔, 两脚扑腾, 瓷。 兔, 眼睛眯起, 可是当他们都, 在地上行走时, 就无法分出瓷熊。 了。 扑朔迷离, 据此简化而来。 家家扑朔迷离仅号比喻是情错宗父。 杂, 不亦辩清真相。 七情七纵。 诸葛亮律蜀军征战南方, 所到之处捷报平传。 有个叫孟霍的。 部落酋长勇猛顽强, 称雄一方。 但还是被蜀军活捉了。 诸葛亮带。 孟霍观看蜀军的军营行政。 孟霍。 说, 我以前因为不知蜀军的虚。 十, 所以失败了。 现在看后, 我。 一定能取胜。 诸葛亮笑笑, 放。 他回去, 重新交战, 直至, 七情。 七纵, 连续七次俘获他, 有七。 四释放他, 使梦或星月臣服的。 对诸葛亮说, 你有天生的威力。 我们南方不足再也不反叛了。 家家七情七纵锦号比喻有收有放的。 控制对方, 使其心服。 七其爱爱。 汉高祖刘邦享费吕后所生的。 太子刘盈, 改立欺负人生的儿子。 如意。 直率性级的大臣周昌当即。 反对说, 陈其其不奉照, 我决。 不服从你这个决定。 由于他。 口持, 加上愤怒, 结果语言中重。 说, 其, 意味及, 字, 变成了。 其其。 另外, 三国时的魏江。 邓爱也口持, 讲其话来总重负。 爱, 指自己, 变成, 爱爱。 惹得司马昭开他玩笑, 你老说。 爱爱, 究竟有几个邓爱。 成语, 七其爱爱, 根据周昌和邓。 爱的故事而来。 加加七其爱爱锦号形容口持的人土。 词重负, 说话不流利。 七世道明。 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子曾对七。 世道明的行径做过批判。 他举例, 说, 春秋时的国大夫始于鹰劝。 建林宫不成, 就嘱咐儿子自己。 死后不要入恋, 以此劝建林宫。 重用俱博裕, 罢免弥子侠, 战国。 十七国的田仲既不肯接受高官后, 鹿的哥哥的帮助, 也不愿去做官。 宁肯去仲彩。 荀子认为, 始于何。 田仲都是用欺骗手段, 道明于暗。 侍者也, 在动乱之世道窃取须。 明的人。 他们是最大的危险。 成语, 七世道明, 由此而来。 家家七世道明警号指欺骗世人, 且, 取名于, 其大非欧。 春秋时, 其西宫有各教文将。 的女儿, 任性放荡。 西宫派人道, 镇这个小国提亲, 想把文将嫁给。 镇国太子几乎, 遭到几乎的拒绝。 镇庄公对几乎说, 歧视各大国。 跟齐国国君的女儿结婚, 以后可, 已得到很多帮助。 但几乎回答, 说, 人各有偶, 其大, 非无偶。 也, 意思是说, 每人都应有, 自己合适的配偶。 其国太大, 她, 的公主不合适做我的配偶。 鸡, 忽还强调, 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 不能靠依赖大国。 其大非偶。 由, 其大, 非无偶也, 简化而来。 家家其大非偶仅好用作词婚之词。 比喻自己地位低下, 不敢高攀。 其人绝经。 古代其国有个人很想得到金子。 一天早晨, 她穿戴整齐后来。 到街市上, 走到卖金子的地方。 决其金而去, 抓起金子就走。 官吏们马上就把她抓住了。 审问她, 人都在这里, 你怎么就敢抢人家的金子。 她却回答, 我拿金子的时候, 眼中只有金。 子, 看不见任何人。 陈宇, 其。 人绝金, 由该故事而来。 绝, 抓, 取。 家家其人绝经锦号讽刺那些利欲勋。 新的人。 其兮之举。 春秋时, 晋国中军位, 官名。 其兮因年老, 要退休回家。 进。 道宫问她, 谁可接替你的职务。 其兮推举自己的仇人解胡, 但解。 胡不久就死了。 于是进道宫又问。 其兮谁可继任, 其兮推荐了自己。 的儿子的儿子其武。 这时, 中军位左。 官名, 杨舌直也死了, 其兮推荐。 杨舌直的儿子杨舌赤接替父亲的。 职务。 于是进道宫任命其武位中。 军位, 杨舌赤位中军位左。 人们。 称其兮事, 外举部引酬, 内举部。 影子。 称语, 其兮之举, 由此。 而来。 家家其兮之举谨号比喻不怀思心。 为国推荐人才。 其貌不扬。 唐朝诗人疲日修年轻十四处。 游历, 体察民间极苦, 写了许多。 切众识弊的诗文, 在家乡乡养狠。 有名气。 他进京参加进士考试时, 主考官郑渝看他的文章写得好。 就专门派人把他请到家里面谈。 郑渝原以为疲日修一定已表堂堂。 见面时才发现, 其貌不扬, 由。 其是左眼角净是下他的, 于是开。 玩笑说, 你的才学很好, 可是。 一只眼睛怎么会这样? 疲日修。 回答, 你不能因为我的一只眼。 惊而废了自己的两只眼睛。 一。 死士说, 作为主考官, 千万不能。 因为考生长相差而埋没人才。 家家家其貌不扬锦号指人的容貌难看。 其货可居。 战国时, 国商人吕不韦在。 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看到秦国公。 子义人在那里做人质。 吕不韦感。 到这是一个, 奇货可居, 的好机。 会, 想先在义人这个特别的商品。 上投资, 等以后机会来了发大财。 他用钱买通坚守义人的赵国大臣。 又花钱到秦国说服了秦国太子。 使义人逃回秦国, 改名为子楚。 后来秦昭湘王和太子相继死去。 子楚继位成了庄湘王, 吕不韦也。 因此被封侯败相。 家家其货可居锦号比喻把某种货物。 储存起来, 等待机会高价出售。 其路亡羊。 相传战国时羊珠的灵人丢失。 了一只羊, 请来许多人去找, 连 羊珠家的仆人也被叫去了。 结果, 所有去找羊的人都空手而回。 羊 珠问, 怎么那么多人还会找部? 到羊 邻居回答说, 三叉路。 口太多了, 真是其路中又有其路。 我们不知该往那条路去找, 只好。 回来了。 羊珠听后, 沉思起来。 他的学生心都紫悟出了其中的道。 理, 说, 大路上, 多骑亡羊。 骑路多, 羊就会跑诗, 做学。 问的人如果不专一, 也会一无所。 或, 多骑亡羊, 后眼化味。 骑路亡羊。 家家骑路亡羊仅号比喻事理复杂多。 便, 因便不清正确方向而误入其。 图。 骑虎南下。 随文帝羊坚园为南北朝十倍。 周的随周刺史。 周宣帝死后, 年。 又的靖帝继位。 羊坚趁机操纵了。 朝政大权。 他那皇亲国妻的妻子。 独孤士看到时机已成熟, 就对羊。 兼说, 大事已然, 其受之事。 必不得下, 免之。 意思是说, 形势已经如此, 你现在好比其在。 野兽的背上, 想下也下不来, 指。 能因事前进了。 杨坚明白他在岸。 是自己篡夺皇位, 便杀害周靖帝。 自立位帝, 建立了随朝。 独孤士。 也因而成为皇后。 其虎南下。 由, 其受之事, 必不得下, 演化。 而来。 家家其虎而下, 锦号比喻做事中途欲。 到困难, 迫于行事而不能终止。 旗鼓相当。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 公孙。 树和奎骁还割据着树, 拢两地。 相互间不断发生战争。 刘秀利用。 他们间的矛盾, 拉拢奎骁, 利用。 奎骁的势力去牵制公孙树。 一次。 奎骁帮助汉军打败了羽公孙树友。 勾结的吕尾后, 向刘秀写信报公。 刘秀很高兴地回信说, 如果公。 孙树北上入侵, 我希望凭借你的。 力量, 就能和他, 鼓齐相当。 只双方实力差不多, 可以抗衡了。 鼓齐相当, 厚多座, 齐。 鼓相当。 家家齐鼓相当仅好比喻双方式军力。 敌。 启人忧天。 春秋时, 启国有个人一天到。 晚都在担心天会突然塌下来, 的。 会突然陷下去, 这样自己会无处。 安身。 为此, 他睡不着觉, 吃不。 下饭。 当人们告诉他天是有大气。 组成, 不可能掉下来时, 他又丹。 星起太阳, 月亮, 星星是否会落。 下来, 砸破自己的头。 知道有人告诉他这一切都不可能时, 他才放下了长久警提着的一颗心。 成。 雨, 启人忧天, 据此而来。 家家启人忧天仅好比喻不必要的忧。 绿。 起死回生。 春秋时, 梁依扁鹊路过国国。 听说国太子的疾病突然死去。 扁。 却认为他并没真正死去, 只是婚。 弥修克而已, 可以救活。 于是通。 过真次穴位, 热敷两肋和服汤药。 等办法使太子恢复了健康。 人们。 因此赞扬扁鹊能, 生死人, 使。 死人复生, 扁鹊回答, 我病。 不能让死人复活, 只是让该活的。 病人活过来罢了。 起死回生。 由, 生死人, 演化而来。 加加起死回生警号, 指使死人复活。 形容医术高明。 易比喻手段高超。 气壮山河。 南宋参之正式, 官名, 照顶。 主张抗经, 并推荐岳飞帅君收复。 襄阳等地。 奸臣秦桧在官复宰相。 后, 主张投降经国, 遭到赵鼎的。 反对。 秦桧怀恨在心, 在宋高宗。 面前谗言诬陷, 使赵鼎被流放到。 偏远的朱雅, 底名。 赵鼎在病。 众其坚还念念不忘振兴族国, 悲。 壮的写下, 申其鸡尾归天上。 气做山河壮本朝。 意思是说, 他死了也要将豪气化作山河, 以 壮南宋王朝的气概。 家家气壮山河仅好比喻气势像高山。 大河那样雄壮豪迈。 千变万化。 西周十, 周穆王外出巡查。 往返途中, 遇见一位名叫掩师的。 能攻巧匠。 穆王问他, 你有时? 摩本领能让我领教领教吗? 掩。 师回答, 我能造出任何东西。 请你先来看看我刚造的东西。 穆王说, 明天再看吧。 第二, 天, 掩师前去拜见穆王, 并带去, 了自己制造的会动的假人。 这些, 假人在掩师的操纵下唱歌跳舞。 随掩师的意愿, 千变万化, 使。 的周穆王目不暇接, 不禁拍案叫。 绝。 家家千变万化仅好形容变化繁多。 千夫所致。 西汉哀帝时, 世中懂贤由于。 善于谄媚, 为哀帝所宠爱, 屡次。 被封赏提拔, 二十二岁就官至大。 司马。 他获得权势后, 大肆挥霍。 公家财产, 把国库钱财大量送人。 丞相王家见此情形, 上书皇上指。 初, 自古以来, 即便权势尊贵的。 大臣, 也没像董贤这样耗费公财。 的。 大家对这种作风都很愤恨。 王家还引用民间俗语说, 千人。 所致, 无病而死。 意思是说, 被众人指责的人, 是没有病也会。 死的。 千人所致, 献多作, 千。 夫所致。 家家千夫所致, 警号现在用来形容位。 人民大众所致嘛。 千金事故。 战国时的燕昭王要招揽贤财。 郭奎向他讲了个故事, 从前有个。 国军要买千里马, 三个不能得。 有人花去五百斤 带他买来一个死。 千里马的头。 国军大怒, 那人却。 说, 如果人们知道你肯花重金, 买死千里马, 就会把活的千里马, 送上门来的。 果然, 那国军不。 酒就买到了三匹千里马。 接着锅。 魁对燕昭王说, 你要求贤, 可。 先从我开始。 贤者看到像我这样。 的人都能被任用, 就都会不远迁。 礼钱来投奔。 家家千金事故警号比喻求贤若可。 千军义法。 西汉时, 吴王刘碧试图反叛。 朝廷, 手下的梅臣觉得这样做态。 危险, 就给刘碧写了封措辞婉转。 的信。 信中说, 现在的形势太微。 显了, 就好像, 千军, 三万斤。 重的东西细在一根细线上, 悬。 挂在极高的地方, 下面是深不可。 侧的水潭, 其后果不堪设想。 没。 陈在信中暗示刘碧及早回头。 但, 刘碧一意孤行, 联合处等诸后王。 起兵反叛中央政权, 最终被平定。 千军义法, 据辞而来。 君, 骨。 带重量单位, 义军卫三十斤。 加加千军义法, 仅号指千军重物掉在。 一根头发上, 比喻情况极其危险。 千里命驾。 魏晋时期的夫康和吕安交情。 很好。 吕安很佩服夫康高雅的才。 学和傲式极俗的性格, 每当思念。 夫康, 旧, 千里命驾, 命人长。 涂驾车, 前去拜访。 一次道夫。 康家里, 恰逢夫康不在, 做官的。 哥哥夫喜邀请吕安进屋。 吕安部。 进去, 在门上提了个, 凤, 字九。 辞别了。 夫康以为吕安是在称赞。 自己像鸟中的凤凰, 却不知, 凤。 自可拆位, 凡, 鸟, 二字, 一。 在讽刺他的平庸。 家家千里命驾锦号常常形容有秦深。 后, 千里送鹅毛。 唐朝时, 有各地方官员派一。 为名叫缅伯高的人父京臣去向皇。 帝进贡天鹅。 缅伯高爬山涉水上。 录了, 途经缅羊湖时, 看到天鹅。 应受旅途上的折腾, 又脏又臭。 就给他洗个澡, 谁知一松手让天。 鹅飞走了, 只留下一根鹅毛。 他, 只得把这根鹅毛去敬献给皇帝。 同时做了一首歌诉说自己旅途的。 艰辛和失去天鹅之伤心, 希望皇。 尚能原谅他的过失。 歌中唱道。 李清人义重, 千里送鹅毛。 家家千里送鹅毛锦号比喻李清情义。 重。 千律义德。 秦朝末年, 楚汉相争。 汉军。 将领韩信率军打败了赵国二十万。 大军, 并活捉赵王和他的谋臣礼。 左车。 韩信听说李左车很有才略。 便以李相待, 请他帮自己出主意。 怎样才能攻克燕国和齐国。 作为。 俘虏, 李左车谦逊的对韩信说。 我虽是个愚笨的人, 但愚者。 谦律, 必有依的。 依我之见。 现在你的军队很疲乏, 尽功焰。 其两国只会坏事, 不如一方面修。 习, 另一方面派使者去焰, 其劝。 将, 韩信照李左车的意见去做。 燕国果然自行投降。 千律义德。 由, 于者千律, 必有意的, 简化。 而来, 佳佳千律义德锦号意思是笨人之要。 多动脑筋, 也会有正确的意见。 千万买零。 南北朝时的吕森正在帮助梁。 武帝夺取南旗政权, 建立梁朝后, 被任命为家乡所在的南衍州的次。 使, 他上任后, 不逊私情, 连结。 奉公, 受到人们的敬重。 离任官。 原宋记亚花了一千一百万在吕森。 真家旁边买了所房子居住。 吕森。 真奇怪他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价钱。 宋记亚回答, 一百万是买房屋。 千万买零, 一千万是为了买。 你这个好邻居。 家家千万买零锦号形容好邻居的可。 贵语难得。 前渡流浪。 巨南朝刘易庆, 幽明路, 记。 在, 东汉明帝时, 善献人流成。 软照到天台山采药迷了路, 十三。 天后, 粮食已尽, 靠采摘桃子冲。 鸡。 这时他们在西边遇到了两位。 美女。 大家一见钟情, 双双结尾。 夫妻, 在女子家里过起了富足的。 生活。 半年后的一个春日里, 刘。 陈, 软照思乡心切, 回到家里。 只见房屋和人已都陌生, 所见的。 这些人居然已是自己的第七代后。 贝勒, 这才知道山上的两女子是神仙。 他们于是重回天台山。 浅渡流浪, 距此而来。 流浪。 这里只流成。 家家浅渡流浪警号比喻离去后又回。 来的人。 前宫尽弃。 前宫尽弃。 战国时, 秦国大将白起在大。 破寒, 为两国军队, 攻取赵国的。 令等地方后, 又进攻魏国都城大。 两。 这时, 魏国谋适苏力跑到周。 南王处游说, 希望周王朝能制止。 白起进攻魏国。 他对周南王说, 如果大梁失守, 周王室就受到威胁, 所以你可以这样对白起讲。 将军已立下很多功劳, 如今又远。 到出兵大梁, 一旦攻打不下, 就前宫尽灭, 不如托并不去打。 魏国。 但此时的周王室已衰为, 无力, 苏力的主张自然也无法实。 现。 前宫静灭, 现用作, 前宫。 静气。 家家前宫静气仅耗指以前的功劳丸, 全丢失或以前的努力完全白费。 前聚后宫。 战国时的苏秦在诸侯间游说, 曾向秦王上书十次, 都不被采纳。 他的盘缠花光了, 身上的衣服也, 破得不成样子。 回到家里, 妻子和嫂嫂都看不起她, 甚至不给做饭。 后来苏秦游说六国成功, 配六国相应依景还乡。 妻子和嫂嫂都扶在地上请她吃东西。 苏秦问。 嫂嫂和前聚儿后宫也, 喂食。 摩以前傲慢而现在恭敬呢? 嫂嫂回答, 因为你现在富贵呢。 苏秦对此十分感叹。 家家前聚后宫仅好比喻前后态度节。 然不同。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春秋末年, 执掌进国大权的。 智博强行向赵襄子, 为桓子和寒。 康子三家索要徒弟, 遭到赵襄子的拒绝。 智博大怒, 命令为寒。 两家军队和自己一起去攻打, 把赵襄子围困在靖阳城内。 智博有, 命令引坟河水灌城。 赵襄子手下, 的张梦潭趁黑夜跑出城, 前去说, 抚慰桓子和韩康子共同消灭了智。 伯, 事后, 赵襄子要封赏张梦潭。 张梦潭谢绝说, 我功劳太大会。 给自己带来灾祸的, 历史上这样, 的势力很多。 前世之不忘, 后, 是知诗, 我还是隐居去。 家家前世不忘, 后世之诗仅好意味。 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 作为以, 后行事的借尽。 前驴即穷。 乡船前的本来没有驴子, 有。 人从外地用船运了一头去, 但派。 不了用场, 只好把它放在山野里。 老虎一见这庞然大物, 很害怕。 躲在林子里偷看。 驴子大叫一声。 老虎吓了一跳, 以为要来吃自己。 便连忙逃开。 后来老虎看来看去, 觉得驴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 是, 于是一步步靠近驴子, 试探。 这碰碰它的身体。 驴子大怒, 踢。 了老虎一脚。 老虎终于看透驴子。 只有这么一点本领, 立即扑上去。 咬死驴子, 宝石一顿而去。 成语。 前驴即穷, 由此故事引申而来。 家家前驴即穷仅号比喻有限的一点。 本领已经用完。 强弩之末。 汉武帝时, 经常和匈奴发生。 冲突, 战事不休。 后来匈奴前来。 求和, 武帝召集大臣商讨和战问。 提。 在边境任职多年的王辉主张。 继续站下去, 采用突然袭击的方。 把, 一下把匈奴打垮。 但大成寒。 安国反对这样做。 他认为, 我们。 千里奔袭, 战斗力会大大减弱。 好比, 强弩之末, 力不能穿卤骨。 强弩所发的剑, 飞到后来会连。 很薄的卷也穿不透的, 而匈奴。 骑兵的作战力却很强, 因此还是。 和亲为好。 汉武帝最后同意了韩。 安国的意见。 加加强弩之末锦号比喻强大的力量。 已经衰竭, 不再能起作用。 巧夺天宫。 东汉末年, 袁绍在关渡之战。 中被曹操打败, 吐血身亡。 他儿。 紫袁熙后来也被公孙康杀死。 曹。 劈冲进袁府后, 看到袁熙的妻子。 珍氏秀美无比, 就让她做了自己。 的夫人。 到曹丕称帝时, 皇后珍。 是已年过四十, 容颜衰败。 为了。 伯曹丕的欢心, 她每天起床后都。 精心梳妆打扮。 据说她住处的院。 中有条蛇, 每天都盘绕一种心形。 壮。 珍氏受到启发, 旧暗舌盘曲。 的形状梳理自己的法纪。 有于心。 灵手巧, 她的法纪, 巧夺天功。 制作精巧, 胜过天然。 家家巧夺天功锦号形容记忆精巧。 绝妙。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宋带有个叫燕景初的尚书。 一次来到庙里, 要求留宿。 和尚。 推辞说庙里生活穷困, 设施简陋。 无法留宿。 燕景初说, 有才能。 的人是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的。 让和尚想想办法。 和尚回答。 巧妇安能做无面汤饼乎。 壹。 为, 即便是灵巧能干的妇女, 没。 有面也做不出汤饼。 巧妇难为。 无米之吹, 由, 巧妇安能做无面。 汤饼乎, 演化而来。 家家巧妇难为 无米之吹锦号比喻。 做事缺乏必要条件, 难于成功。 巧取豪夺。 东径的著名画家顾凯之, 小。 自虎头, 当时人说他才绝, 画绝。 吃绝, 所以有, 吃胡头, 之称。 有一次, 他把自己一除画, 用题。 尖锋号, 放在大观环玄那里。 环。 玄从除后把画拿走了。 顾凯之看。 道封间还是好好的, 而画已不见。 以为是妙画通灵, 变化而去, 好。 像人灯仙一样。 宋代的苏东泼写。 诗评论这件事说, 巧偷豪夺骨。 来有, 一笑谁似吃虎头。 意思。 是说环玄的手段是连片带抢, 而。 顾凯之也真是太天真了。 巧偷。 豪夺, 现用作, 巧取豪夺。 家家巧取豪夺仅号只用巧妙的手段。 骗取, 或凭强力夺取他人的财物。 窃沟窃国。 春秋时, 齐国的田臣子杀死。 了齐俭公, 齐国大权从此落入田。 世家族守中。 到战国时期, 周天。 子正式承认田侍卫诸侯。 宋国的。 庄子看到百姓偷一只腰带勾要被。 出死, 而像田氏这样盗窃其国阵。 权的却反而成了诸侯, 就愤愤的。 说, 窃沟者诸, 窃国者未诸。 侯, 难道说只有侯们才有人意? 吗? 他们这是在盗窃人意。 窃沟窃国, 由此简化而来。 家家窃沟窃国 仅好意为小偷者受众。 罚, 大道反或富贵。 轻痛愁快。 东汉光五帝流秀时, 朱夫人。 幽州地方官。 他有个下属叫彭崇。 在于阳作官。 彭崇自以为替流秀。 打天下时出过力, 骄傲自大, 长。 常埋怨刘秀没有封他为王, 也不。 肯服从朱夫的命令。 朱夫向刘秀。 报告了彭崇的这些情况, 于是刘。 秀召彭崇进京。 彭崇不警惧不从。 命, 反而恼羞成怒, 派兵去攻打。 朱夫。 这时, 朱夫写了一封严阵。 而又委婉的姓归劝彭崇说, 不应。 作使, 亲厚者所痛, 而未见仇者。 所快, 得是。 亲痛愁快, 句词。 简化而来。 家家亲痛愁快, 警号指使亲者痛心。 使仇人高兴。 情境之好。 春秋时的秦国和晋国是两个。 相邻的大国, 他们为了调和彼此。 奸的矛盾, 经常相互通婚。 晋献。 公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秦穆公。 秦穆公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后来。 成为晋文公的众儿, 晋文公还让。 太子姬欢也娶了为秦国公主做夫。 人这种怜姻缓解了许多冲突。 一次, 秦穆公因为晋慧公被姓气。 义, 率军公伐晋国, 活捉了慧公。 慧公的夫人慕姬立克绿儿女趣味。 慧公求情, 使两国言归于好。 根。 剧情, 晋两国是未婚姻的事实。 人们创造了成语, 情境之好。 家家情境之好仅好后指两姓联姻。 情境高悬。 刘邦律汉军进入秦朝都成贤。 阳后, 发现金玉珍宝不计其数。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 宫廷内悬挂。 这一面宽四尺, 高五尺九寸的镜。 此。 据说, 如果照镜人用手门住。 胸口, 镜子里就清楚地显出人的。 五脏六腑, 如果人有病, 那么镜。 子里又可看出生病的部位。 情史。 黄长用这面镜子照宫女, 看到谁。 有邪心有立刻杀掉。 刘邦在检查。 完后就把福库都封起来了。 后来, 项羽绿储君入城, 焚毁秦宫, 把 珍宝, 美女都抢到自己的蓬城去。 那面镜子也从此失踪。 秦敬高。 玄, 据此故事引申而来。 家家秦敬高选景号比喻官吏清明。 段玉公正。 清出于兰。 南北朝时, 北魏有个叫李密。 的书生, 起初在文字学博士孔凡。 门下做学生。 他好学上进, 提高。 很快。 几年后, 李密掌握的知识。 超过了孔凡, 孔凡于是向李密学。 习。 当时有人针对这一现象编了。 手段歌说, 清晨蓝, 蓝谢清。 诗何常, 在明经。 意思是说, 电青这种染料是从了蓝草中提炼。 的, 但颜色比了蓝更深。 教师部。 是固定的, 谁懂的事理, 谁就是。 老师。 古代的荀子说过, 清。 取之于蓝而清于蓝。 后来成为, 成语, 清出于蓝。 李密的故事。 恰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家家清出于蓝仅好比喻学生超过老。 诗, 后人胜过前人。 清晨清国。 汉武帝的邪律都为, 官名。 李延年能歌善舞, 观众常为他的。 演唱所感动。 一次他一边跳舞, 一边唱道, 北方有位美女, 容貌。 举世无双, 人们会因为他而, 亲。 臣, 清国, 使国家亲父, 灭。 王。 汉武帝听后叹息道, 男。 道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 武帝。 的姐姐平阳公主说, 李延年的妹。 妹就是这样的美人。 汉武帝赶紧。 照见, 发现他妹妹果然美丽动人。 能歌善舞, 于是就封他为礼夫。 人。 家家清晨清国锦号原来只因为女色。 而王国, 后被用来形容女子美貌。 清规戒律。 古代有个住在百丈山上的河。 上, 叫淮海。 他看到佛门弟子行。 为无拘无束, 觉得有必要定出一。 歇条规让他们遵守, 于是就再摆。 帐山上制定了佛门规则, 叫, 清。 规。 未经时期, 印度和尚谈谈摩。 加罗来中国传经, 见洛阳, 许昌。 一代和尚举止很随便, 就从印度。 的, 三藏, 经, 律, 论, 中义。 出了, 四分律, 和, 僧止戒心律。 于是中国佛门开始有了, 戒律。 作为和尚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 佛门中把这些, 清规、 戒律。 看作立身之本。 家家清规戒律锦号现在常常比喻数。 赚人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请君入问。 唐朝官员周星, 审理案件时。 惯用酷刑逼供。 后来有个人告发。 周星谋反, 武则天命令令依库利。 莱俊臣去审问。 莱俊臣把周星请。 到家里, 问他, 犯人大多不肯。 认罪, 该用什么方法呢? 周星。 回答说可以把犯人装在一只大蚊。 中, 用炭火烤, 犯人就会乖乖认。 罪的。 莱俊臣于是要来一只大蚊。 照周星的说法四周放上火炭, 然。 后对周星说, 有人告你谋反。 朝廷要我审问你, 现在请你入词。 问吧。 周星一听, 吓得连连口。 投认罪。 投认罪。 请君入问, 据此隐身。 而来, 家家请君入问, 警号比喻用某人诊治。 别人的办法来诊治他自己。 庆父不死, 鲁难未以。 春秋时的鲁国公子庆父, 是。 鲁庄公的弟弟。 庄公去世后, 公。 自班继位。 庆父见自己没能当上。 国君, 便派人杀死公子班, 另立。 年幼的公子开位国君, 称为闽公。 齐国看到鲁国局势如此动乱不安。 旧派大夫孙秋前去观察。 孙秋回。 国向齐桓公臣述鲁国情况说。 不去庆父, 鲁难未以。 不。 除掉庆父, 鲁国的灾难就不会停。 旨, 果然, 鲁公继位才一年。 庆父又派人把他杀了。 不去庆。 父, 鲁难未以, 后人邪未, 庆父。 不死, 鲁难未以。 家家庆父不死, 鲁难未以锦号比喻。 守恶不除, 动乱不止。 庆竹难书。 随样帝阳广为了享乐, 强征。 大量民工为他建造豪华的工事。 又征召大量劳力去服兵役, 同时, 还在百姓头上加上繁重的科捐杂。 水。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各地, 农民纷纷起义。 瓦杠起义军领袖。 李密为了号召大家起来反随, 列。 举了随样帝的十大罪状, 其中说。 道, 庆南山之竹, 书罪未穷。 用静南山的竹子做竹简写字。 也写不完他的罪行, 绝开东海。 得水, 也洗不尽他的罪恶。 家家庆竹难书锦号指罪行太多而写。 不完, 也只是十多而写不尽。 穷兵独武。 三国时期, 无国的末代皇帝。 孙昊对外滥用武力, 对内大量争。 兵, 使得平均每十人中就有一个。 当兵的, 造成国库空虚, 名不聊。 深。 大将军陆抗卫此上书孙。 要求致力于发展生产, 不要随意。 新兵动武。 陆抗说, 穷兵独武。 使用全部兵力, 任意发动战争。 不仅耗费大量钱财, 而且是 将士们疲惫不堪, 致使我们自己 在敌人力量还没消耗前 以元气大。 伤。 孙昊不听劝阻, 终于使无国。 在西境军队攻伐时迅速灭亡。 穷。 洁境。 独, 随意。 家家穷兵独武警号形容好战。 穷穷竭力。 静朝人李密, 父亲早亡, 母。 亲被迫改嫁, 由祖母刘氏养大。 他成人后, 对年老多病的祖母义。 长孝静, 日夜适猴。 由于他才华。 出众, 静武帝真调他任太子喜马。 一职, 赵书履次下达, 郡县接连。 催逼。 李密指得向静武帝写信。 说自己外没有比较亲近的亲属。 内没有应声开门的儿童, 穷穷。 竭力, 只有形体和影子像伴香。 为, 请示能留下来对祖母凤养道。 地。 穷穷, 孤独的样子。 竭力。 孤立。 家家穷穷竭力仅好指一个人孤单无。 依靠。 秋风过尔。 春秋时, 吴王寿梦在临死前。 想把王位传给小儿子记杂, 记杂。 谢绝了。 长子朱凡即位后, 与兄。 帝们约定, 大家依次轮流继承王。 为, 可是当三兄于魅灵死前又要。 把王位让给记杂时, 记杂还是奸。 此不受。 他说, 富贵对我来说。 就好比, 秋风之过尔, 秋风在。 耳边吹过, 毫不在意。 为了。 表明心机, 他逃到自己的封地盐。 零, 过隐居生活去了。 家家秋风过尔仅好比玉莫不关心。 秋毫无犯。 楚汉之真实, 刘邦的汉军先。 入关中, 但项羽赴约让刘邦去做。 了汉中王。 韩信在被刘邦败为汉。 军大将后, 分析说, 虽然目前汉。 军的力量还低不过楚军。 但项羽。 不会放手任用有才能的人。 储君。 所到之处, 烧杀抢掠。 百姓恨之。 入股, 明心丧尽。 而大王刚好相。 反, 知人善任, 入武关后, 秋毫。 魔所害, 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所以要想夺回关中很容易。 秋。 毫无犯, 由, 秋毫魔所害, 演化。 而来, 秋毫, 鸟兽秋天心患的容。 毛, 比喻极细微的东西。 家家秋毫无犯仅好意味丝毫不加轻。 反, 形容军纪严明。 求人不如求己。 南宋孝宗到天竺寺和领饮寺。 游完, 和尚徽相随作陪。 孝宗见。 道飞来风后问, 他既然飞来了。 为何不飞去呢? 挥达道, 阴。 为移动不如移境。 见到观音仆。 萨首里拿着佛珠, 孝宗又问。 他拿佛珠干什么? 挥说。 为了念, 观音经。 孝宗问。 他为何要自己念这个经呢? 挥回答, 求人不如求己。 家家求人不如求己仅好意味仰仗他。 人还不如依靠自己。 求田问舍。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被遇。 为, 国是, 异国杰出的人物。 得许范不顾国家新王, 趁机, 求。 田问舍, 买田置屋。 当他必。 乱道下批, 地名, 时, 作为主人。 的广灵太守令, 官名, 陈登对他。 极为冷淡, 管自己到大床睡, 让。 许范睡在低矮的小床上。 后来许。 范就此事在刘备前面说陈登的不。 是。 刘备回答, 你的所作所为。 是陈登所厌恶的, 跟你还有什么。 可谈的呢? 我如果睡在百尺高楼。 的话, 一定让你睡在地上, 又起。 只是大床与小床的区别。 家家求田问舍警号比喻只顾眼前力。 亦, 无远大志向。 屈颜复事。 宋朝真宗时, 竟是李垂英写。 导和行圣书, 为人们所器重。 当时, 朝廷宰相丁卫权势很大。 许多官员真相奉承拍马, 只有礼。 垂不肯去拜访, 并认为丁卫身为 宰相, 室仗权势不讲功道。 丁卫。 于是借故把李垂调出京城。 宋仁。 宗时, 丁卫到台, 又有人劝李垂, 去拜见当朝宰相。 李垂回答说, 当年我如果肯去拜见丁卫, 早, 就当上汉林学士了。 现在我又怎? 摩能, 屈颜复热, 以求被推荐。 提拔呢? 屈颜复热, 献血。 为, 屈颜复事。 家家屈颜复市警号直奔走全门, 一, 富有势力的人。 取高贺寡。 战国时, 楚国的湘王曾经问, 宋玉, 你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怎么附和你的人这么少呢? 宋。 玉回答说, 附和我的人是不多。 打个比方吧, 有人在街上唱歌。 起先唱的是通俗的曲调, 应和他的人有好几千, 当唱到较高深的。 曲调时, 能随着他一起唱的就只。 剩下几十人了。 七曲弥高, 其和弥寡, 曲调乐高深, 合唱的。 人就越少。 我之所以不为人所。 理解, 也就是这个道理。 曲。 高和寡, 由, 其取弥高, 其和弥。 寡, 简化而来。 家家取高和寡仅号即止之音难得。 也比喻言论或作品坚深, 能理解。 的人很少。 曲静其妙。 爱马的唐玄宗李隆基让人训, 练北方边赛进贡的一匹好马。 一, 断时间后, 他们已能随着乐曲节。 奏踏足其舞, 无步, 取静其妙。 玄宗把其中几匹五马送给河北山。 正节度使安禄山。 后来安禄山载。 叛乱时遇刺身亡, 这些马又落入。 魏伯节度使田城寺手中。 田城寺。 不知是五马, 看到他们竟然会随。 月起舞, 以为是妖孽作怪, 救命。 令军士们把他们都打死了。 家家取静其妙锦号 意味为惋戏制的。 将事物的妙处表现出来。 形容表。 现的技巧很高明。 曲长不短。 战国时, 腾国太子到楚国去。 途经诵国, 拜见当时也在诵国的。 孟子。 孟子同他讲了一番诗行人。 正的重要性, 勉励他向贤民的谣。 顺一样治理国家。 腾太子问。 腾国土地狭小, 推行人正能行。 妈, 孟子答道, 如果把腾国 的土地, 绝长不短, 把长得得。 方节下, 补上短的地方, 方圆。 也有五十里, 完全可以治理成一。 各好国家。 绝长不短, 常用。 做, 取长不短。 家家取长不短, 锦号现在只吸取别人。 长处, 以弥补自己的短处。 取而代之。 西楚霸王项羽年轻时, 学书。 亦无所获, 学见也没有成就。 书。 傅项良为此很恼火, 项羽却说。 学书只能用来记姓名, 学见也。 只是一人敌, 我要学万人敌。 项良于是教他兵法。 但项羽在烧。 唯懂得了一点以后, 就又歇手了。 一次, 请使皇寻游会机, 在一边。 观看的项羽静胆大包天地指着情。 使皇说, 他的地位可以取而代。 知, 项良急忙捂住项羽的口。 生怕被旁人听见, 招来杀身之祸。 家家取而代之锦号只夺取别人的的。 为由自己替代。 权宜之计。 东汉末年, 军阀董卓废吊汉。 少帝, 另立九岁的汉宪帝, 从而, 掌握朝政, 胡作非位。 司徒, 官。 明, 王允以献美女貂蝉的计策。 制造董卓与部将吕布间的矛盾。 使吕布趁汉宪帝会群臣于魏央公。 知姬赐死了董卓。 董卓死后, 王。 允建祸害已除, 天下太平, 做事。 也就, 不寻权宜之计, 不根据。 具体情况采用变通办法, 同手。 下人渐渐疏远。 不久董卓元来的。 部将李雀, 郭范杀回长安, 赶走。 吕布, 杀死王允。 权宜, 暂时是。 疑。 家家权宜之计警号指望, 为了应付某种 情况而暂时采取变通的办法。 权无心肝。 南北朝时, 南朝城的末代皇。 帝陈书宝整天吃喝玩乐, 荒淫无。 度。 随朝军队渡过长江, 攻入城。 的都城健康。 陈书宝被扶押送到。 长安, 不久被随文帝扬奸释放。 并在生活上享受三品官的待遇。 随文帝为怕引起陈书宝亡国的伤。 赶, 每次朝会都不让演奏江南了。 屈。 但陈书宝却说, 没有官职。 参加朝会有许多不便, 希望能给。 我个官职。 随文帝听后, 不惊。 感叹地说, 书宝全无心肝。 意思是说, 陈书宝不仅没王国之。 恨, 反而还要起官职来, 真是不。 知羞耻。 家家全无心肝仅耗止无羞耻之心。 犬牙交错。 西汉王朝建立后, 高祖刘邦, 封了许多本家子, 职位各地诸侯。 王。 渐渐地, 这些诸侯王的势力, 强大起来, 到汉景帝时, 无处等。 七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叛乱。 叛乱。 虽被平息, 汉景帝却又封自己的。 儿子们为诸侯王。 汉武帝时, 许。 多大臣要求削减诸侯王的势力。 这些诸侯王闻讯扬言, 他们都是。 皇上的亲骨肉, 先帝封给他们土。 的, 并使这些封地, 犬牙相挫。 像狗牙一样交错在一起, 为。 的诸能相互支援, 保留嘉江山。 嘉嘉犬牙交错锦号比喻交界线很趋。 折获双方力量对比户有长短, 行。 成复杂的对质形式。 群策群力。 秦朝末年, 项羽在楚汉之争。 终失败。 临死前, 他认为这是天。 义, 自己的做法并没错。 汉朝的。 杨雄认为项羽的说法不对。 他分。 吸了楚汉相争和盛楚王的原因。 认为刘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 群。 策, 群力, 众人的智谋和。 力量, 最终在该下彻底打败了。 项羽的储君。 而项羽只凭自己个。 人的勇敢, 刚愎自用, 不肯听取。 文臣武将的忠告, 作诗良机, 结。 果弄得众叛清离, 四面楚歌, 嘴。 后自吻而死。 家家群策群力警号指大家动脑筋。 出力气。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春秋时的静灵宫残暴无道。 一次他见厨师盾的熊掌眉熟透。 就命人把厨师剁成肉块。 打成罩。 盾和事迹看到后, 静宫劝见静灵。 宫。 静灵宫很不情愿地说, 我。 知道自己的错误了, 以后改正。 世纪于世叩头说, 那个人没有。 过错呢, 有错就改, 那是最好不。 过得了。 但静灵宫依然如故。 后来又设计谋害照顿, 最终自己。 被人杀死。 后人根据世纪的话, 创造了,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这一成语。 家家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锦号一任。 何人都不是圣贤, 怎么能没有过。 错呢? 比喻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 时后, 人给家族, 春秋战国之际的莫子曾做过, 造车子的工匠。 他在创立了莫家。 学派后, 十分重视生产劳动, 带, 领弟子们身体力行。 他们在生活, 上墙吊节俭, 住俭漏的草棚, 吃, 粗饭淡菜, 穿麻布粗衣, 就连人。 死了, 也只用一口薄棺材, 一葬, 了之, 汉代司马迁曾在, 史记, 中高度评价莫家重视生产, 讲究。 节约的主张, 认为这是实现, 人, 给家族, 的方法。 家家人给家族仅号指人人保暖, 家, 家富族, 人面桃花。 唐朝的催户在清明时独自盗。 长安城南游玩, 见花木环绕中有。 一户人家, 就上前讨水喝。 一位, 美貌女子纹身开门让座, 递水给。 她, 自己助力在桃树旁, 与桃花。 相应成去。 两人一见清心, 分手。 实情有未尽。 第二年清明, 崔虎。 因思念而再去拜访。 只见桃花一。 旧, 却不见了那女子。 惆怅中。 她在门上提了首诗, 去年今日。 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 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人面桃花, 由此而来。 家家人面桃花锦号比喻男子怀念一。 见钟情后不能再相见的女子。 人弃我取。 战国时, 魏文侯任用李亏位。 相国, 主持变法。 李亏在经济上。 除鼓励发展生产外, 还以平价境。 出的办法, 保障人们对粮食的需求。 有个叫白龟的商人从中受到。 启发, 提出了, 人弃我取, 人取。 我遇, 的经商之道。 他在粮食收。 或季节, 大量收净平价的粮食。 同时高价卖出蚕丝, 生妻, 而到。 养蚕收减的季节, 又高价卖出粮。 时而收购平价的蚕丝。 百归致富。 后说, 我经商, 就像一银, 吕。 上的治国, 孙并, 无奇的用兵和。 商鞅的变法一样。 家家人气我取锦号原来指别人抛弃。 时, 我去取来。 也指自己的兴趣。 见解与他人不同。 人情巨王。 王辉之和王献之都是东晋大。 书法家王熙之的儿子。 兄弟两感。 情极好。 年轻时同居一室, 晚上。 一起读书。 哥哥辉之很佩服弟弟。 献之的才气。 一次, 两人同时生。 并, 辉之表示愿带弟弟去死。 当 献之死后, 辉之取过弟弟生前用。 过得情来淡, 但忠调不好闲。 于 是, 他把情摔在地上, 悲伤地说。 子敬, 王献之的字, 子敬。 人情巨王, 你的人和情都失去了。 不久, 辉之也因悲伤过度。 病情加重而死去。 家家人情巨王仅好比喻看到遗物。 悼念死者。 人人自为。 秦始皇病死后, 大臣赵高位。 赵一赵, 让胡亥继位成了秦二世。 赵高从此执掌朝廷大权。 由于胡, 亥是用阴谋手段篡夺地位的, 他。 怕人们不服, 就听从赵高的主意。 先后杀死了大将蒙田, 蒙义兄弟。 和丞相李斯等人, 还把十二位公。 自初死在咸阳闹市, 把十位公主。 用酷刑分裂肢体, 并把这些人的 财产全部没收。 由于大肆杀戮。 满朝文武大臣各个提心吊胆。 人人自为。 从而始想起来反。 判的人日益增多。 家家人人自为仅耗止所有的人都敢。 到自己不安全。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楚汉乡珍时, 刘邦带着随从。 去鸿门, 帝鸣, 会见项羽, 项羽。 宴请刘邦。 席间, 项羽的部将项。 庄界武剑魏鸣, 想刺杀刘邦。 刘。 邦的谋士张良看出 向庄的用意。 让凡怪进来, 解救了刘邦, 然后, 劝刘邦逃走。 刘邦还想向项羽告。 别。 凡怪着急地说, 如今人方。 喂刀阻, 我喂鱼肉。 意思是说, 项羽他们好像刀和阻, 砧板。 而我们则刀下任人宰割的鱼肉。 劝刘邦。 劝刘邦不必讲什么礼节了。 于是, 刘邦借口上厕所和凡怪一起逃走。 家家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锦号比喻。 自己处于, 自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 人心如面。 春秋时, 郑国执政官喊虎想, 叫尹和做自己封地上的长官。 大。 夫子产认为尹和太年轻, 难以胜。 认。 他对喊虎说, 让一个不会做。 衣服的人去裁制一匹精美的警断。 只会损坏警断。 而你封地上的摆。 性利益要比警断重要得多, 如果。 交给一个毫无经验的人去管理。 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喊虎听后连。 连点头, 说, 今后我家里的事。 也拜托你多管管。 自产回答。 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烟。 我怎么敢来代替你呢? 人心。 如面, 由, 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 烟。 简化而来。 家家人心如面锦号指人的思想状况。 就如人的面貌一样, 各不相同。 人自卫战。 楚汉相争时, 汉军大将韩信。 率军攻打依附储的赵国, 与树辩。 与自己的赵军大战景行口, 地名。 韩信看到自己军队都是些梅。 受过好好训练的兵士, 就让他们。 背靠河水摆列正式。 这些将士们。 由于后退无路, 所以作战时各个。 奋勇当先, 人自卫战, 每个。 人都为自己的生存而拼死作战。 与赵军展开激烈的搏斗。 同时韩。 信又派两千人马驰入赵军营类。 插上汉军的赤旗。 赵军在前后加。 即下, 彻底溃败。 家家人自卫战景号指人人能独立作。 战。 忍辱负重。 三国初年, 蜀主刘备为了夺。 回背孙权占领的荆州, 替关羽报。 愁, 率领几十万大军进攻东吴。 蜀军战士顺利, 推进到东吴境内。 几百里。 孙权命年轻的陆逊卫大。 都督, 指挥五万军队迎战蜀军。 但许多部将依仗 自己资格老任。 为陆逊指示一戒书生, 对他的好。 令有所怠慢。 陆逊紧握保健对将。 军们说, 主上之所以交给我这。 负重但, 是因为我能, 忍辱负重。 以后谁不服从命令就按军法。 处置。 最后, 陆逊以火攻战术。 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家家忍辱负重警号只忍受屈辱, 但负重任。 任人为贤。 春秋时, 齐国大夫管仲帮助。 公子纠争夺军位失败, 齐还功命。 人用囚车将流亡在鲁国的管仲压。 回齐国。 旅途中, 管仲又饥又渴。 车过齐屋, 地名, 时, 他向当地。 官员讨食。 那个官员跪着端饭给。 管仲吃, 并偷偷对他说, 如果。 你到了齐国后不是被杀而是受到。 重用的话, 将如何报答我呢? 管仲回答, 我只会任用贤者。 使用能者, 平上有功者, 能拿食。 魔报答你呢? 家家任人为贤警号意味只平得才来。 任用人。 日薄西山。 三国末年的礼蜜, 父亲早亡。 母亲改嫁, 由祖母刘氏抚养成人。 他曾做过蜀国官员。 蜀王后, 静。 五弟司马炎针调他出来做官。 礼。 蜜英不愿离开年老多病的祖母。 就给静五弟写了封信, 陈说自己。 不能出来做官的苦衷。 信中对静。 五弟能如此重用他表示了感激之。 情, 同时又说, 他的祖母年老体。 若将要死亡, 就像日薄西山。 太阳快要落山, 一样, 连呼吸。 也很困难, 因此请允许他赞不尽。 入朝廷任职, 留下来是养老祖母。 薄, 逼近。 家家日薄西山警号比喻人到年老将。 死或事物皆尽灭亡。 日不暇给。 刘邦在统一天下, 建立汉朝。 后, 面临许多急于解决的问题。 于是, 他让丞相萧和制定适用于 汉朝的法律, 使人们有法可依。 让大将军韩信重整军队, 加强战。 斗力, 让大臣张苍改定英律合理。 法, 让书孙通制定君臣之间的理。 以规范, 还让政论加入假写探讨。 以往政权胜败存亡原因的文章。 高祖刘邦为想建立一个新的 完善的王朝, 赶到每天都有处理。 不完的事情, 日不暇给, 每 天都没有空闲。 暇, 空闲, 给, 足够。 家家日不暇给锦浩子工作繁忙, 时, 肩不够用。 日进长安远。 东静的司马少坐在父亲静园。 帝司马瑞西上玩耍, 有人从长安。 这里带指西静都城洛阳, 过来。 带来了匈奴践踏中原的坏消息。 园帝问司马少, 你说长安何日? 比那个更远。 司马少回答, 当然是日远。 不然, 怎么没听, 说有人从日边来呢? 园帝为儿, 子的聪明机智而惊喜。 第二天, 他当着朝廷大臣的面又问起这个, 问题。 但这次司马少却回答是日, 进长安远了。 司马瑞问其原因。 儿子回答说, 因为我们能看到, 太阳, 却看不到长安。 家家日进长安远景号比喻向往京都, 而不能到达, 如火如荼。 春秋时, 吴王夫差何进国境? 定功真做诸侯的盟主。 夫差为了, 显示自己的威风, 便在一天夜里。 把三万军士摆成三个方阵, 作为。 左、中、右三军。 中军白衣白甲。 望之如图, 看去像盛开的白。 色图花, 左君泉是红色, 望。 之如火, 像燃烧的火焰, 有。 君泉是黑色, 像密布的乌云。 道。 第二天清晨, 吴王亲自鸣鼓, 三。 万军士一起响应, 升英雄壮高昂。 下的静定功不得不答应让吴王做。 了盟主。 成语, 如火如图, 据词。 而来, 家家如火如图仅号原形容君荣壮盛。 后常用以形容身世浩大, 气世傍。 博。 如是重负。 春秋时, 鲁国的实际权力被 继孙氏、 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长。 我。 他们改革填制, 实际按填脚。 税, 透过给百姓带来一些实际力。 易笼络民心。 鲁钊公为夺回权力。 派军队包围继孙氏的府邸。 叔孙。 是和孟孙氏马上律军队救援, 把 钊公的军队打得大败。 鲁钊公看。 到大势已去, 只好逃亡其国。 由。 于他在国内很不得民心, 所以拜。 姓们对他的出逃只是感到, 如是。 重负。 家家如是重负仅好形容人在解除某。 重负担后感到轻松愉快。 如鱼得水。 东汉末年, 刘备依附荆周流。 表示, 有个教徐术的向他推荐了。 影视诸葛亮。 刘备三次到诸葛亮。 居住的茅庐去拜访, 邀请他出山。 诸葛亮给刘备分析了当时天下行。 是, 指出今后应采取的策略。 刘。 被毛色顿开, 从此和诸葛亮越来越亲密。 他的一兄弟关羽,张飞。 对此不以为然, 刘备对他们解释。 说, 我得了诸葛亮, 就好像鱼。 得到了水一样。 希望你们能够理。 解。 家家如鱼得水仅好比喻得到了极为。 投合自己心意的人或环境。 如座针毡。 西境的杜夕以学识广博而闻。 明, 曾被长沙王请去做文学侍从。 以后他又不断被提升, 最后成为 太子敏怀的摄人, 关明。 杜夕 深信耿直中烈, 常常对敏怀太子 的错误做法提出各种诚恳的劝谏。 敏怀太子因此很不高兴, 派人 置针着西长座处瞻中, 再度 西长座的瞻子中插了许多针。 使渡西境见十倍刺的鲜血直流。 坐不安息。 陈宇, 如坐针毡, 由 此隐身而来。 家家如坐针毡锦号形容心神不安。 片刻难忍。 如此可教。 张良在秦朝末年还是个年轻 人。 一次他来到桥上, 遇见一位。 老人故意把鞋子丢到桥下, 叫他。 去捡起来。 张良气的插点要打过。 去, 但终于忍耐住, 不但下桥捡。 灰鞋子, 还跪着给老人穿上。 老。 人大笑着走了, 走了一里多路。 又回来对张良说, 如此可教。 意思是年轻人有出席, 可以造就。 后来老人又经过对张良的几次考。 燕, 终于把一部兵书传授给了他。 使张良成为著名的汉初三杰之一。 家家如子可教锦号至年轻人有出席, 可以造就。 入目三分。 靖朝大书法家王熙之所写, 的字秀丽雄靖, 达到了炉火纯青, 的地步。 相传他七岁就很会写字。 十二岁时在父亲的枕头里看到钱, 人关于写字笔法的书, 就偷着读。 不到一年, 书法大有长进。 一次, 皇帝在北交际的, 需要更换写著。 辞的木板, 工匠们消去王熙之血。 过字的木板, 发现字积, 入目三。 分, 透入了木板三分身。 王, 熙之三十三岁时写了, 蓝亭帖。 三十七岁又写了, 黄亭经。 他, 说自己的楷书胜过著名书法家中。 咒。 家家入木三分锦号比喻描写或议论。 深刻。 入室操歌。 东汉末, 朝廷发生党固之祸。 学者振玄于是隐居起来公研经学。 当时, 认诚的和修着了, 公阳末。 手, 左船膏荒, 骨粮费。 即三本书本阐明自己对春秋。 三船, 公阳传, 左船, 古粮传, 的见解。 郑玄在 他的基础上进一步纠正, 健全者。 些见解。 和修建了郑玄的文章后, 不禁感叹, 郑玄入无事, 操无。 毛, 以罚我呼。 到我的房里, 用我的毛来赐我。 意味, 用我的。 道理来反驳我。 入世操歌。 据此演化而来。 家家入世操歌警号比喻救对方的论。 典, 找其披露, 反驳对方。 软囊羞涩。 东晋园帝司马瑞时, 黄门长。 是, 官名, 软服行为放达, 喜欢。 喝酒游玩。 因为没钱, 因为没钱, 竟把金雕。 官帽上的珍贵事物, 也换酒喝。 了。 一次, 他提着一个, 灶囊。 黑色的袋子, 前去会机游玩。 有人问他, 囊中装着什么。 软服达道, 空空荡荡。 不过, 为了不感到, 羞涩, 有一枚小。 牵手在里面。 软囊羞涩, 跟。 据这个故事概括而来。 软囊, 软, 夫的口袋。 家家软囊羞涩锦号比喻手头尖。 拮据。 赛翁失马。 传说古代北方边赛上, 有个。 老头走失了一匹马。 别人都为他。 惋惜, 他却说, 怎么知道这步。 是好事情呢? 过了几个月, 那。 匹马引了好几匹湖人的骏马回来。 了。 别人向他道喜, 他说, 怎。 魔知道这步或谁呢? 结果, 他。 儿子因其湖人的骏马摔伤了腿。 老头又说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有。 一年, 湖人入赛, 边赛上的壮汉。 都被争去应战, 死伤不少, 唯独。 老头的儿子因腿残而免贞, 父子。 人能团聚。 家家塞翁师马景号比喻坏事在一定。 情况下会变成好事。 三寸之蛇。 张良的祖先是韩国人, 后来, 韩国被秦国消灭。 秦朝末年, 张。 良参加反秦的农民起义军, 成为, 刘邦的重要谋臣。 他精通兵法。 运筹帮, 为刘邦推翻秦朝和珍。 夺天下立了大功。 刘邦在建立西。 汉政权后, 封张良为刘侯。 可是, 张良却想出家当道市去。 他说, 我凭着自己的三寸蛇, 喂。 韩国报了仇, 已经心满意足了。 三寸蛇, 现用作三寸之蛇。 古人认为蛇头长三寸。 家家三寸之蛇仅号形容能言善辩。 三顾茅庐。 东汉末, 刘备进木诸葛亮的。 财时, 和关羽, 张飞一起到诸葛。 亮住的茅庐, 草屋, 拜访他。 第。 一次没见着, 第二次冒着风雪去。 还是见不到。 第三次去时, 诸葛。 亮正在睡觉。 刘备公公静静地站。 在台阶下, 等诸葛亮醒来。 诸葛。 亮从刘备的三次拜访中, 看出了。 他的诚意,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后, 诸葛亮帮助刘备建立了数。 汉王朝, 与魏国, 吴国成三组顶。 立之事。 家家三顾毛鲁锦号后用来比喻真诚。 得再三邀请或请教。 三护王秦。 当陈盛, 吴广举起反秦大旗。 后, 江东的向梁和侄子向羽也起。 兵响应。 进军途中, 向梁和并了。 陈盈, 秦布, 秦家等几路人马。 使其一队伍迅速壮大。 这时, 有。 各教范增的老人赶来告诉向梁。 以前楚怀王初访秦国, 被扣留。 至死, 楚人立志为他报仇。 所以, 楚南宫说, 楚虽三户, 王秦碧。 楚也。 向梁于是崇立楚怀王。 得孙子为楚怀王, 以争取民众的。 支持。 楚虽三户, 王秦必处。 献简化为三户王秦。 家家三户王秦锦号比喻正义力量虽。 然若小, 但终能取胜。 三令武申。 春秋时, 齐国有位叫孙武的。 著名军事家, 受聘到吴国。 吴王。 何虞要他在宫廷中实践一下, 该。 如何约束军队。 孙武把宫中的美。 女分作两队, 由吴王的两个爱妾。 当队长, 进行队列训练。 再反复。 交代之后, 他命令队武向右转。 但众女子不仅没有依令而行, 反。 而哈哈大笑。 孙武又, 三令武申。 了军队纪律和动作要令, 然后命。 令他们向左转, 但美女们仍然指。 是大笑。 于是孙武按军法杀了两个队长。 这一下, 妇女们听话了。 对列训练认认认认真真, 符合标准。 家家三令武申警号比喻再三告诫。 三人称呼。 战国时, 魏国大臣庞聪裴太。 子去赵国做人质。 临行前, 他对。 魏王说, 现在如果有一人说接。 上有老虎, 你相信吗? 魏王回。 答, 不相信。 庞聪又说, 如果有两个人说呢? 魏王表。 是那就要将信将疑。 庞聪于是有。 问, 如果有三个人呢? 魏王。 说, 那我要相信了。 庞聪于。 是说, 这说明, 三人言而成虎。 现在背后议论我的人不止三。 个, 希望你注意。 庞聪离开魏。 国后, 果然有不少毁谤他的话传。 到魏王耳朵里。 魏王还是相信了。 这些话, 对庞聪产生怀疑。 家家三人成虎警号比喻流言经多人。 传播, 就容易使人相信。 三十六纪, 走位上纪。 南朝其明帝并重拾, 会积态。 守王靖则起兵反叛朝廷。 明帝的。 四子萧宝卷正在东宫与新妇门商。 亦如何夺位做皇帝, 见真鲁廷师。 或, 便认为是王靖则领兵杀来。 赶紧收拾行装, 准备逃离。 有人。 把这消息告诉王靖则, 王靖则说。 名将谈到纪帅军北真实, 认为。 三十六册, 走势上纪, 谈到。 纪曾因战事不利, 绿权军南海。 萧宝卷父子也早就该走了。 三十六册, 走势上纪, 献卸位。 三十六册, 走位上纪。 家家三十六册, 走位上纪警号指线。 入困境时, 别无良策, 亦走了之。 三十摄河。 春秋时, 孔子的学生子下道。 进国去, 路过国时, 听到有个 读史书的人念道, 进国军队。 三十摄河, 三只诸渡过了河。 紫夏看到他读错了, 就跑过去。 解释说, 不是, 三十, 应是。 几亥, 直年代。 古代以天干。 地支纪年。 因为, 三, 与, 几。 是, 与, 亥, 自行相似。 所以你弄错了。 后来他到晋国。 河时, 发现晋国军队果然是几亥。 年度的河。 家家三十摄河警号比喻文字而误。 丧家之狗。 春秋末期, 孔子带着弟子们四处游说,宣传自己的理论,但常常受到冷遇。 在镇国时的一天。 在镇国时的一天。 不巧大家走散了,只孔子一个人。 站在外城的东门边。 弟子们分头。 去寻找他。 去寻找他。 有个镇国人告诉子贡。 说, 东门边有个老头子, 类。 类若丧家之狗, 看上去像一条。 有丧是人家的狗一样疲乏, 不。 知识不是你的老师。 子贡感到。 东门找到孔子, 并如实转告了那。 人的话, 孔子听后, 哭笑不得。 自嘲说, 说我像是有丧是人家。 的狗, 真确切哪。 家家丧家之狗仅好比喻失去靠山。 无处投奔的人。 丧心病狂。 南宋奸臣秦桧极力主张投降。 经国。 一次, 经国使者来送, 有。 各教范如归的官员见秦桧想让使。 者住在密书省, 官署名, 九级。 立反对说, 密书省是基要重地。 怎么能让仇敌住? 范如归还联合。 其他官员向皇帝写了奏章, 抗议。 秦桧的投降主张。 可是这些人因, 怕受到秦桧的打击, 在奏章写好。 后又退出了。 范如归就单独给秦。 贵写了封信, 信中写道, 公布。 丧心病狂, 奈何如此? 一级。 你秦桧如果不是丧尽良心, 病的。 发狂, 怎么会干出这种可耻的事? 秦来。 家家丧心病狂警号比喻丧失理智。 荒谬残忍到了极点。 杀鸡取卵。 传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养了一只老母鸡, 这鸡不光长得肥状。 叫起来好听, 还有个特别的珍奇。 知处, 每天下一只鸡蛋。 老太婆, 每天得到一个鸡蛋后, 就什么都不用去干了, 日子过得很不错。 可是她很贪心, 想得到更多的鸡。 但, 因此常常守候在鸡的身边。 但鸡蛋仍是一天一个, 不见增多。 老太婆为了取出所有的鸡蛋, 就 把鸡杀了。 没想到打开肚子一看。 一个鸡蛋也没有, 她再也得不到。 鸡蛋了。 家家杀鸡取卵锦号比喻指图眼前好。 处, 不顾长远利益。 杀妻求疆。 春秋时, 齐国出兵攻打鲁国。 鲁国国军想起用一个叫吴齐的人, 带兵营战齐军。 但是, 当听说吴, 其的妻子是齐国人时, 国军犹豫。 不觉了, 怕他因妻子的关系而私。 通齐国。 吴齐知道这一情况后, 为了求取公民, 不分青红皂白的, 杀死妻子, 表示与齐国不共戴天。 的仇恨心情, 然后请求国军能封。 他为将军带兵营敌。 国军看他态。 度如此坚决, 立刻封他为大将。 无其带兵攻打齐军, 把齐军打得 大败而逃。 杀七囚将, 根据这 故事概括而来。 家家杀七囚将警号 现在比喻未追求 名利, 不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 杀人不眨眼。 北宋初年, 宋太祖赵匡应派。 大将军曹汉绿军队渡过长江, 进。 宫九江。 曹汉闯到一个寺庙, 河。 上门都吓得躲起来了 只有老和尚。 原德相平时那样 稳稳地坐着, 对。 曹汉不理不睬。 曹汉大怒, 对原。 德和尚说, 难道你没听说过诵? 曹有个, 杀人不眨眼, 杀人时。 眼睛都不眨一下, 德将军吗? 老和尚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 你没听说过这庙里有个不怕死。 德和尚吗? 曹汉对老和尚的胆, 量产生了几分敬意。 老和尚指责, 了他杀人诚信带来的恶果。 家家杀人不眨眼警号形容杀人诚信。 凶残狠毒。 山鸡无尽。 曹汉只有个叫曹冲的儿子, 年。 既最小, 却聪明无比。 一次, 难。 方派人给曹操送来一只叫, 山鸡。 的真情。 他爱在清澈的水边, 让 水面照着自己的身影起舞。 曹操 无法让他在殿堂上表演。 年静舞 六岁的曹冲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 让人抬来一面大镜子, 放在山鸡 面前。 山鸡看到镜子中自己美丽 的身影, 仿佛森林水面, 得意的。 翩翩起舞。 他越舞越起镜, 不肯 停止, 最后筋疲力竭的死去。 家家山鸡舞进锦号比喻故影自连。 姗姗来迟。 西汉武帝流彻的李夫人本来, 是个弹琴唱歌的乐女, 应有清晨。 清国之貌, 深得汉武帝的宠爱。 不幸的年纪轻轻就病死了, 武帝。 为此日思夜想。 一次, 来了个字。 称能招魂的方式, 他设九点灯。 请武帝坐在围杖中遥望。 汉武帝, 果然隐隐约约看到有个像李夫人, 的美人在慢慢地走来, 但又看不。 真且, 他很悲伤地做了一首诗, 其中说道, 是你, 不是你。 我, 站起来望你, 你为什么翩翩, 山。 山齐来池, 慢慢悠悠地来的那。 摩池。 山山, 形容走路缓慢。 从容。 家家山山来池, 紧耗指慢悠悠地来晚。 了。 善始善终。 秦莫汉初的陈平, 为人处事。 随机应变。 当陈胜, 吴广起义时, 他投靠了魏王九。 后来又随项羽, 入关。 转而又投奔刘邦。 他建议, 刘邦用反剑计时向羽疏远范增。 还让刘邦以爵位笼络了大将韩信。 吕后死后, 他又定计消灭朝中的。 吕家势力, 恢复刘家江山。 陈平。 的功劳和谋略使他能在汉汇帝。 吕后, 汉文第三朝都为陈相、 荣。 要平安度玩一生。 所以司马迁在。 史记, 终称他位, 善始善终。 家家善始善终仅号比喻从开头到节。 局都很好。 上梁不振下梁歪。 原曲, 陈州跳米, 讲到这吗? 各故事, 陈州地方连年灾荒, 梁。 时其缺。 朝廷派刘衙内的儿子刘。 的中和女婿杨金吾到陈州来政绩。 灾民。 他们在开关仓卖粮食摊赃。 王法, 不仅把粮价抬高一倍, 还。 在粮食中拌上杂质, 并且用份量。 不足的小豆出粮, 用大衬多收银。 此。 灾民们极为愤怒, 指责他们。 是, 上梁不振, 位居上梁的人。 品行很坏, 只知道损人利己。 家家上梁不振下梁歪警号比喻位居。 上梁的人品行不端, 其下属也跟。 这学坏。 上楼去梁。 东汉末年, 荆州刘表不喜欢。 大儿子刘琪, 而宠爱小儿子刘从。 刘琪多次请诸葛亮出个计策, 帮。 他解脱困境, 都没得到明确的答。 辅。 一次, 刘琪约诸葛亮到后花。 圆游玩, 供上高楼, 供同登。 上高楼, 燕影。 刘琪, 令人去梯。 叫人把楼梯抽去, 然后对珠。 葛亮说, 现在我们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你讲的话只有我听到。 可以告诉我万全之计了吧。 朱。 格亮于是用春秋时进公子深深在。 国内遭到祸害, 而公子众而流亡。 在外得以保全的故事暗示刘琪离。 开荆州。 供上高楼, 和, 令人。 去梯, 现在简化成, 上楼去梯。 家家上楼去踢锦号比喻极其秘密的。 策划, 也比喻有人上当。 上下骑手。 春秋时, 楚国进攻郑国, 有。 各教穿风须的官员俘虏了郑国手。 将黄鞋。 王子威想争够这个功劳。 请柏州离来裁决。 柏州离偏袒王。 子威, 在叫俘虏黄鞋坐证时, 巧。 妙的, 上骑手, 高举一只手。 指着王子威对黄鞋说, 这位叫。 王子威, 是我们国君的宠弟。 然后又, 下骑手, 把手放下来。 指着川风须说, 这是川风。 须, 是我国的一位现影。 他们俩。 人中是谁捉到你的。 黄鞋从博。 周离的言语行动中明白了他的用。 亦, 便撒谎说, 我是被王子威。 捉住的。 家家上下骑手警号后用来指挽弄花。 招进行串通舞弊。 上行下校。 春秋时的齐桓公喜欢穿紫色。 衣服, 于是齐国上下都跟着穿着。 种颜色的衣服, 市场上五件白色。 衣服还抵不上一件紫色衣服的价。 钱。 齐桓公为此很担忧, 对大臣。 管仲说, 由于我喜欢穿紫色衣。 服, 造成全国都热衷于穿这种衣。 服, 使他的价格也变得昂贵。 怎? 磨办呢? 管仲回答说, 你只要自己不穿这种衣服, 并告诉左。 右的人, 我很厌恶紫色衣服的臭。 喂, 就可以制止这件事。 齐桓公照此去做。 只三天, 全国上下, 就没有穿这种衣服的人了。 人们, 称这件事为上行下校。 家家上行下校警号指上面的人怎么? 做, 下面的人就怎么学? 舍本诸墨。 战国时的齐乡王一次派人送信给赵王的妻子赵威后。 威后问, 使者, 齐国收成怎样? 百姓如? 何? 大王好吗? 使者说, 你不先问大王, 而先问年成何百姓? 这不是先卑贱而后尊贵了吗? 威后回答, 如果年成不好, 百姓怎么生存? 没有百姓, 又哪来? 的君王。 我怎么能舍本而问我? 这, 不问根本而问之节, 呢? 接着, 他又问起齐国贤士中离子。 叶阳子和孝女婴儿子等人情况。 舍本问莫, 献用作, 舍本竹莫。 家家舍本竹莫仅好意味做事不抓根。 本, 而在肢结上下功夫。 圣骁成上。 春秋时, 靖楚两国交战。 楚。 王登上战车前去观察靖军的动态。 这时, 靖方阵四处召集军官道主。 率淫开会, 还搭起天幕举行占卜。 仪式。 楚王远远看到这个景象后。 不理解靖军在干什么, 旁边的随。 从一一向他做了解释。 接着, 楚。 王又发现靖军, 盛骁, 且成上矣。 人声喧哗, 尘土飞扬。 随从。 解释说, 这是他们在填水井, 平。 炉灶, 疏通前面道路, 准备军事。 行动了。 家家盛骁成上锦号原来形容军中宣。 滑忙乱, 尘土飞扬的状态。 现在, 常用来形容某种议论十分嚣张。 升堂入室。 孔子有个教子路的学生, 升。 强力壮, 性格刚勇。 一天, 他在。 孔子家里弹琴, 乐曲激昂, 充满。 杀鸡。 主张人道的孔子听后很不舒服, 反对子路在自己家里但。 其他学生见老师这种态度也对。 子路说三道四起来。 孔子于是解。 是说, 子路在音乐方面的造诣语。 经, 升堂, 但还没, 入室。 古代公室, 前卫堂后卫室。 升。 堂比喻刚刚入门, 入室则位更高。 境界。 升堂入室, 据此而来。 家家升堂入室仅好比喻人的学识。 技能很高。 生灵突炭。 东晋十六国时, 后燕和后秦。 进攻前秦。 前秦都城长安被围困。 百姓大量饿死。 前秦王福间逃亡。 武江山, 被后秦王瑶长俘获并义。 死。 前秦江城王勇等人又拥立住。 守夜城的福间儿子福批位帝。 福。 批任命王勇为左丞相。 王勇为讨。 伐后秦和后宴, 写了一篇习文。 文中写道, 福间被后秦害死, 国。 都长安沦陷, 国家萧条, 生灵。 涂炭, 百姓好像在泥沼和炭火中。 生活。 生灵, 百姓。 土, 泥沼。 家家生灵涂炭景号形容人民处于极。 端困苦的境地。 生吞活泼。 唐朝初年, 河北早强县有个。 叫张怀庆的县位, 惯于抄袭名人。 的诗文。 一次, 李义甫写了一首。 诗, 露月成歌善, 才云作无依。 自连回雪影, 好取落川归。 张怀庆把这首诗的美剧前加了两个。 四, 成为, 深情漏月成歌善。 初一才云作无依, 照镜自连回雪。 影, 时来好取落川归。 就算是, 自己的作品了。 人们击粉张怀庆。 这种惊人的抄袭手段是, 活泼。 王昌龄, 深吞郭振仪。 家家深吞活泼锦号原来只深印的抄。 其他人诗文。 现在饭纸不切十计。 身搬印套。 身名狼藉。 秦朝名将蒙田和蒙义, 侍卫。 秦王朝屡建战功并得到秦始皇姓。 认得兄弟俩。 秦始皇死后, 有子。 胡亥继位臣二世。 他听信谗言。 命令蒙义自杀。 蒙义不服, 并列。 举例史上君主挫杀良臣的臣痛教。 训, 希望胡亥隐以为戒, 以免罢。 名声弄得像狼巴过的草堆那样乱。 七八糟, 受到天下人谴责。 胡亥。 不听忠告, 终于杀了蒙义。 蒙田。 也被迫辅毒自杀。 根据蒙义的话, 后人创造了成语, 生名狼籍。 家家生名狼籍仅号形容人的名誉籍。 坏。 深色俱立。 为寿元为唐德宗时的汉灵学。 是, 后辞官回家。 他在临终时告。 借儿子为温说, 朝廷大臣闷阵。 天勾心斗角, 真权夺利。 汉灵学。 是一直很容易招来灾祸, 你以后。 千万不要担任。 想不到后来唐。 文宗还真的任命维温为汉灵学士。 维温再三次让。 文宗生气了。 深色俱立的对其他官员说。 我每次让维温认汉灵学士, 他。 都辞觉。 难道非他不行吗? 家家深色俱立仅好意味说话时声音。 和脸部表情都很严厉。 盛名之下, 其实难负。 东汉的黄穹很有名望, 被攻。 亲们举荐到朝廷做官。 但他脱病。 推辞, 迟迟不肯出任。 有个教理。 顾的写信劝他早日进京就职。 信。 忠说, 现在正是辅佐君主, 九。 既百姓的好时机, 请你不要做轻。 高傲式的影视。 取调高雅、 硬鹤。 的人肯定少, 盛名之下, 其实。 男父, 一个人的名声太高了。 就很难和实际内容相符合。 黄穹做官后, 与李固等人共同反。 对宦官, 外戚专权, 一度享有盛。 名。 负, 符合。 家家盛名之下, 其实男父仅好意味。 名过其实。 盛气凌人。 战国时, 赵国年幼的孝成王。 继位后, 秦国前来进攻。 赵国向。 齐国求救。 齐国要求孝成王的帝。 帝长安君去做仁治, 才肯出兵。 他们的母亲, 执掌朝廷大权的照。 太后不同意这样做。 当左师, 官。 名, 处则去劝劲时, 太后, 盛气。 而须知, 怒气冲冲地等着他来。 处则从情理入手, 使赵太后。 明白, 爱护孩子, 就应让他们为 国立功。 最后赵太后同意把长安。 君送到齐国做仁治。 盛气, 后, 发展为成语, 盛气凌人。 家家盛气凌人锦号形容傲慢自大。 气势逼人。 失居于气。 三国时的魏明帝曹瑞终死时, 嘱托曹爽和司马懿辅佐八岁的天。 子曹芳, 从此两人就为争夺权力, 展开了斗争。 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为麻痹曹爽, 经常称并不去上朝。 曹爽派李慎去探听司马懿的病情。 司马懿故意披头散发, 躺在床上。 连侍女给他喂的粥也流到胸前。 当李慎说自己就要去荆州当刺史, 时, 司马懿又故意颠来倒去的把。 荆州错当成病粥。 李慎立刻回去。 告诉曹爽, 说司马懿这老头已是。 师居于气, 形体与精神都分。 离了, 没什么可顾虑的。 家家师居于气, 警号指向死尸一样躺。 这, 仅剩一口气而已。 形容人快。 要死亡。 师未素参。 西汉的朱云文武双全, 极恶。 如愁, 受到人们的敬重。 他曾多。 四上书和原帝, 抨击丞相为玄臣。 摩索作为。 当臣帝即位, 臣帝的。 老师张宇竟被任命为臣相时, 朱云求见臣帝说, 现在的朝廷大。 臣, 尚不能匡振君主的过失, 下。 不能为民牟利, 只为自己的权利。 帝未着想, 都是些, 师未素参。 占据职位, 白吃饭不干事, 的。 家伙。 朱云还要求杀了张宇。 汉臣帝大怒, 把朱云抓了起来。 准备处死。 后来由于别人的求情, 朱云才被释放。 师, 占据。 素。 白白帝。 家家师未素参警号原来只官吏空战。 职位, 白受奉禄而不尽职。 现在。 义用于自迁, 表示未尽职守。 师之东鱼, 收之桑鱼。 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后, 派。 大将冯义率军西径, 镇压赤梅起。 义军。 赤梅军假装败退, 再回西。 地名, 大败敌人。 冯义逃回营。 债后, 重新召集散兵, 又派人混。 入赤梅军, 然后内外加工, 再小。 地, 地名, 打垮了赤梅军。 事后, 汉光武帝刘秀发赵书为劳逢义。 说逢义虽然开始在回西施力, 但, 最后在神池一带获胜。 这就好比。 是, 师之东鱼, 收之桑鱼, 义。 为, 这里失败, 那里取胜。 东。 于, 东方日出处, 也只开始。 丧。 于, 西方日落处, 也只最后。 家家师之东鱼, 收之桑鱼仅号比喻。 开始时, 或在这方面, 这里, 虽。 有所师, 最终, 或在另一方面。 那里, 有所得。 师出无名。 楚汉之真中, 刘邦称相羽公。 打起王田荣之机, 绿汉军从辖西。 临近关渡过黄河, 击败了魏王宝。 然后又挥师南下, 攻占洛阳。 这, 时, 有人向刘邦诉说了向羽杀害。 异地的经过, 然后说, 兵出无。 明, 事故不成, 出兵没有正当礼。 由, 事情必定失败。 建议刘。 邦以为异地报仇的名义, 号召各。 陆诸侯起来共同讨伐项羽。 刘邦。 听从他的建议, 使刑事朝有利于, 汉军的方向发展。 兵出无名。 现在用作, 师出无名。 家家师出无名警号原来指出兵没有。 正当理由。 现在范子做事没有正。 当理由。 师职未壮。 春秋时, 一些小国分别依附。 于较强盛的靖, 楚两国。 后来, 原先服从楚国的宋国转而头靠近。 国、 楚王因此大怒, 出兵伐宋。 晋国为救宋国, 扣留了依附楚国。 得曹, 两国国军, 并使这两国。 与楚国断绝关系, 还囚禁了前来。 交涉的楚国使者。 楚国于是派兵。 攻打晋国。 晋军奉命后撤, 官兵。 们感到很委屈。 晋国大夫胡言解。 是说, 师职未壮。 意思是说, 这一回储君出兵有礼, 所以士气。 旺盛, 战斗力强, 晋军不如先后。 退, 以争取主动。 家家师职未壮景号指出兵有震荡力。 由, 士气就旺盛, 战斗力强。 十二金牌。 南宋岳飞率军北伐金族侵略。 这, 战事顺利。 震荡部队将要赌。 淮河时, 想把淮河以北都拱手让。 给金族的宰相秦桧却让岳飞撤军。 岳飞回奏说, 金兵载我军的攻。 打下锐气丧尽, 阵狼被逃窜。 怎, 魔能在此时撤军呢? 秦桧于世, 让与岳飞一同出军北伐的将领张。 郡, 杨仪中等人撤军, 然后以岳。 非孤军作战, 不宜久留位借口。 一天内发下十二道招岳飞回来的。 金牌。 岳飞悲愤交加, 哭泣道。 十年的辛苦努力都被毁了。 金牌, 宋代用于传达军事上紧急。 命令的金字牌。 加加十二金牌警号比喻紧急命令。 十行巨下, 南朝梁武帝有个叫肖刚的儿子, 聪明过人, 六岁就能写文章。 狠得梁武帝的赏识。 他博览群书。 十行巨下, 眼睛一瞥就能看。 十行文字, 而且都记得很牢。 肖刚后来被立位太子。 由于宫廷。 生活的影响, 他写的诗大多内容。 银迷, 格调很低。 军阀侯警起兵。 作乱后, 肖刚被立位简文帝。 他。 在侯警的控制下, 悠悠不乐, 嘴。 后被侯警用毒酒害死。 加加十行巨下警号形容毒毒。 书速度急。 快。 实习而藏。 从前, 宋国有个蠢人捡到快。 光洁的石头, 马上回家把他当作。 宝石珍藏起来, 并把这好消息告。 素亲戚朋友。 大家要求他拿出来。 欣赏欣赏, 蠢人答应了。 他先吃。 摘七日, 然后穿戴整齐, 公公敬。 敬得爆出一个大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又是一只箱子。 再打开, 还。 有一只总共套着十只箱子。 在最里面的箱子里, 有一个红筹。 包裹, 也有十层。 人们看见那。 宝石, 石, 笑着说, 这只是。 普普通通的厌石, 雨碎砖破瓦梅。 什么区别? 石膝而藏, 句词。 而来。 石膝, 石套。 家家石膝而藏仅好意味将物品层层。 包藏。 石石物者为俊杰。 东汉末年, 刘备曾和司马辉。 谈论石事。 当谈到对石物的认识。 石, 司马辉说, 一般的读书人。 对石物那能认识清楚。 石石物。 这在乎俊杰, 真正能认清石物。 的只有那些俊杰人物, 如我们。 这里的福龙, 凤厨二位先生就是。 刘备问, 福龙, 凤厨是谁? 司马辉答道, 诸葛亮和庞士元。 家家石石物者为俊杰锦号意味能够。 认清形式发展趋势的人, 才是鹰。 雄豪杰。 实事求是。 西汉和坚县王刘德, 身为汉。 锦帝的儿子, 却没有一点浮夸习。 气。 他虚心好学, 搜集, 整理过。 许多古人的著作, 受到当时学者。 的好评。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 汉。 书, 中专门为他立了传。 传得开。 投就说, 刘德式, 实事求是。 在充分的事实根据上去找寻正确。 可靠的结论, 的做学问的。 家家实事求是锦号指科学的研究课。 观事物的规律。 识人雅会。 东晋识的英号学识广博, 长。 于谈论, 十几岁就很有名气。 他。 曾被封卫剑武将军进取中原, 因。 作战失败, 被朝廷免去官职, 留。 放到浙江境内的姓安。 随同英号。 一起到姓安的还有他的外甥韩康。 伯。 韩康伯常常打断英号的谈话。 抢发议论。 一次英号见韩康伯有。 在夸夸其谈, 就对别人说, 康。 博卫得我牙后会。 意思是说, 康博连我牙齿后面的污秽还没有。 得到, 就这样乱发议论。 识人。 牙会, 由此演变而来。 牙会, 比。 与别人谈过的话。 家家时人牙会仅号比喻时取或抄袭。 别人的言论。 时不甘位。 战国时的七国中, 秦最强大。 秦惠文王派使者去见楚威王, 要。 邪说, 如果不依附秦国, 秦国就。 要出兵法处。 威王大怒, 把使者, 驱逐出境。 但他又因实力不足而, 焦虑不安。 这时说克苏秦前来拜。 见, 劝威王与赵, 为等国联合起, 来抗秦。 威王一听, 高兴地说。 谢谢你的开导。 我正为这事, 卧不安息, 食不甘位, 呢, 现在, 就照你说的去做。 甘位, 感到, 味道好。 家家食不甘位, 仅好意味, 吃东西不便。 美味。 形容心中忧虑或身体不好。 食少是凡。 三国时的属主刘备死后, 五, 能得流禅继位, 属国的全部中担, 就落到了诸葛亮身上。 诸葛亮位, 了消灭魏国, 亲自律大军前去进攻。 在渡魏水前, 他派食者到位。 国去见掌握食权的司马懿。 司马, 一因惧怕诸葛亮, 就问食者有关。 诸葛亮的饮食起居等情况。 食者, 请不吝点赞订阅。